第81章 巧遇呼吁第一天上完急诊 陈海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医生都不愿意来急诊了 急诊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 实在不是其他科室能比的 可能全院也就只有能有的一拼了吧 陈海上完这一天的急诊 最大的感受就是力不从心 太多自己陌生的领域需要恶补了 自己这一天就是遵照其他医生的指令做事 这种一切脱离掌控的情况 自从陈海得到系统之后还是第一次 下了班 陈海先回宿舍洗了澡 换了身衣服 其他医学生们因为今天的任务比较轻 把餐厅定位发给陈海后 就提前先往那家名叫石巨堂的餐厅去了 等陈海洗完澡出门坐上车 已经是黄昏 三毛说黄昏是温柔的夜的前奏 是释放 舒畅 叫人享受生命最甜美的一段时光 经过医院这些日子的历练 陈海总算是体会到了一二 日暮坠入朝朝星夜 人间忽晚 山河以秋 车子一路从市中心往郊外驶去 从车窗的缝隙中 轻抚过的风像是丝绸般划过陈海的脸 原本密集凌厉的高楼 随着车辆的远离而变得稀疏了起来 下了车 陈海被眼前清幽宁静的环境深深吸引了 餐厅的门口设置了一圈篱笆 院墙的两侧栽满了不知名的矮竹 到了晚上 月光在竹叶上缓缓流淌 愈发显得俗世空灵 不染一丝尘埃 如果是以前 陈海应该没有心情欣赏这些自然景色 反而会开始担心花费了吧 不过现在 有着一定积蓄的陈海 只是想着感叹一句 还是他们懂得享受 走进餐厅的大门 正对着的就是餐厅的前台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陈海和几个医学生们终于会合了 陈海 你好骂 我们都等到要饿死了 赶紧过来点餐 姚书文说道 陈海从鼻腔哼出笑来 我又没让你们等我 你们饿了就先点呗 求你做个人吧 我们好心等你 你没句好话就算了 还在那说风凉话 白子浩附和说 你以为我想那么晚 石主任那个样子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总不能跟他说我今晚有约 要提前走吧 我要是这么说 明天你们估计就在急诊看不见我了 行了行了 话等会儿再说 先点餐吧 冯绍波很自然地拿出菜单 按照之前的经验点了起来 陈海告罪了一声 出去上了个厕所 在厕所门口 感觉有人喊了自己一声 陈海转过头去 惊喜地看见了自己的大学室友 老四胡语 你这是发达了呀 医院实习这么挣钱的吗 你平时吃个面 卤都不愿意加的人 今天居然会挑这么贵的地方吃饭 胡语打趣说 医院实习工资是什么水平 还用我来告诉你啊 今天就是我们医院的几个实习生 来这热闹热闹 正好就碰到你了 对了 你今天来这干嘛 陈海不敢说 今天是自己请客 要不胡语该起疑了 我不是上我爸上班的医药公司 去了吗 今天跟着经理一起来招待客户 你也知道 做要带喝酒应酬的事少不了 经理又因为要谈生意喝的手 只能是我这个新人喝了 我实在是喝不下了 就借着上厕所的名义 出来醒新酒 催吐一下 一会儿进去再继续喝 我先不说了 他们再催我了 一会儿你如果先结束了 在包厢里面先等会我 我们俩再好好聊聊 行 你先去忙吧 少喝点 喝酒上身 陈海回到包厢 冯少波把点菜的平板电脑 递给陈海说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们点了这么些 你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陈海摇了摇头说 赶巧在外边碰到了我大学室友 菜你们点吧 这些我也不懂 你们吃过的人更在行 那就先这样吧 一会儿不够再加好了 今天第一天去急诊 什么感觉 刘静问陈海 别提了 忙得晕头转向的 感觉自己跟个白痴一样 医生说一句 我做一句 病人问我 开水间在哪 我都答不出来 那完了呀 你都这样了 那我们到急诊 不还得被骂死 姚淑文说 你下午有碰到特别重的病人吗 齐鸣轩问 很重的病人倒是没有碰到 不过有个病人倒是挺吓人的 被人送来的时候 浑身都是血 头上一个大口子 问他半天都不肯说 怎么弄成这样的 你们猜猜看 他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你就别卖关子了 直接说呗 冯绍波说 这个人出轨了 自己的兄弟的老婆 结果让人堵在门口 为了不被当场捉住 直接从二楼阳台上跳下来 没成想磕到了头 血流的满身都是 后来还是被被自己 戴了绿帽子的兄弟送来的 我去 这也太丢脸了吧 我要是他 估计这辈子 都不想出门见人了 你们下午都干什么了 陈海反问 我是不是被分成两组了吗 一组被扔到冯和和青窗去了 二组学着血疾症病例去了 姚书文回答 正说着 陈海他们点的菜上来了 大家边说边吃 一直吃了一个多小时 不得不说 十具堂的菜 还真挺好吃的 而且 风味和其他家的餐厅 能吃出明显的不同 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难怪冯绍波吃完之后 念念不忘 陈海中途出去结账 正好经过了虎宇他们的包厢 不过看 似乎气氛有些尴尬 虎宇这边一共四个人 主桌坐着的是一个大富翩翩 年纪五十出头 四方脸 穿着一身灰色西装 搭配白色衬衫的大叔 看其他几个对他的态度 应该就是胡宇说的客户了 另外一个男的 和这个客户的年纪相仿 身着一件白色衬衫 衬衫的袖口被挽起 衬衫上面的几颗扣子 也被解开 满脸通红的 跟这个客户说这些什么 最后一个是一个 和陈海年纪相仿的女生 穿着一身职业西装 拿着酒杯 站在两人身后 客户的拿着自己的酒杯说道 屈总 这杯我敬你 感谢您今天赏光 我干了 您随意 陈海看着这一切有些心酸 换以前 胡宇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 但是步入社会 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 第82章 黑卡 第82章 黑卡看到胡宇站起来敬酒 这个所谓的客户 一脸不屑的说 小伙子 你这就有点不懂事了 我和你领导聊着 感谢我今天赏光这种话 是你一个小职员应该说的吗 你把你领导放在哪 又把我放在哪呢 胡宇哪经历过这种羞辱 当下脸胀的通红 牙都恨不得要咬碎了 胡宇的经理赶紧原厂说 小胡年轻 刚进职场 对这种事还不熟悉 希望屈总您多担待 这样 我作为他的领导 一起罚酒三杯作为赔罪 您看怎么样 先把罚的这三杯酒喝了 喝了我们再继续谈 屈总双手交叉至于胸前 双眼直视这两人 一副看戏的表情 胡宇的经理 把酒瓶从那个女生那拿了过来 给自己和胡宇的酒杯里 倒上满杯的酒 同时趁机向胡宇打着眼神 示意胡宇拿起酒杯一起喝 胡宇面色阴沉着 紧紧的捏着酒杯 和经理一起往嘴里倒了三杯酒 喝完之后 经理满脸陪笑的说 您看 这您可还满意 屈总指着胡宇说 你看他那个样子 像是认错的态度吗 既然这么不情不愿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今天这顿算是我请你们的 至于合同的事 我们有时间再慢慢商量吧 说着 起身就要走 经理见状急忙起身就要追上去 一边追一边说 屈总 这顿饭哪能让你请吗 我们再喝点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们再商量吗 屈总 屈总 经理一路拦 一路说着好话 期待着屈总能够回心转意 看他们马上就要出包厢 陈海赶紧慌里慌张地 跑到了结账柜台 假装自己只是刚刚经过他们包厢 陈海拿出卡结账的时候 正好那个客户和胡宇的经理 前后搅出来 胡宇紧随其后 胡宇看到陈海 两人四目相对 胡宇线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的脸一下子胀得红红的 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炯的头也不敢抬 屈总也拿出了自己的卡准备结账 正好看到了陈海的把卡拿了出来 陈海感觉到了胡宇的不安 就想着赶紧结完账离开 让胡宇能不那么尴尬 谁知道那个客户 反倒是对着陈海先开口了 您好 您的这张卡 能让我看它吗 卡 陈海一脸疑惑的 看着刚打算递给工作人员的卡 结果发现自己刚才慌万间拿错了卡 把吴淼淼给自己的那张卡 拿出来结账了 如果是完全陌生的人提出这个要求 自己肯定会婉拒的 但想到这个人是胡宇的客户 陈海看在胡宇的面子上 还是把卡递了出去 那个屈总把卡拿过去 左看看 又瞧瞧 好像要从那张卡上找出什么似的 这倒把陈海弄糊涂了 难不成吴淼淼给自己的卡 还有什么玄机不成 屈总看了好一会儿 才把这张卡恭敬地递给了陈海说 我果然没看错 这张就是总公司那边给客户专门定制的卡 全国发出去的卡也没几张 我也只是之前在公司资料里见过 没想到今天看到试卡了 你说的总公司是轻苗集团吗 陈海问道 对 没错 我们公司是轻苗集团旗下的分公司 我姓屈 这是我的名片 请收下 屈总对着陈海毕恭毕敬的样子 把胡宇震惊到了 他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 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 心想这还是他认识的陈海吗 陈海接过名片 继续问屈总道 这张卡有什么 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据我所知 这张卡在轻苗集团旗下品牌的消费都是免单的 而且这张卡每个月有百万的额度 账户上的所有支出都将由轻苗集团买单 至于其他的权限 我的等级不够 您可以问问给您这张卡的人 多谢了 陈海从屈总手里拿回卡 准备结账的时候 那个屈总拦了下来 并把自己的卡强硬的塞给了柜台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哪能让您来结账呢 作为我第一次见面的诚意 今天您的消费我来买单您 就别推辞了 这取总一副产妹的样子 和刚刚在包厢里趾高气昂的样子 完全看不出是同一个人 倘若刚才陈海不是听到了一些 估计也只会认为他是个热心的大叔吧 胡宇的经理见状马上上前说道 二位都是贵客 怎么能让两位破费呢 胡宇赶紧过来 把单买了 胡宇一时间有些愣神 但听到经理的呼叫 还是小跑到前面来 还没等胡宇开口说话 陈海抢先说道 胡宇你吃完了吗 我那边还有一会儿 你要不先等我一下 我这边结束 马上就来 曲总和经理猛了 还是经理先问道 胡宇你们认识啊 胡宇点了点头说 海子是我大学室友 我们一起住了五年 一起上课 一起玩 当然认识了 我们今天也是恰好碰上了 就想着一会儿结束之后再拒绝 曲总听完赶紧换了副笑脸说道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我们还有事没谈完呢 我正打算出来醒新酒 一会儿再继续呢 这样我们先回去把事情谈完 您那边要是先结束了 就来我们包厢之后一声 我们估摸着 也差不多能谈完了 一定不会耽误 你们老同学叙旧的 您看怎么样 既然这样 那就多谢了 陈海说道 曲总还是坚持替陈海买单 陈海这次没有拒绝 成了这份情 因为他知道自己成了这份情香 当于给了曲总一个面子 曲总也能感念着胡宇的一份好 如果自己还是坚持拒绝了的话 固然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但胡宇毕竟还是有求于人 闹得太僵不好 陈海跟胡宇打了声招呼 就往自己的包厢去了 曲总也在目送陈海之后 和胡宇勾肩搭背地回了包厢 一路上有说有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多熟络呢 第83章 谈心 第83章 谈心回到包厢 陈海又和其他几个医学生们聊了好久 内容包括对实习工作的抱怨 工作中遇到的奇葩患者 和医院里的八卦传闻 一直到了晚上才准备散去 中间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让陈海哭笑不得 话说曲总替陈海结完账之后 石巨堂的工作人员犯了难 原本陈海来结账 他是准备拿冯绍波 事先给的钱一起入账的 谁诚想杀出个曲总把单一买 而且自己的领班看几人身份不俗 把自己推开自己 给陈海他们结了账 自己连情况知会一生的机会都没有 冯绍波给的钱 就这么砸在自己手上了 自己把情况跟领班一说 领班让自己把钱还给冯绍波 他也只好照办 推开门 冯绍波他们几个聊得正欢 工作人员说道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 今天各位的费用 已经由一位曲总买过单了 点餐前各位给的费用就还给各位了 请查收 这话一出 包厢里的几人表情精彩了 陈海一脸疑惑 想着退还的是什么钱 冯绍波一脸心虚尴尬 跟其他几人对视着 钟广会一脸无所谓的吃着 好像发生的事都与他无关 刘静则是一脸担心 怕事情暴露 陈海会觉得丢面子 又怕他拒绝大家的好意强出头 其他几个人都在想 这个曲总是谁 同时又因为省下一笔支出 有点小开心 陈海率先发问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我们之前应该是没有结过账的 工作人员指着冯绍波真诚的说道 不会弄错的 在您结账之前 这位先生事先结过一笔了 陈海转头 疑惑不解的看着冯绍波 冯绍波心虚的摸了摸脸 又摸了摸脖子 回避陈海的视线 对工作人员说道 拿来吧 工作人员把钱交给冯绍波 带上门走了 留下了不知所措的几人在原地凌乱 姚书文怕陈海问起钱的事 赶紧转移话题说 这个曲总是谁啊 为什么帮我们结了账 陈海随便扯了个谎说 曲总是我之前在医院的一个病人 刚刚我出去结账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 为了感谢 我就帮我把单给买了 话说回来 那个钱 就在陈海打算继续问下去的时候 陈海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看了看消息 是刘静发来的 上面把前因后果解释了个清楚 让陈海不要再问下去了 免得大家尴尬 陈海笑了笑 心里暖暖的 这个曲总的身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说着说着又拐到了医院的事情上 这场席间的小插曲才告一段落 散场之后 陈海把大家一一送上了车 这才折回十句堂 到了胡宇那个包间 他们也吃得差不多了 曲总和经理围着胡宇说着 一大堆有的没的 曲总显然是喝了不少 早已没有刚刚结账时那样的清醒 整张脸都在酒精的刺激下变得通红 看到陈海进来 曲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着陈海说 您来了 我们正好也准备散场了 我敬你一杯 我们这就不打扰 您和小宇叙旧了 经理也连忙起身说 我陪二位一杯 陈海接过酒杯 向征信的抿了一口 最后在剩下三人的目送下 和胡宇一起坐上了车 找了一家学校附近的苍蝇小馆 点了几道小菜 说起来自己的敬语 海子 你这是发达了呀 你知不知道 你那张卡一亮出来 那个曲总就恨不得跪下来 原本我们 好说歹说他 就是不可能跟我们签约 我们不知道 想了多少办法讨他开心 他都对我们不理不睬的 结果今天知道我是你室友之后 拉着我说了好多的话 都快把我夸上天了 还说以后我们的合作 指定要我来负责 我们谈了一个多月的单子 都没你一张卡好使 是不是挺讽刺的 听胡宇这么说 陈海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陈海安慰道 别这么说 我这也就是狐假虎威 他那是畏惧 给我这张卡的人 像他那样败高踩低的人 要是没有这张卡 他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眼的 不管怎么说 这次还是要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怕是回去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没这么夸张吧 你爸爸不是在公司吗 他难道还能看着你丢工作吗 孩子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跟你直说了吧 我爸其实就是医药公司的小文员 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管 之前我不敢跟你们说 是怕你们瞧不起我 我去学医也是我爸的主意 我爸在医药公司上班 看着那些人衣着光鲜的 在公司进进出出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就想着让我学医 希望我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可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学医的那块材料 在学校我都是垫底的存在 到怪物云集的医院 就更不可能出头了 所以我也把全部希望 寄托在医药公司身上 希望能靠我的努力 出人头地 可是事与愿违 医药代表这份工作 满是人情世故 到处需要去找人脉 拉关系 可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家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只能是到处陪笑脸 捡那些没人要的小单子 才勉强做出了些业绩 经理今天好不容易 带我出来见客户 没想到被我搞砸了 如果不是你突然出现 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我又何尝不是 为了找一份实习到处跑 最后还是靠着偶然机会 才有了和其他人 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每天要应付各种难缠的病人 还要努力表现自己 我现在 我现在都不敢 让自己停下来 我怕我一停下脚步 就会被别人超越 被医院老是失望 每天晚上一闭眼 我就在想 今天收进来的病人怎么样了 我处理的对不对 明天还有几台手术要做 还有好几次 我梦到手术的病人醒了 结果一醒来 只有一身冷汗 再入睡 都很难做到了 第84章 调查 第84章调查 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连学院的老师 都对你的表现赞不绝口 你都已经成为 我们学院的名人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回过学校找老师吗 当然了 我回学校可比你回得情 你不看看我是做什么呢 手上最好的人脉 当然就是学院的老师了 我当然要和老师 打好关系了 不过现在我的人脉 里要多个你了 话说回来 你是怎么拿到那张卡的 陈海一时雨色 只能搪塞到 救了一个病人 病人家属为了感谢我送我的 那你这运气可够好的 这样的事 怎么没让我撞见呢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陈海问道 就这么干下去呗 现在有了这个大单的业绩 又有你这个护身符 我在公司 也能混得舒服点 看看能不能沾沾你的福气 也让我撞上的大单 你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就指望 能早点结束实习 留在医院 做我的大夫就好 祝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吧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间 陈海已经在急诊待了一周了 这一周下来 陈海忙得对时间麻木了 眼前只有一成不变的灯光 和来来往往的病人 这样重复的工作 让陈海感到身心俱疲 不过 陈海这些日子的耳濡目染 也是收获颇风 跟刚入科的时候 已经有了云泥之别 看着陈海日渐熟练的抢救 时主任也慢慢把权限放给了陈海 让陈海能够独立处理病人 虽然依旧有代教老师带着 不过基本只是挂个名而已 大多时候 还是陈海自己在处理 除非真的有很重的病人 陈海无法独立处理 才会喊来代教老师 而时主任也终于能腾出手来代 其他医学生们 这天 陈海一如既往的在休息室休息 冯绍波转发了一条链接 给陈海说道 不好了 陈海 你快看看这篇文章 陈海点开链接 谈出来的是一篇帖子 帖子标题赫然写着 无良医生 草菅人命 内容讲述的是 陈海心内时接诊的那位 不听劝的心梗患者的情况 笔者自称是死者的妻子 看得出来 这篇文章 应该是找了专业的律师和枪手写的 上面把陈海写成 自是专业水平高不顾病人死活 面对患者的求救 置之不理的无良医生 但是真的要说诽谤 还真的不好认定 最后还花了大篇幅的笔墨 描述了死者家属的悲惨生活 说自己怀着孕 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没有生活来源 全靠死者妻子 挺着大肚子摆摊支撑 还附带了几张死者妻子 搭着肚子摆摊 以及小女孩脏兮兮的张着泪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镜头的模样 令人看到都无比动容 果不其然 在文章下面充斥着同情的评论 和对医生的谩骂 还有不少同病相连的受害者们 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有的说医护人员态度差 没耐心 有的说医院只想挣钱 一点小感冒 开一大堆检查 还有的说医院医生水平差 小毛病网大致 大毛病查不出 不知道的 还以为全是陈海的问题呢 陈海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 这篇文章摆明冲着你来的呀 我每天两点一线 医院宿舍两头跑 能得罪什么人 要说跟患者和同事的冲突倒是有 可也犯不着花这么多心思吧 直接投诉我不就好了吗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这几天最好小心点 最好能找找梁主任或者院领导 我看了下 连我们的节目里都有骂你的评论 你本来就在节目的风口浪尖上 在被这篇文章一带节奏 烈火烹牛 恐怕舆论会发酵得很快 嗯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谢谢师兄 陈海想了一会儿 打通了梁主任的电话 梁主任 之前那个门诊不听劝 急诊心梗没救回来的患者 您记得吗 这件事后面是怎么处理的 您知道吗 知道啊 那个死者的妻子也来约闹过 不过等我们告诉他 就算他去告我们 也得不到什么赔偿的时候 就没有再出现了 怎么了吗 陈海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把情况都告诉了梁主任 梁主任听完瞬间火冒三丈 当即表示会处理好这件事 陈海自然是心存感激 但他隐隐觉得这件事的症结不在这 他想了很久 想着自己的身份已经算是办公开了 没什么可隐藏的 于是拿出了吴淼淼的名片打了过去 吴淼淼正在办公室办公 突然自己的私人电话响了起来 上面一个陌生的号码 吴淼淼疑惑的接起电话问道 你好 哪位 是我 我是孝陈医生 或者你可以叫我的真名 陈海 吴淼淼激动的站了起来说 陈医生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我记得杨院士跟我说过 你那时候为了救你爸 想要强行破开保密手机 才被国安局请去喝茶的对吗 我想 你们公司应该这方面的实力和资源 一定有相当的水平 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 一篇网上的文章 查一下文章的地址 以及几个评论的地址 你们可以做到吗 当然没问题 虽说我们破不开国安的保密系统 查几个地址 还是比较简单的 最多半天时间 我马上把调查的结果发你 我要怎么把结果发你呢 直接加我的微信吧 微信号就是这个手机号 好的 这件事 要瞒着我爸爸和杨叔叔嘛 我爸爸一直想找机会 当面谢谢你 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不用 今天我用自己的手机打这个电话 就是不打算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 不过这件事 你们知道就好 不要跟别人提起 那是当然 我向你保证 我想请你吃顿饭 你看看方便吗 陈海正好也想搞清楚 吴苗苗给的这张卡 到底还有什么权限 以及自己胡家虎卫的事 也需要跟吴苗苗讲清楚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85章 肖家的报复 第85章 肖家的报复到了晚上 陈海如约到达了见面地点 为了避开外人 吴苗苗特意把见面的地点 约在了自己家的别墅 下了车 看到眼前这一山傍水的豪华独栋别墅 陈海不禁自嘲 自己的眼界太窄 实在是不懂有钱人的世界 进了别墅 吴勇妇女和杨院士夫妻 早早地在玄关这边迎候 这阵仗倒让陈海有些受宠若惊 吴勇率先开口 陈医生 恭候多时 今天你能赏光 实在是荣幸之志啊 陈海回答说 叫我的名字吧 我的真名是陈海 而东城 海洋的海 之前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 才用了别名 希望你们不要见惯 当然不会 只是没想到 百智百孝 首刀并出的神医 居然会是个富于春秋的年轻人 倒是让我不得不感叹 自己青春不在啊 杨院士打句说 我们就不要站着说话了 先入席吧 吴勇说道 因为平时 只有吴苗苗和吴勇两个人 在这吃饭 别墅的餐桌 并没有电视上那样 浮夸到交流全靠汗 不过餐厅的布置 桌椅的材质 还是能看出主人的富贵 坐上餐桌 陈海开门见山的问 我请你们调查的信息 查出什么结果了吗 吴苗苗文子拿出了一个文件带说 下午 你打电话给我 我就安排下去了 查到了你说的那几个地址 文章确实是死者的妻子的电脑上发出来的 查不出什么有效的信息 不过评论区里面上窜下跳带节奏的几个地址 却查出了点东西 里面有一个是来自全影律师事务所 电脑的主人是刚进全影的实习律师 他的个人资料你看看 认不认识 陈海接过资料 端向了一会儿说 我不认识他 应该跟他没有任何交集才对 如果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那就应该是全影律师事务所 在针对我本人 可是我跟全影律师事务所 应该也没有什么交集才对 全影律师事务所 在圈子里是个什么级别的律所呢 吴勇接过话查说 全影在业内是比较出名的老牌律所了 精华的很多企业 都是他们的长期客户 而且我们的法律顾问团队里面 似乎也有全影的人 陈海周梅说 这就更奇怪了 即便是死者的妻子 真的不奉我的所作所为 要找律师告我 凭他的经济实力 也应该请不起全影这样级别的律所才对 能帮我查查全影的客户 都有谁吗 吴苗苗像是未卜先知一般 从身后掏出了另一份资料 交给陈海说 这是全景近五年来接触的客户资料 你看看 陈海接过资料仔细地看了看 很快他就从名单中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天成集团 天成集团就是肖韵平在金华的产业 跟陈海原先的猜想不谋而合 和自己有着恩怨 能请得起全影这样的老牌律所的 在自己认识的人中 符合条件的也只有肖韵平了 况且全影和天成集团的签约时间 这么凑巧 就是在发帖签的三天 更加印证了陈海的猜测 怎么样 找到可疑的目标了吗 吴苗苗问道 找到了 就是他了 陈海指了指名单说 天成集团 你跟天成集团有什么矛盾吗 他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吴苗问道 我跟天成集团没什么矛盾 但是我跟他们总公司的老总 倒是有一段恩怨 我以为他会出什么阴招呢 没想到只是这样而已 肖韵平 你跟他有什么矛盾 要我帮忙从中调和吗 吴苗说 我跟他的矛盾 说白了就是他想让我给他做手术 我拒绝了 他想逼我就犯 至于调和 算了吧 跟他这种人 没什么话好说的 要是你出面 他肯定以为我害怕了 肯定会蹬鼻子上脸 我倒想看看他后面 还能耍什么花样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吴苗苗问道 陈海想了想说 还真有几件事 想请你们帮忙 你说吧 要我们做什么 第一 帮我出面敲打敲打拳影 和其他业内的律所 让那些律所 好好掂量掂量后果 第二 利用你们的影响力 帮我把舆论的热度炒上去 你还要把热度炒上去 你不怕事情越闹越大吗 我就是要把事情弄大 现在的时代 已经不同以往 想要用全是把消息压下来 已然不现实 若是被有心人利用 反而会被人泼一身脏水 说你们为父不仁 全才勾结 既然这样 不如就把事情彻底闹大 到时候水落石出 就不会再有人 拿这事说事了 没问题 我明天就去办 多谢了 说起来今天我来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陈海从怀里 掏出吴苗苗给的那张卡说 当晚实在太过仓促 这张卡我原本以为 只是一张银行卡的 后来机缘巧合得知 这张卡还有别的用处 能跟我说说吗 当然 这张卡是我们和银行 专门为集团的重要人物开办的 这张卡每月有百万的额度 月底自动清零 并且凭着这张卡 在我们轻苗集团旗下的 所有品牌 以及与我们有合作的品牌消费 都是免费的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 这张卡的持有人 也将拥有我们 轻苗集团零的股份 每年都是可以凭着这张卡 参加董事会 并且参与分红的 陈海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没想到 这张卡竟然还有这样的含义 他顿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似乎这份礼物的分量 有些超乎想象的重了 可是要他自视清高的 把这张卡还回去 他也有些舍不得 似是看出了陈海的不安 吴勇开口道 陈海 你不用觉得受之有愧 一张卡换我一条命 绝对是值得的 这张卡你就安心收下吧 你这样高超的医术 说不定我们以后 还有要求到你的地方呢 你就当是我们为了将来 提前拉拢你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第86章 火上浇油 第86章 火上浇油 对了 关于这张卡 前几天我遇上了 你们分公司的一位区总 我为了帮我的一位朋友 胡甲虎为了一把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当然不会 这就是这张卡存在的意义 你能用得上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介意呢 你那位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吗 需不需要我出面 吴勇说 不麻烦了 我那位朋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如果有需要 我不会客气的 再次先行谢过吴总了 哎 陈海 既然你都已经对我们开诚不公了 你也不要跟我们客气了 我看你的年纪跟苗苗差不了几岁 你就叫我吴叔叔吧 老吴说的对啊 你都是救过我们命的人了 还跟我们客气什么 你也直接称呼我为杨叔叔吧 杨院士附和道 既然这样 我也就冒昧了 吴叔叔 杨叔叔 爱婶婶 陈海 既然你都叫我一声书了 有句话我 其实一直想问问你 你有这样高超的医术 为什么不愿意展现在世人面前呢 或许你的出现 能给很多绝望的家庭带去希望 甚至我们的医学 都将进一大步 杨院士刚刚说完这句话 艾教授的脸色瞬间变了 毕竟 这已经是亏看陈海的隐私了 陈海对这点一直很在意 于是 艾教授用手肘在背后戳了戳杨院士 但是杨院士 还是自顾自的说着 好像什么都发生一样 杨院士胸怀天下的信念 让他不得不问出这句话 好在陈海早就想到了 他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 提前准备好了答案 不过他并没有脱口而出 那样太像是预先准备的了 他佯装思考了一会之后 半真半假的说 其实不是我不想 而是我不能 在你们看来 好像是我做了场手术 你们就好起来了 但是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只有我这个主刀的人才明白 你们的那两场手术 我其实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手术能成功 你们能活下来 才是幸运的手术 如果那天躺在病床上的人不是杨叔 我是不会冒着个险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愿意给萧运平做手术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 一旦手术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 以萧运平的性格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作为医生 我需要的是 能与我共同抵御风险 抗击病魔的占有 而不是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我 我还要时刻提防的敌人 如果我把我的身份和我的水平 展露在大众面前 一来我的身份 会让我说的话失去公信力 其他人只会觉得 我为了出名 什么瞎话都敢说 到头来 反而害得自己名声尽怀 二来 即便真的有人愿意相信我 全国那么多患者 我没有时间一一鉴别 患者和患者家属 是什么样的人 我还只是个刚入临床的医生 我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旦手术失败 那等着我的 将是什么样的舆论压力 和法律责任 都是可想而知的 三来 你们二位的手术 完全没有任何的前车之鉴 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数据和病例研究 你们二位甚至可以说是 唯一成功的案例 这样的术士 即便我愿意公开身份 跟现在的各家医院 拿着我的手术视频研究的情况 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既然如此 何必让病人 再多受一次失望的打击呢 同时也是感谢陈海 拯救两个家庭与水火 我们碰一杯吧 第二天 陈海同往常一样上班 结果还没到医院门口 就被一群不知道是谁的直播网红 给拦住了去路 非要陈海给个说法 陈海没有理会他们 自顾自的走着 结果他们跟块口香糖似的 黏着陈海 挡住了陈海的去路 好在冯绍波和钟广辉他们及时出现 帮着陈海拦下了他们 否则陈海真是想进医院都难 进了医院 刘静和姚树文关切的问道 你没事吧 昨天晚上写你的那篇文章 在网上铺天盖地传播 早上也是一大帮人堵在医院前面 要不今天你就先不要上班了吧 跟时主任请个假 把手机关了 好好休息休息 陈海平息着自己的心情说 没事 不过就是被人喷几句唾沫星子罢了 我还能忍 最多别人说什么 我不理会就是了 要是我请假了 倒像是我真的做错事了似的 我偏要让他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 看他们能奈我何 你千万别说这种赌气的话 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是啊 陈海 那些极端的人 能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 犯不着为了这样的人伤了自己 姚树文硬核说 放心吧 我一个大男人 会保护好自己的 谢谢你们 正说着 陈海收到了梁主任打来的电话 陈海 你来一趟我办公室 我们一起去一趟林院长办公室 商量一下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挂了电话 陈海就会胡了梁主任 一起去到了林院长的办公室 一同在办公室的 还有普外的严主任 医务处的孙副处长 还有成一之路节目组的导演 陈海 这件事动静闹得这么大 你看看怎么处理 林院长发问说 没什么可处理的 就这么亮着他们就好 等到节目一播出 大家看到全部的过程 自然心里会有自己的判断 等时间过了 热度自然也就下去了 没这么简单吧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给医院和节目 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 网上现在全是骂我们没有医德 见死不救 垫大欺客的 托你的福 我们医院这么多年 辛苦建立的口碑 全部毁于一旦了 那在您看来 我应该怎么做 你先停止工作 写一份情况说明和道歉声明 以你个人的名义 发布到网上 节目组会配合你造势 把这件事的热度降到最低 等什么时候 这件事的热度过去了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上班 第87章 患难见人心 第87章 患难见人心 不好意思 我拒绝 我自问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相信 医院在这点上 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否则医院 不会拖到现在才向我发难 您也是临床出身 我的处理有没有问题 您想必心里也清楚 陈海 不要赌气 这件事不是件小事 关系到医院的名声 和你的前途 不要一起用事 严主任关切地说道 院长 这件事 要怪也是怪我 我是陈海的代教老师 陈海当天出门诊 也是跟着我出的 陈海接诊的全程 我也在场 陈海的每一个医疗行为 都是我同意的 要处理 也是先处理我这个代教 陈海还是个实习生 他不该承担这些责任 梁主任义愤填膺地说 梁宽 你注意你的言辞 这件事 他是直接当事人 患者家属也是冲着他来的 什么叫跟他没关系 医院处理他的事 已经够麻烦了 你还想烫这趟浑水吗 林院长何尝不知道 这件事 和陈海一个实习生关系不大 但是事 既然已经出了 牺牲一个实习生 和一个副主任 孰轻孰众 难道还用多说吗 而且 陈海是实习生 最多就是开除罢了 医院自然也就摆脱关系了 一旦梁宽被拉下水 医院想甩开骂名 可就难了 林院长的心思 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正因如此 梁主任和严主任 才想极力阻止 这件事的发生 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陈海 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毁了自己的前途 院长 要不这样吧 陈海确实没有犯什么 原则性的错误 这点 咱们都一清二楚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处理陈海 也实在说不过去 现在陈海也确实不适合 出现在公众事业下 依我看不如 先把陈海调到普外课 我排着他做手术 手术室里 也不会有外人知道 他在里面动手术 正好萧总的那台手术 也需要他再熟悉一下操作 您看这样处理怎么样 严主任想必是早有打算 只是事实地提了出来 林院长想了想 似乎可行 为了公平起见 还是转头 问了问节目组的导演 徐导 你看这样处理怎么样 徐导当然是乐意的 陈海弄的这一出 相当于是帮忙 把节目的热度炒了上去 自己绝对是受益的 不过后续的收尾 自己确实应该仔细考虑一下 这样想着 徐导回答林院长说 我觉得可以 陈海能在手术室里 一来可以避开锋芒 二来将来洗脱罪名之后 医院和我们 也不会落得个 亏待医生的骂名 等到我们这期的节目一播出 事情的原貌 自然会水落石出 到时候风向一转 再请几位医学专家站台 这件事 应该就翻不起什么水花了 既然徐导也认可 那就先这么处理吧 石主任那边 我会通知他的 你这两天 先跟着严主任 做事低调点 网上的评论不要去 也不要去回应 一切等徐导这边 节目播出后再说 陈海纵有千般不愿 但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也只能硬下了 陈海先到急诊休息室 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刘静他们看陈海这个样子 还以为他被医院开除了 急忙问道 陈海 林院长把你叫过去说什么了 他们不会是要开除你吧 还不等陈海回答 姚树文先爆发了 这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羡慕杀驴吗 活儿我们干了 出了事了 把我们往外一丢 什么人啊 要我说 我们一起找院领导讨个公道 这事要是不说清楚了 以后谁敢再给病人看病啊 我同意 这事必须有个公允的裁断 冯绍波率先表示赞同 刘静满眼担心的看着陈海 态度已然不言而喻 至于其他人 则是久久没有回应 说实话 陈海有些失落 虽然陈海也知道 这件事本来和他们就没什么关系 但还是止不住的失望 就在陈海以为 这事就到此为止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开口了 我也同意 如果医院连个公道都给不了医生 那这医生 也没什么当的必要了 说话的人是钟广辉 要说起来 陈海和他的关系并没有很好 甚至之前因为这个病人的事 还跟陈海有过冲突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会站出来声援自己 像是看穿了陈海的想法 他补充了一句 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啊 不代表我就认同你的做法 陈海嘴角微微扬起 对着钟广辉说 不管怎么样 谢了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激动 我没有被开除 只是暂时被调到 浦外科的手术室而已 过些时候 风波过去 我自然也就回来了 18年后 我依旧是一条好汉 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说笑 刘静娇称道 那不然呢 难道我还要哭出来吗 那样岂不是正随了 那帮看笑话的人的心愿 这样的蠢事我才不会做呢 至于我 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我和院领导们自有安排 你们有这时间 还不如担心 担心我走了之后 你们谁来填我的空缺 我估计因为这事 你们进急诊的时间 也会被提前 这次算我连累你们了 冯绍波过来 拍着陈海的肩膀说道 这算什么呀 不就是上个急诊吗 反正都是早晚的事 你要真的觉得亏欠我们 不如找机会 再请我们搓一顿 大家说对吧 对呀 下面传来了一连串的复合声 让全场的气氛 不至于那么悲伤 就在这个时候 严主任走了进来 把陈海叫出去之后 对着陈海说 你的事 林院长都跟我说过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这件事 有院领导扛着 你不会有什么事的 不过现在调你去手术室 的确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因此我答应了 不过 这不代表急诊的学习 可以拉下 在手术室的这段时间 你要更加刻苦的查落不缺 要是回急诊的时候 有一点不熟练 我可不会手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第88章 迷茫的全影 第88章迷茫的全影这天 全影律师事务所的 创始人封影 一如往常到律所处理事务 结果刚到律所 还没等进办公室 助理就急急忙忙的跑上来说 不好了 封律师 今天早上一早 我们就接到了 清苗集团那边的通知 要解除和我们的 法律代理委托协议 同时 还有清苗集团旗下的 一揽子子公司 和与清苗集团 有密切合作的几家公司 都要求解约 封影顿时传媒促额 原本的好心情 也瞬间烟消云散 他赶紧回到办公室 拿起电话拨出了号码 但并不是 打给清苗集团总公司 而是打给了自己的老同学 清苗集团旗下 天青地产的 副总经理林辉 喂 林辉 我封影 今天一早 我听助理说 你们要和我们解除委托合同 你那边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我还正想打电话给你了 你们是不是最近得罪谁了 今天一早 我就接到总公司那边的通知 要我们跟你们律所 解除一切合作 而且连问都不让问 这摆明 就是冲着你们律所来的呀 你好好想想 自己有没有得罪 不该得罪的人吧 封影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哪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些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林辉身上 林辉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我现在跟个眉头苍蝇似的 上哪找这尊大佛呀 不是我不想帮你 你也知道 当初你们跟我们集团合作 是我牵的线 公司那边已经对我有情绪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在网上凑 公司那边就真的要怀疑我了 对不起啊 这件事连累你了 我会再想办法解决的 过些日子 我请你吃饭 挂完电话 封影怒不可遏的骂道 什么东西 还老同学呢 当初吃饭喝酒拿回扣的时候 称兄道弟的 出了事 把脖子一缩 话虽如此 封影还是不得不赶紧想办法解决 青苗集团 可是他们律所最大的客户了 还有连带着与青苗集团 有关系的一揽子企业 如果损失这些 律所的收入 恐怕都要砍去大半 虽然说能拿到一笔违约金 可是生金蛋的母鸡和金蛋塔 还是能分得清的 想明白这些 他当即打电话给助理 通知律所里面的所有律师 带着近半个月处理的案子 半个小时后 马上到会议室开会 不管他们今天有什么安排 通通给我推了 谁要是没来 以后就都不要在律所出现了 助理接到电话 马上安排通知了下去 他自进入这家律所以来 从来没见过封影 生过这么大的气 恐怕今天有人要倒霉了 自己今天要打起120分的精神 免得被殃及吃鱼了 接到通知 全影的律师们 有的疑惑不解 有的满嘴抱怨 还有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不过嘴上虽然抱怨 行动却很诚实 他们中有的 赶紧推掉了和客户的约 有的着急忙慌的 从外面赶回来 总算是在要求的时间之内 聚集了所有人 会上全影开口说 今天早上 我们收到了轻苗集团 和他们旗下多家公司的 解约告知书 轻苗集团对我们律所意味着什么 我想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轻苗集团的突然发难 不会是空穴来风 所以今天把大家叫来 就是要你们汇报一下 自己手里的案子 并且大家集思广益 确定问题出在哪 先从你开始吧 就这样 一直开到了下午一点 所有的律师 才把自己近半个月以来 处理的案子讲清楚了 众人已经机长路路 但没人敢说什么 可是依旧没能找到 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一切都是 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走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来自另一位合伙人的电话 终于指明了问题所在 打听出来了 轻苗集团 已经对几家合作的律所 全部发出了警告 不允许他们与天成 有任何往来 并且要求他们 用自己在业内的影响力 警告其他律所 这次真的是神仙斗法 凡人遭殃 我想 我们这是 踩了天成集团的雷 被轻苗集团杀鸡紧猴了 你赶紧看看 我们跟天成的合作 看能不能及时挽回损失 挂了电话 风影连忙问 我们跟天成集团有合作吗 是谁在负责天成的业务 听到天成两个字 田一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之前他还因为 签下了天成的单子 在同事面前洋洋得意 没想到这么快就爆雷了 他战战兢兢的站了起来 说 天成的单子是我签的 不过一直是 朱继在负责何天成的对接 具体的合作细节 我得问问他 朱继当然不可能 不知道天成的合作细节 毕竟他这么重视 何天成的合作 怎么可能放手 把事情全部 交给新来的实习生做呢 他现在这么说 不过是看风向有变 想把责任 甩给手下的实习生罢了 毕竟死到有不死平到 风影可不管这些 让田一马上把人喊进来 田一为了让朱继少说些 对自己不利的话 因此抢在风影开口前便问道 朱继 我问你 我们何天成有什么合作 合作有什么进展吗 朱继虽然不知道 田一叫自己进来干什么 但是他知道这是 他在大老板面前 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因此 把关于天成的合作细节和要求 事无巨细地汇报出来 殊不知 一口大锅 正由他的上司 亲手悬在他的头上 等着他去背呢 这么说 天成跟我们签约的唯一条件 就是要我们帮忙 打一个医疗诉讼的案子 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风影问朱继 他们没有要求赔偿 只要求 我们把事情闹大 并且把矛头 引向一个叫陈海的医生 朱继回答说 听完这话 风影心里已然有数 恐怕问题的源头 就是这个叫陈海的医生身上 他早上积攒了 一上午的情绪 正无处发泄 田一和朱继正好撞上枪口 因此等散会后 对这两人是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田一这个老油条 急忙认错 并且看似开口 把责任揽上身 其实都是些 无关痛痒的错误 实际上是把锅甩了朱继 朱继因为资历前 只能吃下这个闷亏 为了弥补 风影通知二人 今天晚上和他一起 去找这个医生道歉 如果得不到谅解 他们在律所的生涯 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89章 全影的选择 第89章全影的选择晚上 陈海做完了一天的手术 满身疲惫的往宿舍回去 为了避开大众的视线 陈海特意从医院的侧门出去 选了一条人烟比较稀少的小路 一路上 陈海因为因为戴着口罩的关系 并没有人认出陈海 不过在小区门口的时候 却是被在此酒后的 风影三人 逮个正着 炎热的天气 加上风影三人身上的 半永久西装 额头上的汗水 反射着路口的白色路灯 衬托得此时的三人 格外狼狈 你们有事吗 陈海问道 你好 是陈海医生吗 我是全影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 我叫风影 不等风影把话说完 陈海扭头就走 他对全影的人可没什么好感 如果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 萧运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 不过全影的人 既然能找上门来 说明吴苗苗那边 已经开始行动 并且成效显著 陈医生 麻烦等等 我们这次来 就是来向您道歉的 你有什么不满 或者要求尽管提 请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 风影一边追着陈海 一边说着 陈海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只是冷冷地说道 我不认为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我要回去休息了 麻烦你们让开 说完 陈海就继续往前走 眼看就要进入小区 朱继突然从风影身后冲出来 跪到了陈海面前 陈海吓了一跳 急忙朝着另一个方向 跳开并说道 你这是干什么 赶紧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怎么你了呢 朱继没有起来 保持着跪姿说 陈医生 我知道您在生我们的气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要罚要骂我都认 网上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 天成的那边 也是我在对接的 您有什么火都可以朝着我发 只求您给我们一个解释 和将功赎罪的机会 行了行了 我答应就是了 你赶紧起来 让路人看到 像什么话 陈海原本也没打算 拿他们怎么样 只不过 他们害得自己 在网上被骂了这么久 总得让他们吃点苦头 没想到这个朱继 这么豁得出去 倒让陈海消气了不少 风影文言 连忙做着邀请的手势 对着陈海说道 谢谢陈医生 既然您答应了 那我们上车换个地方谈吧 陈海深叹了口气 就往车子的方向去了 风影愁苦了一天的表情 终于露出了一丝 如释重负的笑 同时也对朱继 这个年轻人 有了深刻的印象 朱继不知道的是 自己豁出脸皮的 这一柜让自己 在全影这家律所 彻底站稳了脚跟 到了地方 风影三人领着陈海 到了他们早早预备下的地方 很快 酒店就上了 满满一桌菜和酒水 等东西全部上汽之后 风影举起自己的酒杯说道 陈医生 这次是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 希望你能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们这一次 作为陪礼 我先自发三杯 见状 其他两个人 眼看也要拿起手中的酒杯 陈海赶忙叫停 我是医生 我不能喝酒 我也不喜欢这些 虚头八脑的酒桌文化 有什么话直说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得准备回去休息了 陈医生还真是快人快语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除了希望您 接受我们的道歉外 还希望您能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清苗集团那边 能不能请您帮忙说说话 我们这小家小业的 实在是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今天这一出 可以说是你们就由自取 与人无由 不过说 到底这件事主谋不是你们 你们也是被人蒙了 原本我也没打算迁怒你们 不过 如果这件事的受害者不是我 而是其他医生 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 所以这事 我必须要给你们一个教训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们能做到的 一定不会推辞 话别说太满 我的要求就是 你们以全影律师事务所的名义 配合我出一份公开的道歉声明 声明里要说明 你们在事实认定 不清的情况下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具体怎么措辞 你们比我专业 这就是我的要求 你们自己决定吧 封影刚刚还信誓旦旦 现在却有些迟疑了 如果陈海提出的是 经济补偿 或者开除律所的人 他都不会有任何犹豫 但是陈海的要求 无疑是切到他的大动脉上了 这份声明一旦发出 对全影多年积攒的名声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答应这个条件 自己恐怕很难向股东 和其他合伙人交代 如果不答应 丢了轻描集团 和其他几家公司的合同 无疑会让律所的收入 下降一个档次 同样无法跟其他人交代 面对这样的抉择 封影不禁陷入了两难 正当封影打算 从陈海这边突破 希望他能换个条件 或者降低要求的时候 就看到陈海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电话特意开了免提 喂 苗苗 是我 全影的人找上门来了 我告诉他们 要他们配合我们出一份 公开的道歉声明 这份声明什么时候出 对全影的施压 就什么时候停止吧 没问题 这段时间 要不要我再加大些力度施压 这话一出 封影的心都被揪了起来 轻描集团 难不成还有后手吗 现在这个情况 自己都有些招架不住 如果轻描集团再继续施压 自己恐怕要被几个合伙人 追着骂了 不用了 就维持现状就好了 我想他们也不该 有其他滑滑肠子的 说这话的时候 陈海还特意扫了眼封影 让封影觉得有种 被猛兽盯着的感觉 挂了电话 陈海也站起身 对着他们说道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你们也听到了 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谢谢你们今晚的款待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封影连忙站起来说 我送送您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可以了 有那时间 不如好好考虑考虑吧 再见 等陈海走后 田一不合十一的开口问道 封律 我们接下去怎么办 封影瞪了一眼田一 随后转过头 去看着门外说 我们还有的选吗 第九十章 意外来客 第九十章意外来客第二天查房 严主任特意带了陈海 一起去看了萧运平 想着能在萧运平 这台手术上 让陈海多露露脸 将来或许能帮上陈海 殊不知 两人之间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严主任问道 最近感觉怎么样 萧总 萧运平笑了笑说 我最近感觉好多了 我妻子都说 我的气色比起之前好多了 严主任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 反倒是陈医生看着 好像没休息好啊 难不成是被外面的那些风言风语 听得一清二楚 陈海反击道 我的一点小事 就不劳萧总费心了 有那个时间 还是应该多休息休息 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才是 同样的 作为医生 我还是要劝您一句 这个时候看太多电子设备 消耗太多您的精力 对您的身体没好处 您把身子养好 严主任才能有更高的把握 替您做手术啊 严主任听出了 陈海和萧运平之间的火药味 不过陈海加入这场手术 本来就是萧运平自己要求的 总不至于自打嘴巴 又把陈海弄走吧 至于他们的关系 严主任也没那个心思去深究 只要不影响手术 随他们去就好了 等严主任查完房 萧运平以陈海 帮自己检查一下的理由 把陈海单独留了下来 等一清场 萧运平对着陈海坏笑道 怎么样 被人网爆的滋味不好受吧 早就提醒过你了 到了我们这个层次 想要弄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医生 简直不要太简单 看你这样憔悴的样子 我也担心 我看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帮我做了手术 陈海嘴角向上翘起 一道优美的弧度出现在嘴角 玩味的看着萧运平说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手段等着我 没想到 只是这样的小儿科式的泼脏水 真是让人失望 我还以为你能给我个惊喜 现在看来也是我高看你了 不过有一点 我倒是没看错你 你的先怜寡耻 又卑露龌龊 和我之前看待你的想法 分毫不差 你 萧运平气得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两只鼻孔一吸一张 额上的青筋 一条条浮出来 陈海又补充道 萧总 我劝你还是萧萧气得好 生气对你的病情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有事最好也别来叫我 严主任才是你的主管医生 看着陈海离开的背影 萧运平也只能大口喘着气 脸红得好像灯笼 两排银牙咬得咯吱咯咯怪响 但就是奈何不得陈海 既然你不仁 就休怪我无意了 拿起自己的电话 就打给了助理 对着电话喊道 你在干什么 马上加大力度 不惜一切代价让陈海低头 出了病房的门 陈海收拾了心情 走进了手术室的大门 一扇沉重的自动门 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 门外嘈杂和喧嚣 与门内的宁静与充实 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 只有当进入手术室 做手术的时候 陈海才能感觉 自己在全身心的投入医学 这样充实而专注的感觉 让他迷恋甚至上瘾 做完最后一台 结肠癌肝转移的手术 陈海收拾完 那位女士转过身 乌黑的长发向上盘起 把头发挽成了一个发际 充分体现出清爽和干练 给人一种女强人的感觉 你好 你是陈海医生吗 不好意思 因为您在做手术 我只能冒昧的来办公室等您了 我是萧韵平的前妻 我叫黎安 我这次来 是想向您了解一下萧韵平的情况 听到是和萧韵平有关的人 陈海当下便打算送客 冤有头 债有主 出于礼貌 陈海还是耐着性的说 你似乎找错人了 萧韵平的情况 你应该去问严主任才对 他才是萧韵平的主管大夫 他的办公室在七楼 不过他现在应该快下班了 你要找他得尽快去才行 女人摇了摇头说 我就是特意来找您的 我想请您喝杯茶 您看方便吗 我想不必了 既然你能特意找上我 说明你对我和萧韵平之间的恩怨 是有一定了解的 而且据我所知 你和萧韵平离婚 闹得并不愉快 甚至这些年都没有来往 既然如此 你还是免开尊口了 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且慢 陈医生 我知道萧韵平针对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我愿意把这一切都告诉你 作为交换 能不能请你听听我的故事 听完故事之后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绝无二话 听了这话 陈海的脚步停住了 思索了一会儿后 他转头对着黎安说 请前面带路吧 两人坐上了黎安的车 一路往郊外开去 到了一家偏僻别致的小茶馆 黎安的车停了下来 到了之后 听服务员的对黎安称呼陈海 才知道 这里是黎安自己的产业 黎安带着陈海 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小房间 房间里面点着不知名的香 这香味既不似梅花 梨花般高洁淡雅 也不似丁香 蔷薇般清凉爽静 更不似百合般复须恼人 人置身其中 仿佛能感觉到 置身自然般的轻松畅快 香的烟气随着热气向上传送 仿佛是一道佛光 接引着迷茫的世人 颇有种大漠孤胭脂的美 陈海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黎安从一个桃色的小茶罐中 取出了一些茶叶 放入了桃制的茶壶中 冲入事先准备的水 待茶汤吸出后 倒入面前的茶杯中 陈医生 这是我自己做的茶叶 请品尝 陈海拿起黎安递过来的茶杯 轻轻的抿了一口 常听人说 一杯上好的绿茶 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 递送到唇齿之间 今天算是见识了 看在这杯茶的份上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愿闻奇想 第九十一章 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上 第九十一章 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上 这个事情转眼 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黎安的脸上露出了怀念的神情 眼神中不经意流出的笑意 告诉着陈海 他对过去的怀念和留恋 我跟肖韵平认识的时候 他还是个机修厂的小职员 我也只是个食品厂的工人 我们俩认识 靠的是工厂和食品厂的一次联谊舞会 那个时候 别人都在舞池里纵情舞蹈的时候 只有他呆呆的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那时候的他 还是个青涩的小伙 眼睛贼溜溜的盯着舞池 但是因为害怕 却又不敢迈出一步 像志刚出潮的小鸡似的 但正因为这样笨拙 而更显真诚的气质 让我在人群中 一眼就相中了他 我主动上前搭话 邀请他跳舞 他那个时候笨死了 跳舞的时候总是踩到我 踩到我之后 又是满嘴的对不起 就这样糊里糊涂的 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那之后 他经常给我写情书 跑到我们工厂楼下 接我下班 故事挺老套的对吧 黎安为了不让眼角的泪珠留下 于是打岔的问陈海 陈海摇了摇头说 不会 我反而觉得 那个时候的爱情更加纯粹 不像现在似的 添加了那么多的前缀 原本我们在交往了一年之后 都已经准备见家长 讨论结婚的事情了 可这一切的计划 都在我生病之后 彻底被打乱了 起初我只是觉得 我只是上火 嗓子不舒服 过几天就好了 可是过了好久 我的情况不仅没缓解 反而还在加重 后来我就去了医院检查 我被医院确诊为 甲状腺随随样癌 医生告诉我 这个病在国内治愈率非常低 几乎跟判了死刑 没什么区别 建议我去国外治疗 我的世界 当时就一下子塌了 我当时满脑子想的 都是我死了 我的父母怎么办 我要怎么跟我的父母交代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 三十块八毛 他的工资三十八块六毛 我们两家算不上多富有 可也能混个吃穿不愁 可是想出过治病 还是太奢侈了 我当时一个人 我一个绝望地走在大街上 漫无目的地走着 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尽管是初下的正午 烈日当头 我还是觉得一阵阴森森的寒气 顺着脚底 一阵阵地往心口窜 我击凌凌地打了个寒颤 心里恐惧到了极点 恨不得马上插上一对翅膀飞走 黎安说着这一切的时候 忍不住用右手 抓紧了自己的左手手腕 可见当时的事 给他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 他调整一下呼吸后 继续说道 我害怕面对这一切 我害怕萧韵平在知道我们病情后 会离开我 我害怕我的父母 为了给我治病花去他们所有的积蓄 我更害怕 他们花去了所有之后 得到的依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果 因此我退缩了 在一个下午 我给我的父母和萧韵平 分别留了一封遗书后 就找个地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是机缘巧合 那天他正好因为有事提前下工 因此也提前看到了 我给他留的那封遗书 他发了封拼了命的找我 逢人就问有没有见到我 最后搞得全场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一起出洞找我 最后还是他在我们曾经去过的那片山林里 找到了崩溃的我 韵平 我们分手吧 我不能连累你 对不起 浪费了你这么长时间 还没结婚 就要你陪我经历这些 将来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 我也会在天上祝福你们的 不 我不要别人 我只要你 你就是最好的 不管遇到什么 我们一起面对好吗 不就是病吗 咱们一起去治救世了 也许是我们这儿的医生水平不够 我们再去省城里找医生看 城里不行 我们就去国外 总有办法的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对不起 我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勇敢 我不敢面对这一切 我害怕做了一切的努力 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之后 得到的依旧是绝望 我害怕久病床前无孝子 你会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放弃我 我更害怕 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整天以泪洗面 不能好好生活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就拖累你们这么多人 你就让我安心地走吧 三月二十日 亲爱的安安 不知你是否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离你越来越远 但思念却越来越浓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但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四月六日 昨天我走在街上 看见了一个人的背影 像你一样迷人 一样美丽 恍惚间好像看到了你的身影 但当我意识到 那个人不是你的时候 我的想心像被扎了一刀子的皮球一样 泄了气了 四月十五日 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也想我 请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 你在看月亮的时候 我也在看你 四月二十一日 从前的我总是害怕变老 但有了你 我却开始期盼和你一起变老 那时的我们应该已经退休 我们的孩子应该也已经成家 或许我们也有了孙子和孙女 但我却不想让他们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因为陪着你 就是我想做的一切 五月十二日 这些我们写过情书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 永之不忘 我一直想着等我们老了之后 坐在门口晒着太阳 你靠在我的怀里 我把这些情书慢慢地读给你听 说起这些往事 离安的情绪再也藏不住了 眼圈也湿润起来 有两抹雾气在眼中凝聚 终于变成两滴泪珠 沿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 他醒了鼻子 站起身 走到窗边打开窗 让夜晚的风顺着他的脸颊吹过 带着那些不欲为外人知的悲伤 但过往却如同脸上的泪痕一般 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即便如何遮掩 依旧能够一眼被人看穿 想不到萧运平还有这样的一面 后来呢 等离安的情绪稍有缓解之后 陈海问道 第九十二章 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下 第九十二章 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下 离安坐回座位 给陈海和自己续上茶后继续说道 后来我就跟着他回去了 可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爸妈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的爸妈在知道我化癌之后 逼着他和我分手 甚至不惜说出了 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话 可他为了我不惜和家里决恋 从家里搬到了工厂宿舍 当时他的行为 不仅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甚至工厂 都因为这件事的影响警告过他 可他说宁愿放弃工作回乡下种田 也不会放弃我 后来更是为了带我看病 借便了所有能借的人 便卖了所有的财产 只为了给我凑齐看病的费用 可换来的 却只有一次次的失望 在我一度想要放弃的时候 还是他在顶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反过头来安慰我 终于黄田不负有心人 在我们跑遍了省城的医院后 终于有家医院告诉我们 深户的一家医院 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让我们去深户碰碰运气 那天我们俩高兴坏了 可是钱却成了最大的难题 当时借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要去深户的医院看病 谁也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 可是第二天 他就拉着我 买了最早的一班火车票 到了深户 后来我才知道 他为了弄钱 回去找了他的爸妈 在门外跪了半宿 才跪得他的爸妈心乱 给了他钱 到了深户的医院 医生告诉我们 他们是全国目前 唯一能做这台手术的医院了 但是我的喉部和气管 已经被完全侵蚀 手术的风险非常高 而且可能需要切除咽喉 当时的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失去声音 失去说话的能力 又是他带我到附近的小公园散心 在我身边安慰我 如果我以后都说不了话了 那他以后就做我的嘴 怀揣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 等我醒来之后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忍不住哭了 我知道老天还是没有放弃 我让我活了下来 当时我就发誓 要用一辈子 还眼前这个男人 对我的不离不弃 后来 他在医院的病房里 单膝跪地向我求了婚 我答应了 那时候我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那你们后来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陈海轻生的询问离安 刚结婚的时候 日子过得很苦 家里因为给我治病 变得一穷二百 还欠着一大笔外债 但是我不怕 只要有他在我身边 再多的苦我也不怕 我们除了本职工作外 下了班还去摆摊卖宵夜 那时候是真的累 可日子也是真充实 再后来 萧运平开始创业 几次起落之后 事业逐渐有了起色 我也辞了职 全心全意地 在家打理好家庭 让他可以没有 后顾之忧地打拼 之后 孩子出生了 我就把注意力 大部分都给到了孩子 疏于了对他的关心和照顾 起初他也能体谅我 可渐渐地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对我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我们之间的话 也是越来越少 基本上就是大眼邓小眼 我说一句 他回一句 我跟他聊孩子 聊生活 他跟我聊企业经营 我们俩连共同话题都很难找到 最后 他连家都很少回了 等到我发现 他和自己的秘书 笑着逛街的时候 被我遇到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是时候退出了 他也没有亏待我 把财产留了一半给我 孩子也留在了我的身边 陈海问黎安 你恨他吗 黎安摇了摇头说 如果没有他 也不会有现在的黎安 我对他用不上这个字 我只是经常会想 如果当初 我没有选择退居家庭 而是选择和他一起打拼 事情的发展 会不会有所不同 没想到四十年那么长 长到可以彻头彻尾地 改变一个人和他的梦想 你今天特意找我来 是为了让我出手 替他做手术吗 是的 虽然听起来很讽刺 前妻为了给出轨再婚的前夫 讨一线生机 来找和前夫 有过节的医生做手术 但这确实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不管在你们的眼里 肖韵平是个怎么样的人 但在我眼里 无论他怎么变 我永远记得他最本真的样子 我不是在想办法 就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资本家 我只是想救 在我心底的那个 为了我 不惜对抗全世界的那个他 你能帮我吗 陈海拿起茶杯 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 随后起身对着黎安说道 对不起 我办不到 你的故事很感人 你的讲述也很真诚 但是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肖韵平和我之间本无仇怨 我更算得上是 曾经救过他一命 他不思回报就算了 反而恩将仇报 断了我进医院的可能 如今患病 为了逼我出手 更是不惜颠倒是非 败坏我名誉 我不是圣人 于情于礼 我都没有出手的理由 严主任是个技术高超 且对患者不遗余力的医生 他会比我更适合 至于肖韵平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你要愿意说就说 要是不愿意说 就当是我来你这儿喝了你杯茶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看着陈海离去的背影 黎安还是叫住了陈海 等等 让你的同事们 近期在医院出急诊的时候小心险 还有听说你有个同学在医药公司上班 肖韵平可能会对他们下手 谢了 陈海顺着楼梯走出门 心想肖韵平的无耻 甚至比陈海想的还要没有下线 看来肖韵平这是 看自己这边不好突破 开始转移目标 打算从自己身边人下手 逼自己妥协了 既然这样 自己也没什么好在意的了 他拿出自己的电话 打给了吴淼淼说道 淼淼 时机到了 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 第93章 陈海的反击 第93章 陈海的反击几天过去了 陈海依旧忍受着被网友追着痛骂 而没有为自己辩驳 因为他知道 网上的这些人 只是借此在宣泄情绪 或者自诩站在正义那一方 居高临下的指责 至于事实真相是怎么样 他们根本不关心 即便是他明知道 一堆人会留言骂自己 他还是忍不住去看网友的评论 其中最多的 就是骂陈海没有医德 见死不救 这些陈海都有些麻木了 他也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骂自己 他真正在意的是 那些比较偏激的网友 上纲上线 无差别攻击 骂医院包庇纵容 唯利是图的 更有甚者骂到了 陈海母校的头上 说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 能培养出这种学生的学校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建议严查 不过还是有几个民事里的人 就是论事 想要替陈海说几句话 不过也被牵连 被跟平骂得体无完肤 你收了医院多少钱 让你这样媚者良心说话 你说的好像自己当时在场一样 谁不珍惜自己的命啊 要是医生好好说 患者能这么走了吗 我看就是因为 没有给医生塞红包 医生才不想管的 明显是拥医水平不够 害死了病人 这样类似的评论 简直不要太多 陈海关了手机闭目养神 虽然他也劝自己 不要管那些外界的评论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的生气 这两天 他不断接到老师和其他朋友 关心的电话 说的都是让他放宽心 别在意的话 听得他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他唯一担心的是 父母看到这些网上的疯言疯语 而担心自己 甚至因为自己被旁人说闲话 这么煎熬着过了几天 终于等到了节目播出的那时候 这期节目的播出 仿佛一记核弹一般 将原本平静的评论区 又掀起了一场波澜 不过这次的评论 大多都是向着陈海和医院的 认为他们的处理合乎常理 整个事情本身是个悲剧 不应该只看结果 就苛责医生 我就想看看 那些原本上窜下跳的人 现在是什么表情 原本那些说什么 没有人会不拿自己的身体健康 当回事人呢 怎么不说话了 你这节奏带着飞起啊 人家视频都放出来了 你还在这死鸭子嘴硬啊 前几天每个视频下面 都有帮帮失去丈夫的无助妻子 和失去父亲的可怜儿女的词条 看的人都尴尬 风向的转变 除了要归功于节目组 有心的剪辑引导外 还要归功于吴苗苗 找的一群网络水军刷评论 再加上原本就站在陈海这边的网友 憋了一肚子闷气 如今终于有机会反击 自觉的成为了陈海这边的代言人 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 风向一变 原本那些看热闹的墙头草 自然也就变了态度 掉头攻击起了那些没弄清事实真相 就胡乱带节奏的人 希望借此洗脱自己的污点 原本那些对这件事情侃侃而谈的新闻号们 也掩齐息骨 删了文章 做起了缩头乌龟 除了一些还在嘴硬的降肿 还在辩解外 评论区甚至已经看不到什么 对于陈海的负面评论了 眼看时机成熟 全影那边也适时地补上一脚 说自己因为委托人的一面之词 发布了不实言论 误导了大家 表示歉意 在取得当事人的谅解后 现在将作为陈海的代理律师 对网上发布的不实言论 以及对陈海个人的谩骂侮辱 将提起诉讼 这个时候 医院和医疗从业人员都站出来力挺陈海 要求建立一套保障医疗从业人员权益的制度 这样一套组合拳之下 陈海算是被彻底洗白 甚至还被不少网友盛赞专业 更为关键的是 死者的妻子 由于承受不住网上的压力 在媒体面前说出了 他是受天成集团窜多的 背后使坏的天成集团 也就被摆到了明面上 网上铺天带地的 都是对天成的谩骂 天成的股价硬生下跌 天成这也算是自食其果了 肖韵平看着网上那些调转枪头的评论 气得把手上的玻璃杯砸到了墙上 没想到 自己苦心安排了这么久 被陈海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 自己还反惹一身骚 天成是自己的子公司 可是这几年发展起来 之后就渐渐不受控制了 颇有些将在外军令 有所不受的意味 自己这次凭着母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强行要求天成 协助自己陷害陈海 但是天成内部反对的声望一直很大 这次算是给了他们一个借口 让他们脱离母公司的掌控 之后 想要重新收回实权 更是难上加难 一想到这些肖韵平 就无比头痛 但最让肖韵平介意的 其实还是自己之前 对陈海说的那些威胁的话 现在看来 完全成了笑话 想到这些 怎么会让陈海这么轻松就脱身了呢 现在倒好 你找的律所和当事人直接反水 天成反倒因为这件事 受了这么大影响 李助理 董事长 这件事我查过了 全影律所和当事人的反水背后 都有青苗集团的影子 而且青苗集团也在背地里 按戳戳的封杀着天成 正是因为他们的插手 才让我们的谋算落空 青苗集团 青苗集团怎么会突然插手 是天成和青苗集团之间 有什么纠纷吗 李助理否认到 我查过了 天成和青苗的业务范围 虽然有部分重合 但双方之间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矛盾 甚至双方在各种场合之间 还有些合作的意向 这次青苗集团插手 应该和天成无关 既然和天成无关 那就是陈海请来的救兵了 以天成集团在精华的影响力 我们想和他们在精华硬碰硬 恐怕是行不通的 我们之前计划的针对陈海的计划 恐怕是很难奏效了 我们还要继续吗 既然知道没有用 还继续做什么 现在的他正在风头上 再做些什么 也翻不起什么风了 说不定还会反过来 为他的势头添一把火 况且已经知道 青苗集团在为他保驾护航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或者与青苗集团彻底交恶的决心 想要真的让他伤筋动骨 已然不可能 要想让他妥协 只能是另寻他法了 第94章回急诊 第94章回急诊一大早 陈海辈就被叫到了林院长的办公室 陈海推门进入办公室的时候 林院长正在和电视台的领导通着电话 电话的内容无非是感谢电视台 这次邦医院和陈海做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并且跟电视台保证 会更加用心的配合电视台的工作 见陈海进来 林院长挂掉了手里的电话 对陈海说道 陈海 这次的风波算是过去了 不过这次的教训 你要引以为戒 以后的医疗行为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不是每一次都能那么幸运的化行为夷的 记住了吗 谢谢林院长指点 我记住了 林院长点了点头后 又继续对陈海说 急诊的石主任那边 也跟我说了好几次要让你回急诊 我看了下 你今天也没拍什么手术 你正好找严主任交接一下工作 就收拾收拾 就回急诊找石主任报道去吧 不过 严虽然回急诊了 埔外的事也不能耽误了 要把萧韵平的那台手术放心上 免得再被人抓住什么把柄 我明白了 谢谢林院长 没其他事 我就先回去了 回了埔外科的手术室 严主任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 林院长怎么说 陈海 严院长说没事了 让我准备回急诊 严主任叹了口气说 跟我想的差不多 你这次能化险为一回急诊 我是既高兴又失落 高兴的是你终于能摆脱那些麻烦 失落的是你又要离开了 我以后手术又少了个得力助手 陈海笑着安慰道 别那么着急嘛 严主任 我又不是去了急诊 就不回来了 再说了 我这急诊轮转完 变得更厉害 才更能帮上你啊 行了吧 你少给我惹点麻烦 我就谢天谢地了 科里的活儿 你跟小郑交接一下吧 记得萧韵平的手术 排在这周末了 记得那天养足精神 嗯 我记住了 那严主任 我就先走了 再回急诊前 陈海专门去了一趟萧韵平的病房 萧韵平似乎对陈海的到来 并不感到惊讶 稳稳地靠在病床上 等着陈海开口 陈海说道 萧总 这几天身体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萧韵平怂怂肩说道 没什么不舒服的 严主任的确是技术高超 我在这儿睡得比之前要好多了 倒是陈医生容光焕发 气色比之前好多了 想必是觉得 胜了这一局 名声大显 吃饭睡觉 都比之前更香了吧 当然了 自己身上被人泼的脏水 被洗干净 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 不过更令人高兴的 还是医院这边 答应让我回急诊了 我也可以回归正常的实习生活了 你今天就是特意来跟我说这个的吗 没错 眼看您的手术日期 一天天地临近了 我这都要回急诊了 您要是有事 找不找我可怎么办 我当然要特意来跟您交代清楚了 是吧 陈海的头微微抬起 眼神直视着 躺在床上的萧韵平 样子像是一只获胜的斗鸡 看着满身是伤 整理羽毛的对手 萧韵平撇了撇嘴说 陈海 这次是我奇差异着 但是我请你做手术的决心不会变 你等着接招吧 好 我等着你的下一次出招 走在回休息室的路上 陈海只觉得无忧一身轻 推开休息室的大门 陈海大喊 兄弟们 我胡汉三又杀回来了 可是并没有陈海想象的那样 被热烈欢迎 大家只是抬头看了眼陈海 然后就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陈海不解的问道 怎么了 你们这是一个个垂头丧气 扫眉搭眼的 我回来 你们不高兴吗 姚树文歪过脑袋告诉陈海 早就知道了 石主任一早就告诉我们了 不是我们不想给你办个正经的欢迎仪式 实在是石主任那边的功课时间太紧了 我们都忙着完成任务呢 对了 石主任让你回来 之后马上去找他 行吧 那我就先不打扰 你们了 我先去找石主任了 陈海又到了急诊找石主任 石主任正忙着做抢救记录 见陈海进来 石主任抬起眼睛 瞥了一眼陈海后 又继续敲起了键盘 一边做记录 一边对陈海说 回来了 怎么样 这些日子在手术室 手术室你还不知道 我在哪儿 也就只能拉拉钩 扶扶镜子 你是不知道我这些日子 有多么怀念在急诊的日子 得了吧 我可是听严主任说 你这些日子 在手术室跟器械护士和其他医生打得火热 都有些乐不思数了 而且你在手术室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拉个钩 听说严主任已经把开关腹 和胆囊切除之类的小手术 全部交给你了 这可不是一般实习生有的待遇 严主任这是 把你当他的关门弟子 在倾囊相授呢 严主任对我好 我当然不会忘 其实也不仅是严主任 对所有教过我的老师 我都是真心的心怀感恩的 行了 别耍拼嘴了 既然回来了 就赶紧帮科里干活去 科里一堆事呢 急诊的那些东西 你都没忘了吧 当然了 要是这么几天 就把学到的东西全还给您了 那我还做的什么医生 不过话说 其他医学生 不是已经被派到急诊帮忙了吗 为什么科里还会缺人手呢 别提了 那帮医学生 不知道是在院里派来帮忙的 还是给我添乱的 一天到晚不是这个有问题 就是那个不知道 带着他们收病人 比我自己收病人还累 这些账我可是全部都记在你的头上 你要是敢给我掉链子 恕罪并罚 看我怎么收拾你 时主任 您这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 他们犯的错 您找他们去啊 记在我头上算怎么回事了 你还说 要不是你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能连个帮手的人都没有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我把这笔账进你头上 你去科里干活还债 要不这帮医学生你来带 我去科里干活 你自己看着办 别别别 我去干活还债总行了吧 您消消气 第95章 事理表彰 上 第95章 事理表彰 上 这天上午 陈海父母如同往常那样 早早的起床准备工作 即便是陈海给他们寄了一笔钱 他们还是改不了早起工作的习惯 陈海的妹妹 因为是周末不用上课 还躺在床上休息 没想到临近出门的时候 村里的村长和村之书 着急忙慌地跑到陈海家里 拦住了陈海父亲出门 陈海父亲说 村长 之书 你们俩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通知医生 早知道你们来 我就让孩子他妈买点菜 来招待你们了 你们先坐着 我去市场聚聚就会 村之书急忙拦道 老陈 你别忙了 我们今天一大早来找你是有正事 你赶紧收拾收拾 一会儿市里和县里的领导 要到你家来拜访你 拜访我们 我们和市里的领导 扒杆子打不到一起 他们为什么要来看我们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早上临时收到县里的通知 让我做好接待的工作 这不 我天不亮就往你家赶 好在紧赶慢赶是赶上了 可我一会儿还得上工呢 村长轻皱着眉头说道 老陈 市里的领导专程来看望你 这是多大的荣誉啊 你怎么这个时候 还想着要上工吗 陈海父亲瞪着无辜的双眼 对着两人说 工地里的活还没干完呢 我今天要是不去 工地里去人手耽误了进度 那可不行 我答应了人家 临时不去 至少也得知会人家一声吧 村长对着陈海父亲摆了摆手说 你不用管了 工地那边我会去打招呼的 我保证没有人会说你一句闲话 代表全村接待市里的领导 这是村里给你的任务 你可不要这个时候掉链子 否则丢的 可是我们全村人的脸面啊 听完这话 陈海父亲原本不安的心 终于地放了下来 他问道 那行吧 接待领导 我要准备什么吗 不用你准备什么 村里已经都准备好了 你只管把自己和家里 收拾干净利落些 换身体面点的衣服 安静在屋里 等着就是了 什么事啊 一大早的就吵吵嚷嚷的 睡梦中的陈兴 被爸爸和村干部的交谈吵醒 披散着头发 挠着头出来了 村长看到陈兴说 陈兴来得正好 你爸妈都十字不多 一会儿 我把接待领导的注意事项给你 你好好跟你爸妈说说 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 领导 什么领导啊 村长不耐烦的说 哎呀 我刚刚已经跟你爸爸说过一遍了 你问问你爸爸吧 我那儿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呢 县里临时通知 搞得村支部都手忙脚乱的 我先走了呀 你们抓紧时间准备 来都来了 吃完早饭再走吧 陈海妈妈拿着筷子 从礼物出来 邀请两人说 村支书摆了摆手说 不吃了 不吃了 时间来不及了 记住我跟你说的事啊 牧送村长和村支书离开之后 陈欣问道 爸妈 什么事啊 为什么市里的领导要来看我们 我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哎呀 不管了 反正不会是什么坏事 你们也别跟这儿处着了 赶紧吃饭 吃完饭 把之前从城里买的衣服 拿出来换上 你看看你们 头发跟着鸟窝似的 没过多久 天就大亮了 是领导要来村里的消息 也跟长了腿似的 传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 各家都积极地准备着 对这个小山村而言 是一级的领导 已经是来过的最高级的领导了 因此 每一家都不敢有所懈怠 村口 村里的干部早早地等候着领导的坐驾 陈海一家人 作为这次的主角 和村里的干部站在了一起 村口的迎兵队伍拉得老长 村里的民乐队也被拉来成场面 鞭炮和红毯早早就背下了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远远的 村口前去 打探的人边跑边喊道 来了 来了 车子即将到达的时候 鞭炮也被点了起来 这阵仗向极了村里大婚迎接新人 伴随着鞭炮的声音和乐队的演奏声 领导们从各自的车上下来 并汇聚到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小队伍 村长和村支书 急忙拉着陈海父母和陈欣上前说道 欢迎各级领导来我们村视察指导 各位领导这次能来 真是让我们这个小村子 同壁生辉啊 村干部们有心了 不过我们这次可不是主角 我们这次来也是 陪着这位著名的大企业家的代表李助理 来给你们的村子送一份大礼的 李助理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东家村了 也是陈海医生的故乡 不愧是陈海医生的故乡 果然是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 难怪能生出陈海医生这样的人物 对了 陈海医生的家人在吗 如果陈海在这的话 肯定第一眼就能认出 这个李助理 就是一直待在萧运平的身边的那个人 不知道他知道 萧运平的手下这样夸自己 会是个什么表情 在的在的 老陈 快来快来 村之书一边冲着陈海一家人招着手 一边催促陈海一家人来到了队伍的前方 村长指着他们说 李助理 这几位就是陈海的家人 这两位是陈海的父母 这位是陈海的妹妹 李助理急忙上前 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上下摇晃着说 叔叔阿姨 你们好 你们就是陈海医生的父母吧 果然是精神绝朔 低调质朴 难怪能培养出陈海医生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 我这次来 就是特意代表我们的董事长 萧运萍来感谢二位的 临行前 萧董事长特意让我带上了这张锦旗 以此来感谢陈海医生 对我们董事长的照服 请你们务必要收下 说着 李助理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 拿出了一个锦盒 打开锦盒 里面有着一面绣工精致 材料考究的锦旗 展开锦旗 上面赫然绣着怀旋湖济世之人心 行救死扶伤之善事 第九十六章 事理表彰 下 第九十六章事理表彰 下 陈海父母哪见过这阵仗 一下就愣在原地了 近一时间没接过那面锦旗 下面的人 一听事理来的领导 是为了给陈海送锦旗 当场就在下面炸开了锅 听到了吗 人家事理领导 是特意来找阿海的 还是阿海有出息啊 能接触到这么大的领导 我早就说当医生好 天天做办公室 挣得多还轻松 小宝 你要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也去当医生 知道吗 看陈海父母都呆愣在了原地 村长连忙跑到陈海父亲身边 用手戳了戳陈海父亲 这才把陈海父亲 从愣神中抽离出来 老陈 干什么呢 赶紧接过来啊 哦 感谢 感谢 说完 双手从李助理那接过了锦旗 村民们也都凑上前去 拿过锦旗左桥右看 一边对着陈海父母恭维道 陈海妈 恭喜啊 阿海在外面有了出息 以后啊 你们就可以享福了 对啊 打小我就看阿海 这孩子不一般 是个做大事的人 你看他那手 纤细修长 白白嫩嫩的 就不是干活的手 天生就该是握笔杆子的 李助理对陈海父亲和村子 其他人的反应非常满意 反应越大 他这次来的意义就越大 他这次来为的就是造势 利用村子的舆论 和陈海父母的反馈倒逼 陈海妥协 他也是吃准了 陈海不会把他在医院的真实情况 告诉父母 才会有此一计 既然第一步已然成功 那么也该继续下一步计划了 叔叔阿姨 这次我来 除了给您送锦旗之外 我还给全村人都带了一份礼物 为了感谢陈海医生 我们董事长已经决定 在这开办一家医院 并会请来市里的大专家前来坐镇 这样大家以后看病 就不用再跑到省城了 真的吗 太好了 这可真是件好事 以后咱们就可以在家门口看病了 这可得多亏了陈海 村民们一听这话 自然是欢欣鼓舞 可是是领导们的脸色 却不是那么好看 反倒像是愁容满面似的 他们虽然预先知道 李助理这次来 就是带着答谢陈海 来他们这建医院来的 可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打算在陈海的村子里建医院 而且还这样 当着村民的面就宣布了 要知道建一家医院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中关系到土地的批划 配套设施的建立 相关人才的引进 和医院带来的人口聚集 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原本在他们的计划中 他们是要努力说服李助理 把医院建在市里的 这样一来 这件事就可以算作他们的政绩 但是 如果只是把医院建在村子里 虽然就从属关系来说 对他们来说 这也是不俗的政绩 但相比于直接引进到 自己直接管辖的市区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于是 市里的领导 悄悄凑到李助理的耳朵边说 李助理 你看看在村里建医院的决定 要不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村里可不比市里 一应的配套设施 都是齐整的 缺什么再见也方便 蔡副市长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个传话的 这个决定是我们董事长下的 我只是执行他的命令罢了 如果市里有什么提议 可以再跟我们董事长去商量 我们董事长一定会考虑市里的决定的 市领导怎么可能听不出 李助理话里的意思 这是明摆着 拿萧韵平来堵自己的嘴 看来这件事的转机 要先说服县上村里的干部 再联系上这个陈海才行 村长看事情 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 于是开口道 各位领导一路舟车劳顿 先到村办公室休息休息 吃个便饭吧 李助理连忙摆手道 不了不了 不麻烦了 我这次来 就是特意来送东西的 既然目的已经达成 我就要赶紧赶回去了 董事长那边 还有好多事 等着我去干呢 婉拒了村长的邀请之后 李助理又特意跑到 陈海父母面前说 叔叔阿姨 我公司那边还有些事 我就先走了 东西和话我已经带到了 麻烦你们跟陈医生说一声 要不他和董事长 该怪我办事不利了 这就走了吗 留下再做做吧 最少吃个便饭再走 哪能让你们带着礼物来 空着肚子回去呢 这样传出去 人家该说 我们不懂规矩 带门客人了 李助理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 阿姨 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 我这趟能来咱们村子 这样山清水秀的 好地方出差 高兴还来不及 如果不是陈医生 和董事长在等我的消息 我肯定是想 舔着脸的能留多久 就留多久的 嗨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不就是阿海在等消息吗 这样我打电话给他 跟他说一声这样 你不就可以多留一会儿了吗 听了这话 李助理的脸 像是盛开的昙花一样 顿时没开眼笑说 阿姨愿意帮忙 那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这样会不会 太麻烦陈医生 陈医生现在应该 还在医院上班吧 没事 不就一个电话吗 在忙接个电话的时间 总是有的 你等着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在急诊处理室青窗的陈海 不知道 一张针对他而来的大网 已经铺开 清理完眼前这个病人 陈海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阿海啊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 李助理和市里县里的领导 来给你送景旗 还说 要在咱们村里建医院 我说要留人家吃饭 人家非说 要回去 给你和领导回话 你说 咱能让人家空着肚子回去吗 你看能不能跟那个领导说说 让他在咱们这儿吃个便饭 休息一下晚点再回去 景旗 什么景旗 医院又是什么 是谁来咱们家送的景旗 陈海问道 电话那头传来李助理的声音 陈医生 是我啊 我是萧总的助理 我们之前在萧总的病房 见过面你还记得吗 我这次是接到了我们萧总的指示 来给你送景旗的 为了给您一个惊喜 就没有事先通知您 真是不好意思 第97章 妥协 第97章 妥协陈海一听这声音 就已经猜到 对面的人是谁了 陈海思考了一会儿 就想到了 萧韵平 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这是摆明了 想要用这些外界的公围 把自己架着 登高一跌重 逼得自己不得不替他做这个手术 他这样明刀明枪冲着自己来 自己这一时半会 还真想不到 什么应对的方法 正思考着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催促声说 阿海 你在听吗 妈 我在听呢 没事的 我会去跟他们领导去说的 你就让李助理安心留下吧 虽然陈海不愿意收下 萧韵平给的好处 但说什么 现在这个时候 也不能让妈妈在村里人面前丢脸 因此 也只能先印下这些再做处理 哎 好嘞 李助理 你也听到了 这下 你总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 那是当然 阿姨盛情邀请我 怎么能不留呢 还是阿姨有本事 能教出陈医生这样 有本事又体谅人的好衣裳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好 都是阿海自己肯努力 又有老师们栽培 和领导们的赏识 才有他的惊天 这个时候县里的领导插话说 阿姨 您就别谦虚了 陈海能学有所成 现在还能回馈村子 这和您和陈海爸爸的辛苦付出 是分不开的 对了 陈海的电话能给我一个吗 将来县里如果有什么荣誉 我们也好联系他 当然了 他的电话是173 另一边的陈海 趁着午休的时间 去到了萧韵平的病房 病房的护士 正在给萧韵平抽鞋补业 见到陈海说道 陈医生 你来了 来看病人吗 陈海点了点头说 对 这不是 马上要做手术了吗 我来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护士笑着说 那你先忙吧 我先出去了 护士带上门之后 陈海对着萧韵平说 是你派了人到我老家 去演那么一出的吗 萧韵平艰难的爬起身说 怎么样 这次没让你失望吧 是领导做赔 一家医院为理 全村轰动 这样的排场够大了吧 陈海肯定的说 说实话 我确实没想到 你会搞这么一出 确实是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但你不会觉得 这样就能让我妥协吧 虽然说 一家医院的建设成本 不是我一个小医生 能负担得起的 但是如果你出而反而 大家也只会觉得 是你食言而肥 关我什么事 而且市里的领导 也不会允许 你这样戏耍他们吧 你这么想 还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对人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你想的太简单了 我这次之所以 要这么大张旗鼓的 做这么一出 就是要让大家 把你我捆绑在一起 建议院的这个承诺 就变成了我们 共同的承诺 当一块大蛋糕出现的时候 蚂蚁们不会在意 这个蛋糕是怎么来的 他们只会想着 怎么分到更多的蛋糕 如果这时候 蛋糕被拿走了 蚂蚁们会彻底陷入癫狂 对所有人群起而攻之 相信这个时候 你们村子里的人 乃至市里的人 都已经在盘算着 怎么分蛋糕了吧 如果这个时候 我突然撤资 他们根本奈何不得我 你猜 他们到时候 会把怒气朝谁发 至于市里的领导 他们现在巴不得 我把医院建在市里 估计这会儿 已经再想办法了 只要我把原本打算 建在村子里的医院 转到市里 你觉得 他们会说什么吗 陈海尽管已经想到了 萧运萍此次的目的 但轻而听到 萧运萍算计到了 自己最珍视的几人头上 还是强装镇定地说 就算你突然撤资 我也有办法填上你的窟窿 萧运萍按着自己的肚子 表情略带痛苦地说 那是当然 以轻苗集团的实力 只要他们愿意帮忙 想必再多捐几家医院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你别忘了 南方是我的地盘 就像轻苗集团在京华 他出面保你 我没有一点办法 同样在商周 我才是老大 轻苗集团 就算是要跟我作对 那也是鞭长莫及 只要我不答应 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在商周动不了功 况且 就算是我阻挠不了轻苗集团 影响几个人 还是办得到的 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妹妹 陈海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气 要是我的家人 因为这件事受到一丁点波及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萧运平眼看手术日期 马上就要到了 不想和陈海闹僵 自己已经占了上风 陈海又在气头上 因此与其缓和了下来说 我当然不想 这件事波及到别人 甚至 如果不是情势所迫 我也不希望与医学界 未来之兴起冲突 但我这个人太惜命了 我不能拿自己的命去赌 哪怕只是几个百分点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这对我们双方来说 是件双赢的局面 说实话 给原本萧运平做手术 他其实最多也就是心有芥蒂 但如果情况真的到了 他不得不出手的时候 看在一条命的份上 看在严主任的份上 看在医院的份上 他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因此 萧运平所做的一切都是 自己在下自己罢了 但是萧运平如今把算盘 都打到自己家人头上去了 陈海不可能再无动于衷 他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心情说 既然你非要我出手 那我就试试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我不是神仙 我没有办法保证 你的手术必定成功 术后不会再复发 如果你那时候 还想再摆摆手腕 我随时奉陪 还有 让我主刀的事我没办法提 这件事 你自己想办法 但是不能伤害任何人 行 我都答应 只要你可以出手 无论最终结果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找你麻烦 严主任那边 我会想办法 保证 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说完这些 陈海交代了些手术细节 便离开了 萧运平在病房里无比得意 心中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在病房外 一个身影将他和陈海的交易 听得清清楚楚 他深邃的双眼 仿佛黑夜中的蝙蝠 双手紧握 水晶美甲深深地嵌入了手里 脑中似是在盘算着些什么 第98章 紧急会议 第98章紧急会议 李助理来商周的当晚 商周的市领导们 就紧急召开了会议 原因无他 就是为了萧运平承诺的 医院建制的问题 同样参与会议的 还有龙南县里的领导们 不过他们的心思 可不是和市里的领导一条心的 对他们来说 怎么让萧运平的意愿 尽快落地 才是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不过还有些不知所以的领导 接到命令的时候还在问 出了什么事情了 现在可都已经是大晚上的了 这得出什么大事 才能惊动市里领导 临时决定在晚上开会 估计现在龙南县的领导 得把车子开飞起来 才能赶上会吧 甚至还有不少人 动用和市里的私人关系 打听着这次会议的目的 但得到的答案 都是笑而不语 惹得不少人在电话里抱怨连连 等最后一人到达 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钟了 会议也正式开始 副市长首先发言 这次这么晚把大家叫来 主要是为了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萧氏集团决定在咱们这儿 投资一家医院 副市长用清晰的口吻徐徐道来 向众人宣布出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话刚出口 除了几位今天跟着副市长 一起去了的领导 早已知晓这一星期外 其他的领导们各个目呆口渣 不顾场合的在下面议论了起来 萧氏集团怎么想到 来我们这儿办起医院来了 这事儿不会是个乌龙吧 按理说 就算是萧氏集团想要办医院 也应该找个更近的 或者更有实力的城市吧 这事儿如果是真的 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啊 副市长似乎对大家的反应有了预料 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大家都安静一下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是满心的疑惑 但我可以保证 这件事儿绝对是真实的 至于原因 大家还记不记得龙南县的高考状元陈海 他现在当了医生 萧氏集团就是因为 他给萧氏集团的董事长看好了病 为了感谢他 这才决定在我们这儿投资一家医院 龙山县教育局局长跳出来说道 这就难怪了 我记得他应该是叫陈海吧 当年他考上了京华大学的时候 在县里可是造成了一波小轰动 我还亲自到他家慰问过 还给他颁发了奖学金呢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当年的青涩小伙 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了 更难得的是 还能反哺家乡 真是难得啊 众人连连称事 这时卫生局的领导笑着说 不知道萧氏集团选址是在哪 我们也好 早和土地规划部门商量一下 怎么给他们提供些便利 副市长这个时候 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说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 萧氏集团的意思 是想把医院的选址 定在陈海的老家东家村 市长 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东家村地广人稀的 交通又不发达 配套的设施几乎没有 这怎么能承接建设医院 这样的大事呢 你要说搞点农副产品加工 那还有点可行性 毕竟那儿的橘子扬眉质量和名声 还是可以的 听到这话 分管东家村的领导不乐意了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东家村虽说经济排名并不靠前 但是环境绝对是附近数一数二的 这样的环境才适合病人的疗养 而且东家村地广人稀 土地拆迁成本 比起市里不知道低多少 至于交通和基础 配套设施 这些都不是问题 只要萧氏集团这边定了选址 我马上回去安排拨款建设 保证不会拖卖医院的建设进度 副市长打断说 老于 老于 你稍安勿躁 大家也没有质疑你管理的意思 只是在商量一下可行性而已 至于萧氏集团要建医院的消息 大家不用再质疑了 我已经跟人家再三确认过了 不会有错的 市卫生局的领导 一听这话可就急眼了 这怎么能行 东家村可从来没有建设和管理过大型医院的经验 要是萧氏集团看到东家村的实际情况后 反悔撤资了怎么办 那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况且医院的好坏 医疗设施还只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医生 这势必关系到人才引进的问题 以龙南县的财政情况和发展情况 要怎么说服那些专家们留在这样的地方当医生 这绝对不行 依我看 还是得把医院建在市里 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筹码 去跟萧氏集团和那些大专家的谈判 龙山县的领导一听 要把医院选址变更 立马就急了 我们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肯把医院建在我们那儿 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哪个地方的人是生下来就知道怎么搞医院的 那不是都得从头学起吗 你们是不知道 我们那儿看的病有多难 稍微严重点的病 就要坐一小时的车往市里赶 为了挂上号 还得天不亮就起来坐车 要是不能住院 还得日夜兼程的两边跑 市里要兼顾统筹 我们也都理解 没有喊过一句苦 说过一句难 现在好不容易我们自己的孩子 为我们争取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我说什么 也不能让这样的机会 从我手里溜走 不然我要拿什么回去和村里的人交代 县领导这是彻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放在以前 他们是绝对不敢这样强硬的 跟自己的上级领导开杠的 不过现在是抢项目的时候 哪还能顾得上那么多 市领导张嘴闭嘴 就是要把医院建到市里 要是自己再不表现得强硬一点 那可真是要让味道嘴边的鸭子飞了 如果真是这样 自己还拿什么脸回去 不如自吻于江东父老面前算了 老于 你要有点大局意识 不能总是盯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 你想想在市里建医院和在村里建医院 那投资的规模是一个量级的吗 东家村那样薄弱的基础 能摆得下销市集团这样的大神吗 人家现在还不熟悉情况 等人家反应过来撤资了 那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吗 第99章时间竞赛 第99章时间竞赛 你以为人家千里迢迢来咱们这是 看上了我们这的条件吗 要不是看在陈海的份上 人家会抛弃省里那么多大城市 特意来我们这建医院吗 要是我们擅自改变医院的建制 人家一气之下不投资了 那才是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这件事我们可以再做做 萧氏集团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吗 毕竟商周市也是陈海的家乡 和龙山县也没什么不同 可是 好了 你们别争了 主持会议的副市长 眼看会议要变成一场无意义的争论 出言打断两人的话 然后对着二人说到 你们在这争来争去有什么用 最后的决定 还不是得要萧氏集团来想 依我看先这样 我们先以商周市的名义 去跟萧氏集团去谈这件事 如果对方还是坚持 要把医院定在龙山县 我们当然要尊重对方的决定 至于龙山县蒙受的损失 和反应的就医困难 到时候 由市里拨款 在东家村建一个医院 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这老鱼还想再说些什么 被旁边的县长老代用脚碰了碰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老代知道 这场会明显就是专门为了他们开的 就是要让他们牺牲 这个决定 明显是和一把手商量过的 想要在会议上改变 是不可能的 这事就先这么定了 记得要做好接待工作 尤其是环境卫生和治安 千万不要掉链子 务必要给萧氏集团 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 和低印象 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时 才将任务布置完全 众人这才能有时间回去休息 回去的车上 老鱼问老代 刚刚干嘛拦着我 这事要是就这么定了 我们还有什么脸回去 老代回答说 我不拦着你 难道要让你把时间 花在无意义的争论上吗 这个会明摆着 就是给我们设的套 我们都已经进套了 你觉得他们能松口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真就眼睁睁 就看着主叔的鸭子飞了吧 他有张良记 我有个强踢 要是人这么点事都没办法 我这个县长 岂不是白做了这么多年 这件事的癥结 看似是在萧氏集团上 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陈海 只要陈海不松口 咬死要在东家村建医院 量室里 就算再有通天之能 也无可奈何 我们现在就是在跟他们抢时间 你现在连夜赶去陈海家 把事情跟陈海和陈海父母说清楚 要他们咬死不松口 另外 找人把这件事 在东家村散播出去 最好能形成民意鼎废之势 到时候就算是势力 也绝不可能罔顾民意 强行把这事定下 还是你有办法 行了 这事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让陈海父母 和陈海站到我们这边的 另外 一边的杨副市长也没闲着 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着 他叫来自己的秘书说 小钱 今天县里的人问 陈海父母电话号码的时候 你把陈海的电话号码记下了吗 记下了 要我现在打过去吗 杨副市长看了看时间说 打吧 估计这个时候 应该还没睡下 陈海何止是没睡下 今天他值夜班 说来也齐了 今天急诊的病人莫名的多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中午 病人送的芒果的缘故 陈海 出来收病人 来了 刚处理完一个头部外伤缝合 紧接着又要收下一个病人 这样的事情 几乎都已经成为 每天工作的常态了 什么情况 胸这边不舒服 呼吸的时候疼 什么时候开始的 持续多久了 痛之前有撞到 或者其他特殊的情况吗 之前有过什么基础病吗 我先给你做个心电图 你先别紧张 陈海正推着做心电图的机器的时候 兜里的电话响了 一看是自己的私人手机 电话来源还显示是自己老家的 陈海想都没想 就直接挂了电话 看了眼心电图 陈海拿出电话 打给心内科的院总说 心内科吗 我这是急诊 我们这边有一个疑似心疼的病人 你能来回下诊吗 我会诊申请已经发出了 你看看 前秘书放下电话对杨副市长说 电话打了两次 两次都被挂断了 要再继续打吗 算了吧 现在应该再忙 等明天再打这个电话吧 对了 龙南县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给我盯紧了 千万不要让这件事节外生枝 好的 我知道了 另一边的于局长 心夜兼程的赶到了陈海的家里 这夜间的村路实在是不好开车 尤其是路边的路灯年久失修 只有几盏灯还依旧坚挺在路边 散发着微弱的黄色灯光 勉强照着路 下了车 于局长按照记忆摸索着陈海家的路 终于眼前的景象 和记忆中的景象一致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 不过现在正值半夜 他也不好吵醒陈海父母和周围邻居 于是便让司机把车停在了陈海家门口 自己就在车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陈海母亲像往常一样前来开门 结果一眼就发现了 停在自家门前的车子 他赶紧叫陈海父亲过来 陈海父亲敲了敲车窗问道 你们找谁 于局长由于在车上睡得实在不习惯 在车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勉强睡去 被敲窗玻璃的声音吵醒 他来不及难受 见到陈海父母马上从车里坐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就跳下车 对着陈海父母说道 叔叔阿姨 你们还记得我吧 我昨天跟市里领导一起来看过你们的 我姓于是咱们县里卫生局的局长 于局长 您好 您这么一大早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陈海父亲问道 先别问了 于局长快些进屋吧 坐坐吧 我这边正好在做早饭 我们进屋边吃边说吧 陈海母亲说 对对对 瞧我都给忘了 于局长 里边请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小窝 你去把车停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记住不要让人发现 停完车回来找我 于局长对着司机说道 第100章 退步抽身 第100章退步抽身 叔叔阿姨 实不相瞒 我今天来是有事要求你们帮忙的 帮忙 我们俩就是普通人 能帮上你什么忙 是不是你们家里有人生病了 要找阿海问问 不不不 叔叔你误会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昨天李助理说 要在咱们这办医院 您还记得吧 记得 当然记得了 昨天听到这消息 村子里可是讨论了好久吗 还说要白酒庆祝呢 不会是医院有什么变动吧 叔叔 您说的没错 就是这医院的批复出了问题 时间紧张 我就不跟你二老绕弯子了 市里的领导 一听萧氏集团 想要来我们这投资 就想把这个医院弄走 见到他们市里去 您说 我们能答应吗 咱们村子里的人 看个病有多难 叔叔阿姨肯定比我清楚 我们向上 反应了这么多年 市里都说让我们等 我们为了大局着想 已经牺牲了很多 但是现在还不容易有个机会 能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还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帮着我们挣来的机会 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样的机会 白白溜走呢 您说是吧 于局长说的情真意切 句句话都说在了 村里人的痛点上 以陈海父亲那急功好义的性格 听了这番话 怎么能忍得住呢 那是当然 市里也太过分了 这家医院是人家为了感谢 我儿子专门为了村里投资的 怎么能让别人摘了桃子 这肯定不成 于局长听了这话 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眼看情绪已经挑了起来 于是继续窜多说 是啊 叔叔 我们县里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无奈上面有领导压长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我们这不才 来找您二老帮忙吗 您二老看看 能不能给陈海打个电话 让他帮忙找那位萧总说说 让他坚决把医院就建在咱们村里 不管市里怎么说 都不要答应 把医院建到市里 没问题 我来跟他说 阿海要是知道这件事 不会不管的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现在是不是太早了 阿海估计都还没睡醒吗 要不晚点再打吧 陈海的母亲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年轻人少睡一会儿 不会怎么样的 此时的陈海 已经把手头上的病人 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还剩一点最后收尾的工作 就可以准备交班了 他这个时候也睡不着 就在值班室躺了一会儿 结果就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陈海还疑惑 以往家里都不会挑 这个时候打电话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接起电话 陈爸爸就对着陈海说 阿海 吵醒你了吧 爸 我昨晚上值班 还没睡呢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之前不是 有个什么集团的老总 要来咱们村里建医院吗 现在市里听说 要把医院的地点 改到市里去 这哪成啊 所以咱们县里的余局长 就找到我们 想让我们跟你说说这事 看你能不能跟那个老总说说 把医院留在咱们村子里 陈海眼珠子一转 想了一会儿后 对着电话说 爸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凭什么能干预 人家大老板投资的事啊 再说 这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建家大的医院 牵扯到的关系 可不是一心半点的 咱们就是平头老百姓 听安排就是 还是别烫这趟浑水了 陈海这话 除了想说给爸妈听 还想借这个机会 装作不知道 与局长在场 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自己不是不想为村里办事 实在是一来 自己和萧运平的关系 根本不是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亲密无间 相反是话不投羁绊居多 自己根本没有立场去找萧运平 二来建一家医院 涉及的各方利益 实在太过复杂 帮了一家 势必就要得罪另一家 办不好这件事 就会变得吃力不讨好 里外不是人 三来以村子的规模和能力 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承办一家医院 陈海最清楚 如果到时候周围的设施跟不上 反而会让医院的投资变得尴尬 原本自己是害怕 自己不答应萧运平 他会在背后带节奏 把问题引向自己的家人 伤害到父母和妹妹 所以不得不接受一切 但是现在市里的领导要抢蛋糕 旁人要怪 也只会怪市里的领导 自己正好退不抽身 还能落下个不错的名声 况且 自己又在医院 没办法到现场监工 医院建成到底会是什么样 自己也说不好 因此 处理这件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事外 于局长一听 陈海不愿意帮着忙 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 马上跑到电话前说道 陈海 我是县里的于局长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县领导们已经决定了 要大力发展医疗产业 肖总是为了感谢你 专程到我们这儿 投资建医院的 只要你开口了 他多少会考虑你的意见 其他的医院建设细节 我们县里会去处理 保证不会打扰到你们的 更不会给你们惹麻烦 于局长 真是不好意思 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上忙 人家这么大的一个集团老总 怎么可能因为我一个小医生的话 而改变主意呢 他不过是借个由头 去商周投资而已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真是抱歉 我这边要忙了 先不说了呀 陈海 陈海 没等于局长继续说下去 陈海已经把电话挂了 陈爸爸不好意思的 看着于局长说 真是不好意思 害你这么早又 这么大老远的来一趟 还没帮上忙 你放心 这个事儿等晚些时候 我们会继续跟阿海讲的 有消息了 我再跟你说 于局长虽然心里焦急万分 但是嘴上还是说道 是我不好意思才对 一大早来打扰你们 还在你们家吃了饭 叔叔阿姨 时候也不早了 天也快大亮了 我得先赶回去跟县里 说明一下情况 就先不留了 过些时候 我再来看你二老 那我们就不送了 你们慢慢开车呀 第101章 各方出动 第101章 各方出动什么 陈海不愿意出面 这是为什么 县长办公室里 但县长听到于局长的汇报 吃了一惊 原本他以为陈海会帮忙 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没想到他的一揽子计划 出师未洁身先死 偏偏陈海这一环 还是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部分 他有告诉你原因吗 没有 他就在电话里 说萧氏集团 不会听他一个小医生的话 他也不想趟这趟浑水 你说 会不会是市里的人 先我们一步 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 应该不会 市里传来的消息 他们应该还没打通陈海的电话 那是为什么 现在已经九点了 陈海应该已经下夜班了 我们要不要再打过去问问 先不急于一时 现在我们打过去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说辞 你先去调查一下陈海的生平 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最好能找到和陈海一起长大的人 听听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之后 我们再做商议 可是 如果市里那边 先我们一步说服了陈海 那我们岂不是就更被动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 现在就算急也没有用 而且我想 就算是市里联系上陈海 得到的答复 估计也是大差不差 如果他真的是不想趟这趟浑水的话 那他也不会选择去帮市里 去萧氏集团那里说情 最差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和市里斗法 还算不上死局 行 那我先去了 有消息我在电话联系你 另一边 陈海的父亲在于局长走后 就打电话给陈海 势必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陈海拗不过父亲 于是下了夜班后跟父亲说道 爸 建医院这事 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 先不说 咱们村里有没有那样的条件 就说医生吧 哪个医生愿意去我们村子 那样偏僻的地方当医生啊 要是请不来好的医生 医院那就是个空架子 摆在那有什么用 那还不是浪费钱 不会的 等你把医院建起来 那医生还怕找不来吗 只要我有猪 张图护不杀 不是还有里图护吗 没了张图护 只能吃带毛猪 哪有这样的道理 爸 杀猪跟看病那能一样吗 杀猪要把刀就行了 看病我能只带个听诊器吗 再说 张图护本来就住在村子里 不用特意到外边去请 医生你不得上外边去找吗 于局长都说了 只要医院建起来 所有的那些配套设施 都会有的 到时候 我们村子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 村子好了 医生自然也就愿意留下了 他一句空口白话你就信了 他有跟你保证过 会有多少拨款 村子会建设成什么样 分几期完成 什么时候竣工吗 他现在就算一门心思 要把医院建在村子里自己管 根本连一个可行性的方案都没有 说白了 就是在凭脑子空想 这样的情况 我怎么敢贸然找上人家 即便是我豁出脸皮不要 人家也一定能听我的呀 邪安以报这种事咱不能做 人家愿意来咱们那建医院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我们不能再得寸进尺了 那村子怎么办 现在村子里的人 都以为会把医院建在咱们村里 如果后面变卦了 那不是让人家在背后戳几两骨吗 村子里的事 自然会有县里和市里的领导处理 要是人家问起来 就一推四五六 说是市里的领导这么安排的 咱们也没有办法就完了 就算真的有那不明市里的蠢人 那就让他们说去吧 咱们家还能少块肉不成 行了 话就说到这儿吧 我也累了 要是以后再有村里 或者县里的人来找你 你就说 我已经跟人家说过了 人家不听就完了 不要再掺和进去了 要实在推托 不过去 就让他们来找我 让我来处理 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行了 我先挂了呀 挂完电话 陈海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给妹妹的微信留了言 小妹 你回家的时候 帮哥注意一下 看看最近这段日子 都有谁找了咱爸 说了什么话 如果有人窜多咱爸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吗 哥给你的微信里赚了点钱 你看着花 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 该买买 该用用 知道了吗 干完这些 陈海就准备收拾收拾休息了 结果刚放下手机 手机又响了起来 电话的来电显示 又是商周的 陈海等了一会儿后 才接起电话说 你好 哪位 是陈海 陈医生吗 我是 有什么事吗 你好 我们是市委办公室的 这次打电话来 主要是想感谢 你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 我们商周能培育出 你这样的杰出的人才 实在是我们商周的幸运 您过奖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千万别这么说 这年头 能在自己有所建树 还不忘回馈家乡的人 可真的是不多了 您还有别的事吗 我这儿还有病人在等着 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既然您忙 我就长话短说了 是这样的 我们市里和县里开会讨论过了 认为萧氏集团捐赠的医院 还是应该建在市里比较合适 不管怎么说 市里的基础条件 远比村里要好得多 许多基础设施都是现成的 这样建设的成本 也会相对降低一些 而且建在市里的话 我们做人才引进找医生 也会更便利一些 你觉得呢 要我说 我当然愿意把医院建在村里 这样一来能带动村里的发展 二来也能解决村里人 看病难的问题 一举两得 这么多年 村子里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没有 村里的卫生院 除了打打疫苗 做做体检 其他基本什么病都看不了 稍微有点症状 就要往市里跑 这么多年了县里和市里 也没有解决 眼下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希望能帮村里人 解决些问题 你觉得呢 是是是 这些年是我们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让大家的就医难的问题 延续到了今天 但希望你也能理解市里的难处 市里要对全市的市民负责 难免有些兼顾不到的地方 希望你能理解 第102章 各方博弈 第102章 各方博弈 我们当然都能理解市政府的难处了 否则我们村这么多年 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平静不适 可是这次不一样啊 这次是其他的人来投资 大头并不需要市里出 只需要市里帮忙给些方便 难道市里连这样的要求 都不能满足吗 当然不是了 如果说这件事 能为市民们带来好处 我们当然不会阻拦 反而会大力支持 只是你作为医生 你也知道 医院要开起来 首先就需要有足够的病人 以东家村的人口和交通情况 一家大型医院的 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没有在东家村设立医院的主要原因 当然 考虑到村民们的切实需求 我们也决定 要在村里建一所小型医院 满足村民们的日常就诊需求 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当然好啊 不过这对村子来说 怎么看都是亏本的买卖 话可不能这么说 大型医院的建立 对于村子来说才是鸡肋 反而拿这些换取一些切实的东西 才是明智之举 市里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的 这么说也对 那你是答应吗 答应什么 跟萧氏集团的董事长说说 把医院建在市里的事 你们如果有这打算 不应该跟萧氏集团的人说吗 为什么会来找我呢 萧氏集团 这不是专程为了你投资的这家医院吗 你跟他们说说 他们总会听你的意见的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萧氏集团投资医院 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只是宣布消息的时间 跟给我送锦旗的时间正好撞在一起 其实我就是个小医生 在他们面前也说不上话 更何况是集团投资这样的大事吗 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几个病人来了 我先不说了 商周市委办公室里 副市长问卫生局局长 怎么样 陈海答应了吗 答应才怪 这小子年纪不大 但却是个老油条 一边拿着筹码和我谈条件 一看条件不够 立马装傻充乐 说自己在萧氏集团面前说不上话 胡傻子呢 他这是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开条件呢 只是不知道 他到底想要什么 倒是件麻烦事 不过这倒也不是为一个好消息 既然他愿意跟我们谈 说明没有下定决心 要在村子里办医院 那一切就还有转环的余地 龙南县那边有什么动作吗 一大早 老于就坐着车到陈海家里去了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杀鱼而归了 这样 时间紧迫 我们双管齐下 一边加紧跟萧氏集团的联系 另一方面 盯紧陈海和龙南县那边的动向 就算不能说服 陈海站到我们这边 也绝对不能让他 和龙南县那边站到一起 在我们和萧氏集团的谈判结果出来之前 绝不能让陈海跳出来搅局 另一边龙南县的办公室里 也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切 经过多方走方打听 陈海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征 于局长也算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得益于陈海在村里的名气 让于局长打听的过程特别顺畅 别人也没有觉得他的行为有什么古怪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 他和代县长一起到了单位食堂 边吃边说 陈海这个人还真是少有的怪人 从小到大都是个死脑筋 认死理 从小到大 他一直是班级里管纪律的那个 看到别人抄作业乱扔垃圾 还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 甚至还因为这事跟别人打过架 因此在班级里的人员一直不好 他本人性格也比较孤僻 不是很喜欢跟人交流 这跟他现代的样子差别有点大 应该是上大学期间改变了性格 都说江山一改本性 难移 没想到上了的大学 会让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世 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他在上大学期间的信息 我们能收集到吗 代局长打岔说 这个还真不好打听 本来我这儿和金华就隔着十万八千里 再加上陈海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 说起过他在大学时候的事 因此这方面的信息几乎没有 于局长回答说 代县长一边嚼着嘴里的米饭 一边点头说道 我想也是 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还有一点值得说的 就是他这个人做事非常有条理 从小到大他的衣服 课桌和书本 都是摆放的整整齐齐的 他的笔记那也是方方正正的 看得让人赏心悦目 得益于此 他的成绩却一直是班级里的顶尖 全年级甚至连个 跟他掰一掰手腕的人都没有 所以当年他考上精华大学的时候 也没多少人觉得奇怪 那他家庭环境呢 家庭情况怎么样 那天去他家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家庭环境只能说一般 甚至都能说比较拮据 家里基本就靠他爸爸一个人 在工地上做活养家 妈妈在家做些零散的手工活 补贴家用 这样的家庭 能供两个孩子上学 已经实属不易了 不过陈海开始工作之后 家里的环境应该说 比之前要好多了 听邻居说 陈海他们家前段时间 才换了新的家电 家里人也都添置了些新衣服 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 一般都比较早熟 能吃苦 性子也会比较倔 一旦认定了方向 那一定是不撞 难强不回头 既然他不愿意明说 为什么不帮忙 那我们估计也从他那儿 打听不到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戴县长把筷子放到嘴里 牙齿轻轻咬着 眼睛看向远方 做思考状 随后一拍大腿说 有了 既然正面强攻不行 那我们就迂回包抄 你不说陈海他爸爸 听了你的话之后 义愤填膺的吗 那就想办法 让他爸爸 从陈海嘴里问出些什么 只要能找到 陈海不愿意帮忙的原因 我们就能对症下药了 好主意 那我这两天 就多跑两趟东家村 一定从陈海他爸嘴里 撬出些东西来 第103章 术前访试 第103章术前访试 萧总您好 我是您这次手术的麻醉医生 我姓黄 明天就是您的手术日了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您之前有做过手术吗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做手术 你家里人 有出现过麻醉后的不良反应吗 没有 从来没听说过 有这种事 您之前有过心脏病 高血压这类的病史 或者家族史吗 心脏病高血压没有 不过 我有比较严重的哮喘 最近哮喘又发作过吗 上一次哮喘的急性发作 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 不过4个月前 有出现过一次急性发作 哮喘发作的频率怎么样 最近几年 发作的都比较少了 通常半年左右 才会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发作 你有对什么药物的过敏吗 没有 是这样 一会儿我会给您 开一些呼吸方面 和凝谢方面的检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晚上10点之后 要进食水 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等手术时间到了 会有专门的人 来接您到手术室 这些护士 晚点会跟您交代 您好好消息 我先走了 小军 替我送送医生 曾小军从床边站了起来说 医生 这边请 等到出了病房 四下无人的时候 曾小军从兜里 拿出了一封红包 塞给麻醉医生说 医生 小小心翼 不成敬意 别别别 你这是要让我犯错误啊 你们的心意 我心领了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 医生你就收下吧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您要是不收下 老肖他也不安心 你放心 手术我们 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的 跟您给不给红包没关系 您可以转告他我收下了 我不主动点破 他也不会知道的 大夫 您就收下吧 我可不敢跟老肖撒谎 他要是知道我骗他 他真的会把我们母子 赶出门去的 行吧 那我就先收下 等手术 结束我再返给你们 谢谢大夫 那您慢走 我就不送了 回去的路上 麻醉的黄医生 正好遇到了陈海 陈海问道 黄老师 这个病人的麻醉您来做啊 这是术前访试来了 对啊 这个病人连院长都惊动了 我能不上吗 你也来看病人啊 对 我怕他第一次做手术 心理压力太大 半夜给我打电话 影响我睡觉 所以就想着术前来安慰安慰他 那你可要小心了 一不小心 他就给你这个了 黄老师抬手晾了 亮手里的红包 看厚度 估计应该有上万的金额 红包 这还真像他能做出来的事 不过 您说他要是给我 那我收还是不收 我试过拒绝了 可是他老婆死活就是要给 还说我不收他不放心 我就只能先收下 等手术结束再返还给他呗 陈海抿着嘴 摇了摇头说 我觉得不保险 我看还是现在 就直接返到他的住院费里去吧 以这家人的性格 要是手术里出了一丁点岔子 指不定到时候怎么说呢 反咬一口 也不是不可能 黄老师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我一会就跟护士说一声 直接打到他的住院费里去 你说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 非要给我们塞红包 我们不收吧还不行 收了吧 又给我们添麻烦 这一天到晚的 就已经够忙的了 还给我们添乱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风气 有钱人用钱解决问题的习惯呗 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用钱解决 想用钱给自己争取些特权吧 他就是这么个人 黄老师 没什么事 我就先过去看看了 行 你去吧 告别了黄老师 陈海静止走到了萧韵平的病房 看萧韵平坐立不安的神情 陈海知道 萧韵平其实还是个很怕死的人 平时别看他镇定自若的 在病床上运筹帷幄 挥斥方球 其实脑子里的神经 比他棉弓上的牛筋 还绷得紧巴 心里头就像是老鼠踩着转轮一样 一直安定不下来 哪怕他已经家财万贯 看尽人间繁华 一遇到这种生死的大官 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 怎么样 萧总 最近休息的好吗 陈海一边向病房走来 一边问道 见陈海来 萧韵平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但精神违靡 还是写在了脸上 陈医生来了 快坐吧 我这两天 睡眠一直不是很好 一闭眼就在想手术的事 肚子还胀得难受 睡得就更不好了 有时候还会半夜惊醒 反应过来后 又会吵出一口气 但之后就很难再睡过去了 你也不至于这么担心 你的报告我看了 腹腔粘液流 虽然是比较恶性的肿瘤 但是你的情况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比你这情况严重 多了的情况 我都见过 都说手术难度大 结果术后还是能吃能喝 一点都不耽误 你这情况 就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我能不担心吗 毕竟是事关生死啊 你说 我会死在手术台上吗 作为医生 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手术的成功率 以及愈后的情况 但是我能说 现在的医生阵容 已经是国内非常顶级的配置了 哪怕你在全国范围内 搜寻一遍 也未必能找到 吻压一头的阵容啊 每个医生都是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做这台手术 交给这样的医生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行了 别多想了 没什么事早点休息 养足精神 我就先走了 小军 帮我送送医生 不用了 你好好歇着吧 我们俩之间 还用得着来这套吗 还有一个小建议 以后不要再给医生塞红包了 我们很烦的 你要真想感谢医生 送点水果啥的 都比这些靠谱的多 但是记住啊 要千万别送火龙果 芒果和各种煤 医院寄回这些东西 或者给医生 或者医院送紧期也行啊 你不是最擅长这些了吗 听了陈海的话 萧韵萍扑斥一下 笑出声来 没想到陈海这么记仇 这个时候 都不忘言语一下他 第104章 手术日 第104章手术日 这天早上 陈海早早的就醒了过来 为了今天萧韵萍的手术 他昨晚早早的就下了班 自己也在系统里 反复看了之前的手术录像 又做了几次手术模拟 虽不敢说自己 对这次的手术 为了提前到手术室 准备陈海早早的收拾好 打了辆车 就往医院去了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出小区的那一刻 有一双眼睛 就已经盯上了他 行至人流不息的十字路口 前方的行人 正在斑马线上 慢悠悠的走着 突然一个撞击力 从出租车的后面 延续到了车上 司机当时正挂着空档等红灯 出租车一下子就冲出了马路 撞到了前方的行人 陈海因一个没坐稳 摔到了前排的座位上 好在没有摔到眼睛之类的 重要部位 不过前方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前面的行人根本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无望之灾 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的 被出租车拱出现的车头 撞了个正着 陈海和司机顾不上许多 马上下了车 司机静止的就奔着 后面的司机去理论去了 前面行人 他是一点都没在管 陈海下车看了眼伤者的情况 还好车子的摩擦力 顶掉了一部分的冲击力 伤者多时擦伤 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伤势 被撞倒 或者被惊吓到了的路人 看陈海从车上下来 张嘴对着陈海 就是破口大骂 你瞎了呀 怎么开的车 没看到前面有人骂 就直愣愣的往前冲 陈海无奈的解释道 大姐 你能搞搞清楚在骂吗 我又不是司机 我是车上的乘客 我被撞了 什么话都没说 先下来看你们的情况 你反倒先骂起我来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 除了外伤的伤口之外 你说呢 能没事吗 你看把我这手撞的 还有我这衣服 是我女儿特意从国外 对我带回来了 现在全都报废了 你要陪我 还有你刚刚那一下 把我高血压都给吓出来了 你得负责把我的病看好 还有我这耽误的功夫 务工费 营养费都要赔 见没有人说自己有什么大问题 陈海转身就打算离开 结果那个大妈 不依不饶地拉着陈海说 你不准走 你想就这么跑了 那不能够 陈海甩开大妈的手说 你放开 大妈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司机 我是乘客 不管你有什么诉求 你去找司机和肇事司机去 我一会儿还有重要的事 别挡着路行吗 你说的司机呢 他到哪儿去了 陈海转过头去 刚刚下车的司机 已然不见了踪影 唯独剩下一辆空荡荡的出租车 留下了一脸茫然的陈海 独自在风中凌乱 司机刚刚还在这儿的 一下子跑哪儿去了 不行 你不能走 要是你走了 我们岂不是连个负责的人都找不到 至少也得等警察来了再说 你放开我 别拉拉扯扯的 我是医生 我早上还有台手术要做呢 我能等 手术台上的病人能等吗 我不管什么病人不病人的 我只知道 今天你就不能走 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 陈海看了看表 因为自己今天提早出门 现在时间才七点二十分 这段路坐车最多也就十分钟 也就是说 自己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处理这件事 为了以防万一 陈海还是打了个电话给严主任 严主任 我这路上出了点事 大概要晚一点到医院 严主任问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不用 一点点小事 警察来了解释清楚 也就没什么事了 那你尽快处理 不要耽误了今天的手术 萧运平特意嘱咐说 想让你今天试一试水 你可千万不要再低一台手术 就掉链子 放心吧 严主任 我会尽快处理好赶过去的 挂完电话 陈海坐到了路边 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司机 在后面喇叭按个不停说 你先把车挪开啊 挡着路干什么 陈海整个人都无语了 后来说的人多了 实在忍不了了回对道 我跟你说过了 别在那叽叽歪歪的了 看陈海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大家也就骂骂咧咧的开走了 半个小时 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 说来也奇怪 按道理警察半个小时 怎么说也该到了 可是愣是一点 没有看见影子 直到早高峰的到来 才有交警出来维持秩序 这个时候 一个交警朝着陈海这个方向 走了过来 陈海原本以为是来处理这个事的 谁知道交警上来就询问道 这个是谁的车 堵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开走 合着是交警看这边堵着一辆车 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吗 交警也满脸疑惑的说 没听说有人报警啊 你等等 我去确认下 车子的司机呢 赶紧把车子挪走 司机不知道哪去了 陈海回答说 交警于是回到自己的车上 拿出对讲机 跟台里确认报警信息 随后回来对着陈海说道 我们没有接到报警电话 你们有什么事就说吧 陈海一脸震惊的看着大妈说 你没有报警吗 大妈一脸心虚的说 我报警了呀 可能是打错电话了吧 陈海看着大妈这一样的表情 联想到这诡异的车祸和跑路的司机 心里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 再往前回想了一下 今天打车的速度好像出奇的快 以往自己没有叫车的情况下 都要等个五分钟才能叫到车 今天才刚出门就打到了车 陈海还想着今天的运气不错呢 这一切结合起来 陈海感觉像有一张无形的大网 朝着自己而来 让他隐隐有些不安 第105章状况不断 第105章状况不断话说陈海 在用简短的语言和交警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完之后 个人信息后就让陈海走了 大妈还要上前不依不饶的时候 被交警给喝退了 陈海看了看时间已经是8了 估计现在颗粒已经在交班了 自己也只能赶紧赶过去 可这个时候 恰好是上班时候的早高峰 这里又是最堵的路 陈海想要打辆车简直不要太难 打车打了五分钟后 还是没有司机接单 陈海只好把情况跟交警讲了 请求交警的帮助 好在交警愿意帮忙 陈海于是就坐上了交警的摩托 一路到了医院 陈海刚走 那个出租车司机就陷了身 跟交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原本这劲劲的大妈 此时居然也说不追究了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不过既然当事人不追究 而且愿意赔偿 事故的主则又是后面追尾的司机 因此交警也没按照事逃逸拘留司机 只是口头警告后 就放司机走了 陈海还是小瞧了金华堵车的威力 原本十分钟的路程 硬是因为堵车被拖延到了三十分钟 这还是交警鸣笛的情况下 要是陈海打了辆车 估计现在还堵在高架上的吧 在路上的时候 严主任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催促的电话 陈海也只能把情况跟严主任反映了 等陈海到达的时候 萧运平都已经推进去 准备麻醉了 好在最后关头 陈海还是赶上了这台手术 就在手术即将开始 陈海正在洗手消毒的时候 一个坏消息传了过来 医务处收到萧运平现任妻子的实名举报 说麻醉的黄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 萧运平妻子要求更换麻醉医生 陈海听了大为恼火 那红包不是萧运平妻子主动给的黄医生吗 这手术还没开始 先给黄医生举报了 这是什么操作 严主任问道 黄主任收红包的事 你知道 知道 那天我数钱去看萧运平的时候 正好撞上黄老师 黄老师就跟我说了这事 他还说 要把钱存到萧运平的住院费里去 还提醒我小心呢 那你不会 严主任用余光瞟了一眼陈海 看得陈海毛骨悚然 他赶紧解释道 严主任 你看我像是敢收那钱的人吗 严主任点了点头 那就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到医务处把事情讲清楚 尽量不要影响到手术 到了医务处 黄主任正跟医务处的赵处长喝着茶呢 另外一边萧运平的妻子 也带着敷墨镜坐在一边 赵处长看严主任带着陈海进来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严主任回答说 赵处长 这个是陈海 是这次手术的医生之一 他说 他对黄主任收红包的事情有了解 所以我就带他来说清楚 陈海 你知道黄主任的情况吗 是的 当时黄主任拿着红包出病房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我 他把这件事的前一后果讲清楚了之后 就说 要把钱打到病人的住院费里 后面的事 我就不太清楚了 赵处长转过头对曾小军说 萧太太 这件事的情况 您都了解了吧 这个事就适得误会 黄主任确实没有把这个红包 收进自己的口袋里 而是把这笔钱 打到了萧总的住院费里 和陈医生的口供也是对得上的 既然已经确认 这件事就适得误会 不如您和黄主任握个手 大家握手言和吧 等等 赵处长 这件事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这次虽然是黄主任没有收 保不齐他之前有收过呢 那您的意思是 这样的医生给我的丈夫做手术 我不放心 我要求换医生 陈海和严主任一听这要求都懵了 还有林郑换将的蠢人 同时也对曾小军的动机起了疑心 从种种迹象看来 曾小军看似处处在为萧韵平考虑 但实际上 却是在故意捣乱萧韵平的手术 但是现在萧韵平已经在麻醉了 总不能等到他真的醒了 做决定之后再重新麻一次吧 赵处长思考一会儿后说 这个要求恐怕有点不妥 黄主任已经自证了清白 医院方面没有理由停掉黄医生的手术 况且 现在林郑换将 对萧总的手术也没有好处 您看是不是等手术结束之后 再做商议呢 不行 我不同意 刚刚我举报了他 他万一怀恨在心 故意在手术室捣乱怎么办 况且 就算他没有私吞红包 拿了我们的钱 这个是事实 给我们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就医体验 医院也应该有所表示 我一定要换个医生 赵处长见曾小军这么坚持 而且他的顾虑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 于是转头看了看黄主任 黄主任看出了赵处长的为难 于是开口解为道 没关系 既然萧总的爱人 有这样的顾虑 这台手术让小吴上吧 我上他那台 萧总的情况我看过了 麻醉的情况比较平稳 只要不出现什么大问题 小吴能处理的 既然这样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安排吧 小太太 这下你可满意了吧 等等 我要求把手术除了主刀之外的医生全部换掉 他们和黄主任全部都是有私交的 我担心他们会怀恨在心 不给我丈夫好好做手术 因此我要求换掉除了黄主任以外的所有医生 这话一出 全部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当医生以来 头一次听说家属在手术临近之前 就要把整个治疗团队换掉的要求 赵处长想都没想就拒绝到 这个我们办不到 您不是医疗从业人员 不了解一台手术的人员构成很正常 一台手术的进行不是主刀做手术 其他人在旁边打下手 而是整个团队在互相配合 团队之间的默契和配合的经验 会对手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能随便换的 因此很抱歉 无论是从医疗的专业性的角度 还是为萧总个人实际情况考虑 我们都不能答应您这个要求 第106章图穷笔线 第106章图穷笔线那好 既然赵处长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要求换掉整个团队了 但是我要求必须换掉他 曾小军指着陈海说道 为什么赵处长疑惑的问道 一来他和黄主任都是这次红包事件的当事人 而且和黄主任的私交非常好 我不放心让他给我丈夫做手术 二来他只是一个实习生 他的水平我信不过 三来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他的新闻 我对他的医德有质疑 既然你们说团队不能换 换掉一个实习生总能办得到吧 你想都不要想 不等陈海辩驳 严主任先开口了 陈海虽然是个实习生 可他的技术是我们几个医生认可的 你一个外行人 拿什么来质疑他的水平 再者说了 陈海是你丈夫指名道姓 要他做手术的 换句话说 他才是这台手术实际的操作者 哪是你说换就换的 要是不让他上台 这台手术我也不做了 谁爱做谁做 或者等你丈夫醒了我们 再找他评例 然后再重新择期手术 你敢 你信不信我去投诉你 一听要换手术时间 曾小军立马急了 医务处处长就在这儿呢 你不投诉等什么呢 老言 你消停一会儿 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 大家都稍安勿躁 小太太 您的要求确实理由不够充分 第一您所说的陈海和黄主任私交匪浅 那恐怕您在我们医院 很难找到一位 跟黄主任素不相识的外科医生了 毕竟大家都是同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第二 您质疑他的水平问题 严主任是他的直系上级医生 严主任是需要为他的表现负责的 如果他的水平没有达到上台的要求 严主任是不会让他上台的 萧总也不会指明要他做这台手术 第三 关于他的医德问题 网上的那些争议医院方面 已经发了声明 如果您对他的医德还有质疑 完全可以拿出证据来医院质询 但现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他上台 希望您理解 好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去投诉你们医院的 曾小军骂骂咧咧的就走了 曾小军走后 严主任给赵处长比了个大拇指说 老赵 这次你可算是说了句人话 赵处长白了一眼 严主任说 你就不能改改你那脾气吗 吃的亏还少吗 你还是小心小心自己吧 这人明摆着就是来找茬的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你做手术的时候 千万要打起十二万分的心眼 不要有把柄落在他手上 否则还不知道怎么做腰呢 你说的对 他既然已经决定撕破脸了 一定还有后手 不说了 手术时间要到了 我先过去了 嗯 你去吧 当心点 陈海和严主任进手术室前 又重新洗了手 期间陈海对严主任说 严主任 我想今天的手术 是不是应该延期 我感觉曾小军 似乎让步的太轻松了些 按理说 他今天的做法 明白着 就是要跟我们和萧运平撕破脸 等于彻底断了自己的后路了 按理说 他就算躺在医务处撒泼打滚 也应该全力阻止手术 顺利进行才对 可是 他只是撂了几句 不痛不痒的狠话就走了 我担心他还留了后手 而且 他特意弄走了黄主任 换了个年轻的麻醉医生 像是奔着抢救去的 您觉得呢 你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但是严期手术 实在是失处无名 因此 我刚才已经和黄主任打过招呼了 让他盯着点这边 有什么事 马上往这边来 现在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手术开始前 再次查对患者信息后 陈海站到了主刀的位置上 接过护士递来的刀 在严主任的注视下 开始了手术 打开腹枪 尽管看了 开了腹枪后 里面的情况 也着实让在场众人吸了一口凉气 实际开腹后的腹枪 比起报告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 陈海小心翼翼的按照记忆 一点点剥离开肿瘤组织 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手术室里回荡的 只有生命监护医的滴滴声 和麻醉风箱运转的声音 半个小时的时间 转眼就过去了 陈海的手术才刚刚开的头 严主任安慰道 不要急 慢慢来 腹部粘液流的手术时间 都是比较长的 陈海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后 继续投入到了手术中 不过 眼角一个身影的移动 让陈海的心揪了起来 原本盯着生命监护医的麻醉医生 突然站了起来 捏了捏床旁的球囊 呼吸机随后也开始报警 严主任问道 出了什么情况 严主任 我先穿的动脉 量下血气 稍等 说完就看到麻醉的吴老师 拿出棉签对着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消了毒 随后送去查了血气 陈海没有管麻醉医生 依旧自顾自的坐着 两伙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 很快 血气的结果出来了 呼吸性酸中毒 结合病人的哮喘病史 应该是哮喘影响 导致出现了呼吸中枢神经抑制 看着血气报告 吴老师对着严主任说 主任 手术可能要暂停了 我怀疑病人的哮喘 导致出现了轻微的呼吸中枢神经抑制 怎么会这样 术前不是做过麻醉评估了吗 这个病人的情况 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建议把黄主任叫来 你处理着 你们先把伤口贴上 准备抢救 我去把黄主任叫来 好在黄主任那边 也是随时做着准备的 严主任一通知 黄主任很快就到了手术室 一进来就问道 小吴 怎么样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病人用药之后 情况还不太稳定 心率和血压有轻微上升 养宝下降 我来接手吧 你去跟病人家属说明一下情况 找家属签个字 黄主任接手后 立马对照着生命监护仪 给萧韵萍用了糖皮质激素 以及支气管扩张剂 效果立竿见影 病人的情况马上稳定了下来 也避免了做气管插管带来的创伤 第107章 手术结束 第107章手术结束 在持续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 黄主任示意陈海 可以继续手术 陈海虽经刚才那一遭后心里有些波动 但是手上的动作依旧稳定 严主任心有余计地说 老黄 萧韵萍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不是麻醉前都做过心肺功能的评估了吗 黄主任也是一脸不见 我看过他的术前检查 都是阴性的 按理说 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除非他在术前又接触了新的过敏源 手术麻醉抑制了呼吸中枢神经 两者交替作用下出现了现在的症状 当然也不排除他的体质 异于常人 对麻醉药品的呼吸中枢神经作用 特别敏感 你的水平我是信得过的 体质问题的概率毕竟不大 我想 还是他术前接触了过敏源 萧韵萍有哪些过敏源 猫猫 狗猫 花粉 这些东西医院里应该是不会有的 外人带进病房的可能性更大 再加上他老婆今天的种种反常 想必十有八九 就是他老婆搞的鬼 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啊 千年修来的勤奋 你说他们俩之间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才能想着 害死自己同床共枕的人呢 这个事情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吧 你说萧韵萍死了的话 他的财产会怎么分 我听说萧韵萍和前妻 还有两个孩子呢 那谁知道 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 应该是他现在的老婆孩子 和前妻的两个孩子 四个人平分了吧 如果有遗嘱 肯定优先按遗嘱分配 就这么七扯八扯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间 严主任多次指出了陈海的问题 陈海也根据严主任的批评 多次调整 只能说手术这东西 还是要看经验 即便自己在系统的加持下 完成过一次 更高难度的腹腔粘液流手术 但是自己操作的小问题 还是太多了 很多小习惯都需要改正 几个小时来 陈海眼睛紧盯着那一小块区域 看得他眼睛都有点花了 眼压更是像要炸开一样 严主任看出了他的疲惫 对着他说 陈海 你要不要些话 让我来坐会儿吧 陈海闭了会儿眼睛 然后睁开对严主任说 没事的 严主任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让我煮刀 您让我再坐会儿吧 我还撑得住 其实陈海是真的有点撑不住了 他刚刚趁着闭眼的功夫 去系统用了一瓶临时精力药剂 用上知整个人都状态 比之前就好多了 那你自己评估一下 要是坚持不下去了 赶紧跟我说 好的 黄老师 病人肚子有点紧了 黄主任上去给病人推了真生理盐水 然后转头问陈海 现在好些了吗 在心理暗示和黄主任的威压的作用下 陈海好像真的感觉松了一点 于是回答说 可以了 谢谢黄老师 黄主任坐到椅子上 心里想的是 傻小子 你还太难 手术室外 曾小军和他的傻儿子萧传飞 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 萧运平一会儿站起来 从门缝里偷看 曾小军都弄得不耐烦了说 你能不能安静坐话 不要在我面前跟只猴子似的 看的人都要烦死了 妈 我这不是担心我爸吗 刚刚那医生说我爸手术的时候 哮喘犯了 病危通知书都下了 我能不害怕吗 萧传飞哪里知道 他爸的病危 全是拜自己的母亲所赐 自己的母亲 巴不得他爸爸死在手术台上 好接手他的一切呢 刚刚医生出来下病危通知的时候 曾小军知道自己的计划 成功了 不枉自己忍辱负重 辛苦筹划这么久 在直等手术失败 自己就可以把这些日子的委屈 在萧韵平身上全部发泄出来 就连陈海那个 害自己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 尊严全师的罪魁祸首 也可以一并收拾了 一想到这些 曾小军的身体 就激动的忍不住颤抖 萧传飞还以为 他妈是因为害怕 萧韵平的手术失败在害怕 还反过来安慰说 妈 没事的 爸爸一定能逢凶化吉的 你不要担心 另一边 医院的地下车库里 黎安独自一人坐在车上 说一千到一万 他还是放不下萧韵平 尽管知道 现在都萧韵平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为了他可以豁出一切的男人 他依旧希望萧韵平 能够健健康康的 但是他的尊严 又不允许他 出现在萧韵平 和他现在都家人面前 于是只能在这个 离他比较近有 足够隐蔽的地方 独自坐着 希望能够第一时间 得知他的情况 手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手术室内 严主任看着 陈海岳家熟练的技巧 连连点头 不由地感叹道 看来我真的是不服老不行啊 还是你们年轻人 学东西快啊 那台观摩手术的视频 我也是来回 看了好几次才看懂 没想到 我跟你一说 你就用上了 照这样的进度看来 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 会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快 严主任 你就别捧我了 再捧我就真的飘了 没事 有我们这么多人拽着你 你飞不走 我倒是反而 好奇你飘起来会是什么样的 大概就是目中无人 刚愎自用 蛮横霸道的样子吧 我想 应该就是我出高中时候那样的状态 你还有那样状态的时候呢 展开说说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家里环境不好 害怕别人看不起我 所以索性 仗着我学习成绩好 看不起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同学 不给他们看不起我的机会 所以我那时候跟个愣头轻视的 每天鼻孔朝天看人 没少招人恨 偏偏我的成绩 还是全年级最好的 老师护着我 他们还奈何我不得 现在想想 其实也挺喘的 嗨 谁还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再检查检查 要是做干净了 就关副吧 做完推到麻醉清醒室去 我们去跟患者家属 交代一下手术情况 第108章 收尾 第108章收尾手术室外 曾小军和萧传飞 焦急的等待着结果 没一会儿 手术室外的灯按了下去 黄主任推着病人出了手术室 把人送进了麻醉恢复室观察 陈海和严主任 走到曾小军和萧传飞面前 和两人交代萧运萍的情况 萧传飞因为上次的事 现在看陈海还有一点发出 陈海到面前的时候 他还退了两步到曾小军的身后 严主任 我丈夫的情况怎么样 曾小军急切地问道 严主任回答道 我们的运气不错 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 该切除的组织也已经切下来了 虽然术中有出现 呼吸中枢神经抑制的情况 这点主要是和他的哮传有关系 不过好在是抢救过来了 没有影响到手术 接下来 我们主要是要做好预后的工作 并且做一些检查 如果术后没有复发 严主任接下去说的话 曾小军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萧韵平的手术 成功了 自己完了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正在坍塌 所有的希望像树叶般凋落 血压一个没上来 竟然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 严主任和陈海赶紧去扶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萧太太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给你开点检查 曾小军喘着气虚弱地说道 我没事 不用麻烦了 我坐着休息会儿 就没事了 严主任关切地说 萧总现在身边还离不开人 您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切记过度操劳 萧传飞也附和说 是啊妈 你还是检查一下吧 爸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 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和李助理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再打电话通知你 萧传飞还以为自己的母亲 是因为过度操劳 又操心过度才会如此 还不停地在他面前强调 父亲没事来宽慰他 殊不知只是适得其反 曾小军心疼地看着面前 这个傻乎乎的儿子 心疼地摸着他的头说 妈没事 妈休息休息就好 小代代 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您好好休息 谢谢医生 您慢走 等严主任他们走后 萧传飞再次问道 妈 你真的没事吗 还是检查一下吧 这样我们也好安心啊 曾小军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转移话题说道 传飞 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 你小时候总是一睡醒就哭 别人怎么哄都没有用 就是要找妈妈 所以 你每一次睡觉 我都有点害怕 好像是有些印象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萧传飞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 你还记得 你当时在哭什么吗 萧传飞笑着说 我记不太清了 只是隐隐约约记得睡醒难受 想找个人陪陪我 我爸那时候 又总是不着家 睡醒你又不在我身边 那个时候又老是有人在我身边窜多 骂我是没有人要的一种 我爸又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 于是我就想 是不是你们都不把我当回事 那个时候我也小 我就只能哭了 是啊 那个时候你爸刚离婚 为了不让别人说他见一丝千 喜心厌旧 把我们母子往别墅一扔 一个月就来几次 来了也只是坐一会儿 像是例行公事似的 其他时间 也只有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你那时候就老是问我 爸爸为什么这么忙 总是来不了多久就要走 这个我记得 那个时候你就骗我说 我爸是执行国家秘密任务的特种兵 为了保护国家三天两头 就要外出做任务 否则外国的那些坏人 就会拿枪指着我们的国家 我那时候可自豪了 后来别人再说我视野种 我就没有所谓了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是在秘密保护我们的国家 他是真正的隐形英雄 身为他的儿子 说这点委屈算什么 往事在曾小军心底 犹如潮水一般起起落落 变得遥远模糊了 但是现在和萧传飞共同回忆 那一渐渐往事 就又一次浮出记忆的深谈 变得清晰了起来 他伸出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面颊 像他小时候那样 他的脸颊 已经不像是小时候那样光滑细腻 反倒是因为年纪的增长 增添了几颗青春痘和几道痘印 但他的心 依旧和小时候那样 和自己靠拢 师妈对不起你 连累你被外人指指点点 要不然 你也是正经的萧少爷 也不用从小到大 想尽各种办法表现自己 讨你爸欢心 妈 你别这么说 我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 我已经比很多人的条件好多了 至少我从来没有因为钱的事 反倒过不是 至于外人的闲言碎语 我知道 他们那是眼红我 我不放在心上就是 我讨好我爸 那是我做儿子的孝心 你千万别多想 传飞 妈以后要是不在你身边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不能再跟之前似的 每天玩起来 就顾不上吃饭 三餐要吃定时定量 每天要早睡早起 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去哪 没有 你别乱想 我就是看你爸这样 我担心哪一天 我也有什么不测了 没有人照顾你 你爸那人 我是指不上了 我就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让妈担心 哎呀 妈 你别胡思乱想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 也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呢 你放心吧 我这么大的人了 身边又不缺钱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是不是还有你在身边盯着我吗 我哪敢出什么事啊 曾小军抹了眼角的泪水 咽了口口水说 行 妈不想了 今天你陪妈回家一起吃顿饭吧 在医院住的这么久 我总感觉不自在 正好你爸手术成功也成功了 我们回家庆祝一下 行 那我打电话 让吴妈准备准备 不用 今天你陪妈一起去烫超市吧 我们去买菜 今天妈来给你露一手 你应该也好久没吃到妈做的饭菜了吧 好 多一年 第109章 县里来店 第109章县里来店手术结束后 陈海收拾了一会儿 回到了休息室 为了今天的手术 医院特意没有给陈海 布置其他任务 让他专心地铺在这场手术上 其他医学生 此时还在急诊出诊 因此 休息室内只剩下了陈海一人 陈海连续做了六个小时的手术 尽管有短时 精力药剂 但药力过后 还是疲惫不堪 他脱下了口罩和外套 扶在桌上歇了起来 不知不觉 竟然就在桌上睡着了 直到一个电话 把他给吵醒了 电话的那头是黄主任 黄主任说 萧运平已经过了麻醉 醒了过来送去了 陈海到了声泄后 靠在了一背上 恢复精神 现在萧运平手术已经完成 术后护理友 术后的治疗方案有严主任 自己的担子 算是彻底放下了 而且禁止家属探视 即便是岑小军 还有什么想法 也无计可施了 陈海已经不记得 上一次这样在医院里 放松是什么时候了 他还想着 陈海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说道 你好 是陈海医生吗 是我 请问你是哪位 找我有事吗 陈海医生你好 我是戴从斌 和你是老乡 我是龙南县的县长 戴县长 你好 久闻大名 您叫我陈海就好 不知道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海一听是戴县长的电话 心下 对这通电话的目的 已经有了一番猜测 他连忙坐正身子 拍了拍脸好 让自己清醒一点 陈海 说起来我们也算有缘 当年你做了我们县的 高考状元的时候 还是我代表我们县委政府 给你发的奖学金 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像戴县长这样 名号如雷挂尔的人 我怎么会忘呢 反倒是我怕戴县长贵人多忘事 才对 哈哈 我在你面前 可不敢说是如雷挂尔啊 你现在可比我当初 见你的时候要成熟多了 能耐也已经不是之前 可比了 如果说当时的你 还是未成熟的幼灵 如今的你 已经遇水化龙 已经是盛民在外的名医了 这次更是为家乡 带来了一家医院 我带家乡的父老乡亲 全是萧总投资的 您更应该感谢他才对 当然 萧总我们自然是不胜感激的 但如果没有你 也就不会有这次的投资 我们自然也是要感谢你的 戴县长 我们还是不要互相恭维了 您身为一县支掌 每天日理万机 有话不妨直说吧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藏着掖肘了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给你 也就是为了这家医院的事 我想 之前与局长 之前已经将县里的想法 跟你沟通过了 事后 我也找了你父亲 了解了一下你的想法 之前确实是县里的考虑不够成熟 这点上 我得跟你道歉 戴县长严重了 是我年轻不懂事 没能考虑到县里的苦心 是我应该向您道歉才是 一码归一码 这件事 确实是县里的考虑欠妥 因此 我之前没有第一时间打你的电话 而是县里加急讨论了一下 针对这家医院的建立 提出了几点方案 今天我就是希望 能跟你好好交流 一下县里 对这家医院的计划与安排 既然戴县长快人快语 我也就说说 我自己的捉建了 首先我认为 一家医院的建立 首先应该有足够的病人 这样建医院才有意义 医院也才有足够的盈利空间 来维系自己的运营和发展 但是就村里的那个人口数量 和密度而言 明显是不足以维系 一家大型综合医院的生存的 因此 必须要想办法 把外地的病人吸引过来才行 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医院存在的意义 还是应该要为病人治病 如果病人不来 医院建得再好 又有什么用 但是以东家村目前的情况 想要把周围县市的病人汇聚起来 还是比较难的 毕竟市里的医疗资源 和配套设施都会更加充足 大家生了病 还是会下意识地往市里去 因此 如果这家医院要建 它的定位就应该是 辐射十里八村 去往市区不便的村子和县城 和市里的医院形成互补 而不是以卵基石 去跟市里抢病人 我同意 但是问题其实在于 这样定位的医院 是否有必要按照最高标准建立 按照您的说法 这家医院 其实还是作为基层医院而存在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市里已经答应我 只要把这家医院建在市区 他们会补偿性地 在村里建一所医院 这样的话 似乎更符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吧 您觉得呢 陈海试探性地 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想要以此来探探县县里的底 这是自然 但是市里的承诺 到底能兑现多少 你有把握吗 市里的领导 毕竟不是生活在村里 对村子和县里 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多年 对村子看病难的问题 不管不顾 如果你真的答应了他们 他们事后反悔 或者只是应付性地 建了家社区医院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到时候目以成舟 你也拿他们没办法不是 我相信你也是因为这个顾虑 才迟迟没有答应市里的要求 对吗 老狐狸 陈海暗骂一声 但县长所说的 其实正是陈海所担忧的 自己要是答应了市里 到时候市里如果翻脸不认人 自己真的是 没有一点办法 否则当初市里电话 来找自己商量的时候 自己早就答应他们了 而不是这样吊着他们 自己这么做 就是想和市里去谈条件 为村子争取更多切实的礼仪 那依着戴县长的想法呢 我们县里的想法 是把医院就建在县城里 依托县城的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和人口基数 建立一所足以媲美市里医院 水平的大型综合医院 这样不管是县里 还是周边的其他村子 都能因此获益 而且你不用担心 县里不尽心尽力的建设这家医院 因为这家医院 在县里的定位和规划 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么说 戴县长还是要把医院的建纸 从村里挪走了 那这样对村里的好处 其实也有限不是吗 既然这样 我何不直接在村里建一家小型医院呢 这样不仅更方便村里人 带来的好处 也能直接留在村子里不是吗 第110章讨价还价 第110章讨价还价 陈海 你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了 你应该早就明白 以村子的规模和实力 是支撑不起一家大型医院的 我们选择把医院建在县城 这样村子里的人看病 也不用再起个大早 坐几个小时的客车去市里不是吗 这对村子来说 也是件好事啊 是好事 但不够 我想 一家医院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影响力 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 一旦医院建立 周边的房价 住宿和餐饮产业 都会应允而生 甚至周边的地价和房价 都会因此高出一大截 而且去县城虽然比去市里要近 可再怎么近 也比不过在自己村子里方便 如果只是这样 要我选择把医院建在县城 我说服不了自己 更没法跟村里人交代 因此 抛出自己准备的第一个筹码说道 村子为我们周围的乡亲们 做出的牺牲 我们铭记于心 自然也不会让你们就这么吃亏 县里已经决定 会翻修村子里原先的道路 并且在村子里铺一条直达县城的公路 并且设立一班车 专门从村里到县城 这样 村子到县城就会方便许多 这自然是个好消息 可是我如果把医院建在村子里 难道县里和市里 会不给我们这些方便吗 这个好处 似乎更像是锦上添花 还是不足以说服 代县长早已想到 陈海这么难缠 好在自己也是 不打无准备的仗 尽管自己还有筹码 但也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抛出去 因此还是为难的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陈海 你可知道 建设一条从村子公路 是要付出多少成本 县里这几年的财政情况一直不好 是我和于局长 在会上距离力争了好久 才为你们争取来的 别的村子 因为这事都来过县里好几回了 我们都没答应 陈海自然不会轻易 被这样的苦肉疾给唬住 如果这样就满足了 那陈海这几年 大学和医院的实习 不是白费了 他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用代县长的语气回答说 县里的难处我们理解 县里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敏感五内 但是也请县里体会一下 我们的难处 村里现在已经知道了医院的事 如果我这么轻易的 就放弃了 村里人会戳我的脊梁骨的 那我以后都不敢回去了 小滑头 拿村里人说事 你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到时候往萧氏集团 变卦一推四五六 不就完了 当然 这些话代县长 是不能宣制于口的 他还是态度温和的说道 我当然理解了 为众人暴行者 不可使其冻逼于风雪 这也是我们 一直以来的处事方针 你觉得 应该怎么处理好呢 陈海假装思考了一会儿后说 我觉得村里人 这么期盼医院的到来 除了想要看病方便之外 另外一点 就是想要接这个机会 做点小生意 你也知道我们那儿 位置偏僻 交通又不变 村里人为了生计 只能外出打工去 留在村里的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或者妇孺 这样让别人骨肉分离的 也不好对吧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在村里 办一个乡镇企业 让大家能在家门口 把钱赚了 您觉得可行吗 我去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 要是有那么多 投资我至于 看上你这家医院吗 他为难的说 陈海啊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说起来 这也是我做一线执掌的工作 不到位导致的 我愧对这么多的乡钱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希望大家都能留在自己的家乡 把钱挣了 可是现实情况不允许啊 毕竟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至于你说的乡镇企业的事 县里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光是资金就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产业的选择也需要慎重考虑 这个我们恐怕没有办法答应你 陈海不由的叹了口气 这些年村子里的年轻人 全部都往外跑 有本事的都和家人搬去外边了 村子里只剩下了出不去的老人和妇孺 小时候 那些和自己长大的人都见不上了 村子也不负往日的生气 每每想起陈海 也会觉得有些心酸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不是他一点伤春悲秋的情怀 能够阻挡的 他虽然敢怀过去 但却不是个拎不清的人 仔细想了想之后还是说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抢求乡镇企业了 不过作为交换 我希望县政府能拿出一笔资金 作为创业补助和就业补助 来帮助那些想要回来的人 至少能让那些真正想回来的人 少些顾虑 我知道 国家现在也在大力支持 县里应该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但是我要求的这部分资金 必须独立出来 作为额外的补助金额叠加存在 我想 在国家大力支持的情况下 县政府做到这点应该不难 陈海说完 电话的另一头 迟迟没有传来答复 但县长也在认真考虑着 陈海所提出的提议 他当然知道 陈海这么做 对村子有意无害 他也没有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打算 说实话 原本自己准备的筹码里 就有一条他个人荣誉的颁发 只要他有显露出这方面的意思 自己就会拿出作为交换 可从刚才的对话中 带县长明白 陈海的确是没有私心 反而是一片赤诚为了村子 说实话 让自己的算计 有些自残行贿 因此 他不愿意再像之前那样 用过多的话术来应付 而是用真心换真心 思考着可行性 过了两三分钟后 电话那边才再次传来了声音 陈海 我知道你是切实的 想要为家乡做一点事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作为县长 需要为全县考虑 如果说我单单为你们村 发放创业补贴和就业补贴 其他村子会有意见的 所以我建议 这笔资金作为全县的补贴 对于就业地点和创业注册地的不同 实行不同的补贴政策 对比较发达的地区 相应减少补贴 对不发达地区增加补贴 你觉得怎么样 这方面您是专家 听明白 那我们就先这么初步定下了 具体内容 我会在河县里商量 最多三天会告诉你一个结果 萧总那边你记得帮忙说说 只有这样了吗 我不等代县长抱怨 陈海先挂断了电话 代县长看着电话 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 第111章 深夜来电 第111章深夜来电下了班 陈海先是和其他医学生们 一起吃了饭 然后就回了宿舍 说来也奇怪 自己在医院的时候 累得恨不得直接躺地上 下了班 自己想睡 还一时睡不过去 他想了想 既然说不过去 干脆就先不睡了 起来拨通了吴苗苗的号码 苗苗 是我陈海 你休息了吗 没呢 在公司加班呢 这帮人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接下去又有个大项目要赶 怕是这几天都要在公司加班了 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有个事 我想来想去 还是应该跟你通个气 你给我的那张卡 不是有一百万的额度吗 我想把那笔钱捐给老家的县里 你有什么想法吗 哈哈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那张卡给你了 就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呗 有必要特意跟我说一声吗 话不是这么说的 这张卡虽然给了我 可最后付钱的 其实还是你们 我当然要跟你们说一声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 这么大笔钱 我要怎么专给县里呢 我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接触过 这么大笔的资金呢 这倒是个麻烦事 那张卡要转这些钱 估计还有些手续要走 这样吧 你那张卡就不要动了 我直接以我们集团的名义 捐款好了 直接从集团的账上走 反正集团 每年也有一笔钱去捐款的 这样也省事 这样自然是最好了 我回来了 他不听劝 我让他在医院再多休息几天 等真正大好了再回来 可他闲不住 才刚好就往公司跑 我再还能劝得住他 要是我不在 下面的人连话都不敢说一句 不说他了 肖韵平的手术怎么样 还算顺利吧 他的情况没有到杨淑那么严重 其实不需要我做 其他医生来做成功率 也是差不多的 不过他就是有钱烧得慌 自己吓自己 现在已经送到了 手术结果怎么样 还是要看术后的检查结果 才知道 也可以理解 到了他那个程度 钱基本只是个符号 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是事关生死的事 他当然会谨慎点了 换作我是他 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 绑也得把你绑来 给我做手术 反正我搞不懂 你们有钱人的生活 先不说了 你忙吧 挂完电话 吴苗苗咧嘴一笑 连助理进来都没察觉 反正也睡不着 进系统再恋恋吧 这样想着 陈海一头扎进了系统空间 直到晚上十点钟 才从系统中脱离进入梦乡 半夜 陈海睡意正浓 呼的就被一个电话给吵醒 陈海睁开心松的睡眼 顶着刺眼的光线 看了看来电显示 是个商周的陌生号码 陈海先按下了静音 然后穿着拖鞋 往宿舍外走去 走到楼道 才回拨了过去 电话才刚响一声 电话就被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个女生 声音很急促地说道 陈海吗 我是你表姐苏星啊 不好意思 这么晚还打搅你 我这也是实在急得没有办法了 才来麻烦你的 没事 表姐 你说吧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是这样 我儿子晚上一直闹肚子疼 我就想着找一家医院看看 可是我们到了医院之后 他们说 他们医院晚上二科没有急诊 让我们转去别的医院做 当时离我们比较近的 能看儿童的医院 只剩下了一家私立医院 所以 我跟他爸爸 就赶紧送去 做了个光和超声的检查 结果检查报告一出来 那个大夫就说 这个病很严重 他们这做不了 让我们赶紧送到市里的医院去 我跟他爸爸 又连夜赶到了市里的儿童医院 市里的医生说 他们有个检查 要空腹八小时才能做 所以我就着急了 想到你是医生 我就想请你帮我看看 或者找找关系什么的 表姐你先别急 孩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还有不舒服吗 他现在正在我边上玩呢 应该是没有那么疼了 他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有呕吐吗 我看他在旁边玩得挺开心的 精神状况挺好的 也没有出现过呕吐的症状 就是之前 喊肚子疼 一直哭 表姐你能把检查的片子 和报告微信 发我看看吗 现在医院联网了之后 应该是可以直接分享 电子报告的 我找找 你等等 等了半天 结果发来了一堆照片 陈海顿感无语 他回复道 不是这个 我要的是电子的报告 你这片子 我现在没有在现场也看不了 你从医院的公众号看看 或者找之前的那个医生问问 又倒过了一会儿 终于是发来了正常的报告 陈海首先看了看报告 咖啡痘症孤立常判 疑似常扭转 难怪那个医生说 他们看不了 这如果是真的 孩子的情况很危急 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过孩子的精神状况 似乎和报告对不上 要是真的有咖啡痘症 孤立常判和常扭转 孩子应该早就疼得满地 打滚了才对 怎么会在一边玩得起劲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 他打开了片子 仔细看了一会儿后回复道 表姐 你不要太担心 片子我看过了 是有一个常判 常子也确实是扭到了 所以 孩子才会哭得那么厉害 虽然我不是尔科的大夫 不过以我一个 普外外科大夫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并没有报告上报的那么吓人 应该问题不大 你接诊的那个尔科急诊大夫 应该跟我的判断差不多 所以才会让你们等着做检查 要不让早就想办法 做手术了 而且你也说了 孩子现在也没哭了 精神状况很好 那就基本不用担心了 至少支撑到 做完检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候 你们再拿着报告 去找那个尔科医生 在确认下 排除下病因 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第112章 尔科急诊 第112章 科急诊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心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 再做那些检查了 我们也挺不容易的 陈海虽然和这个表姐夫不熟 但想想这个时候 陪在表姐旁边的 也就只有他了 不不不 表姐夫 我说了我只是作为成人的 普外科医生的角度 去分析的病情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 大概情况和我的猜测 好让你们安心 但是孩子的检查 该做还是得做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尔科大夫 而且我现在也没办法 给孩子做查体 所以最后的结论 还是要以尔科大夫为准 孩子跟大人有什么不一样 不就是小了点吗 都是亲切 我们信得过你 你说需要吃什么药 我们马上去买 陈海心里安骂 刚刚还急得跳脚呢 现在连个检查都不愿意做 就当花钱买个安心都不行 要是真的信我 那倒是按我说的做啊 还扯什么亲戚不亲戚的 最讨厌这种道德绑架了 到时候孩子真出了什么问题 怕不是还要赖我 当然 陈海耐着性子回复说 表姐夫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你要是真信 我就去把检查做了吧 我不是吓唬你 儿童的病和成人的疾病谱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否则 儿科也不会被独立出来 和大内科 大外科 妇产科 神经科 并列为二级学科 儿童的检查标准 和用药标准 和成人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缩小版成人 那么简单的 而且 就算是孩子现在问题不大 可是扭到肠子的原因 和要吃的药 还是要查的 要不然一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就未必都像这次那么幸运了 行吧 那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给你的面子 就做了 那你能不帮我们找找关系 让我们提前把检查做了 让孩子在医院走廊上睡一晚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陈海真是忍得牙 都要咬碎了 这个人讲话都不动脑的吗 真把自己当 许愿池里的王八了 看在亲戚的面子上 他虽然生气 但还是耐心地回答 表姐夫 我大学是在金华读的 毕业之后工作的医院 也是在金华 老家那边的医生 和医院 我都不熟 就算我想找人帮忙 也不知道能找谁啊 而且大夫说 要空腹八小时才能做检查 你现在提前查了 也不准确啊 你们不都是学医的吗 听说你都已经在金华 当了大医生了 你打电话给他 他还能不卖你的面子 大家都是亲戚 你就当帮帮我们 算我们求你了 还不行吗 哎呀 行了 没看到表弟说自己 在这没熟人 帮不上忙吗 你还没完没了的 表弟 你先休息吧 以后我们有机会 去金华麻烦到你 你可一定不要嫌弃 我们这些亲戚啊 陈海笑笑后挂了电话 冲着电话发泄了一通后才 回了房间睡觉 第二天一早 陈海一如既往地 到了急诊 来的是一位爸爸 鲜血模糊 用毛巾包着 毛巾还在不停地往下渗血 爸爸一边跑 一边大喊道 大夫 大夫 快来救救我儿子 旁边的路人见状 赶紧把路让了出来 让他优先处理 陈海马上上前问道 什么情况 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 医生你先别问了 赶紧先处理吧 你跟我来 其他家属去一个填一下单子 挂号缴费 陈海进了处置室 拿起纸血袋 就往孩子的身上包 一边包一边问道 这是怎么弄的 都怪我 我一个没看住孩子 被他从客厅的茶几上 拿出水果刀 结果一不小心 就成这样了 孩子流血流了多长时间了 应该已经快十分钟了 我们家就住边上 一发现就赶紧送来了 大夫 你赶紧给他缝上吧 他这个血再流 都要流干了 陈海观察了一下 手的出血情况 和孩子的精神状态 然后说道 那应该还来得及 他这个情况 我们这儿治不了 得找专门的儿童手外科才行 我现在先把血给他止住 你们赶紧去 还来得及 为什么治不了啊 这不就是 把手缝上就行了吗 孩子现在还在流血呢 这一时半会儿的 你让我们上哪儿去啊 陈海一边上直血带 一边解释 这不是缝上那么简单的 出血只要不是出现 出血性休克 危及生命 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我刚才看过了 他这个出血量 在目前的时间 是基本不会 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 而且 我已经上了直血带 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他这个情况 已经伤到了手部肌肉和神经 如果我就这么缝上的话 他的手部功能 将来就会出问题的 至于哪里能做 我也不知道 你稍等 我给你问问 陈海拿出手机 先是打给了石主任 把这边的情况 跟他讲了一番 石主任表示 他对哪个医院 能做小儿手外也不清楚 但他打给了尔科的主任 询问了情况 让陈海等消息 陈海这边在等消息的时候 家属看陈海 在一边拿着电话 没有继续处理顿时炸锅了 你这医生怎么回事啊 我儿子都疼成这样了 你还处在那儿 跟块木头似的 你怎么当医生的 我儿子的手 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陈海白眼一番 压着火安慰道 这位家属 你冷静一点 我现在是在等科那边的消息 省得你们白跑一趟 耽误孩子的治疗时间 如果你觉得 我的诊疗有什么问题 你大可以在孩子恢复之后 来投诉我 或者你们有更好的选择 也可以直接往你们信任的 医院和医生去 正说着 石主任那边的电话来了 儿科的同主任说 金华儿童医院那边 应该可以处理 你让他们赶紧去吧 儿科那边说 金华儿童医院那边 可以处理 你们赶紧去吧 玩了手就真的保不住了 你对我记住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垃圾医生 第113章 医从信 第113章医从信 陈海 来帮忙抬一下病人 早上不知道 又是哪一路神仙没拜好 病人异常的多 往往是刚处理完上一个病人 没来得及回办公室 就被分整台的护士叫走了 这次救护车送来的是一个 约莫60多岁的老人家 男性 银白色的短发 让他看上去比较年轻 可他的精神状态 已经说明了他的情况 刚到救护车旁边 准备把病人从车上抬下来的时候 病人直接就是 一口鲜血呕了出来 陈海赶紧拍了拍他的背部 避免血液回流阻塞气道 老人情况稳定后 马上放上床 开始询问病情家查体 一边的护士 也在连接生命监护仪和治管 做着准备 大爷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5了 大爷的声音微弱 基本只有点气声 而且口音非常重 陈海不得不把耳朵贴在大爷嘴边 才能勉强听清 时不时还需要护士 帮忙做下翻译 大爷基本情况是 65岁男性 两小时前 因为喝了一罐冰饮 30分钟后出现腹痛 伴有藕纤红色血和便血 大便颜色暗红 大爷本身有防颤史 吃着立法沙斑抗凝 高血压和混合痔疮 陈海初步判断 是个消化到出血 查了血液五项盒 叫了钢肠科 消化科的和心内科的老师下楼会诊 血液和报告也初步验证了陈海的猜测 病人的血色素 直接掉到了正常的12掉到了6 血脚板掉到了100以下 说明出血还是比较急的 很快 钢肠科 消化科和心内科的老师就来了急诊 心内科暂时停用了立法沙斑 待消化到出血稳定后 再评估重启 消化科目前没有闲置的病房 只能让大爷现在急诊过道上这边 等着消化科腾出床位 家属谈话环节 陈海才从家属口中知道 老人变血已经出现了将近三天了 但老人和家属都坚持认为 只是由于他的痔疮导致的 因此没有过多在意 结果今天就是在地理的时候 喝了一罐家里人带来的冰影 没过多久就出现饱腹感和变血 最后出现的藕血 才紧急送来的医院 陈海不禁疑惑 你们知道老人有痔疮 没有带他去医院看过吗 老人的儿女回答 当然看过的 要不我们怎么知道 是痔疮 医生也说要手术 可不是我们不乐意花这个钱啊 是我爸一听 要做手术要花钱 说什么都不愿意去 一定要等到地理的活干完再说 我们拗不过他 才拖到现在的 陈海没有要责怪病人家属的意思 毕竟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自己又不是他们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 没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什么 他向病人家属交代道 他现在是因为冷饮刺激 导致的消化到出血 按照你们所说的 不排除在之前就有出血的情况 在冷饮的刺激下加重 钢肠科那边也来看过了 痔疮的出血量不大 还能控制 现在我们会给他做输血和止血治疗 在这段时间内 一定要进食水 否则消化到会再次打出血的 到时候 止不止得住血都两说 明白了吗 陈海先给他输了血 消化科和心内科的药也都用上了 输完血之后 血色素上升到了8左右 接下来只要输血持续观察就可以了 结果就出了幺蛾子 第二天陈海来查房的时候 病人的家属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陈海和值班护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 晚上趁着没人的时候 给病人喝了点鸡汤和白粥 结果输了400的血 才稳定住的血色素 一下就掉到了4 晚上又开始呕血和变血 昨晚值班的医生 又不得不给他输血用药 现在状况还没稳定下来 陈海一听就怒了 到病房问家属 我昨天不是特意跟你们交代过 患者要进食进水吗 护士也跟你们强调过好几次了 他怎么又吃喝上了 患者的子女们 自知理亏不敢回答 躲避着陈海的眼神 唯独一个看着和老大爷 差不多年纪的老奶奶 不反思自己的问题 反而怪罪陈海说 是我给他吃的东西怎么了 我老伴昨天在地里干了一天活 都饿了一整天了 你们年轻人现在不下地 几顿死不了 可我们庄家人干了一天活 再什么都不吃 身体怎么受得了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要是再饿坏了 那不是身体就更差了吗 我看就是你们没给治好 现在出了问题 反倒赖我们 陈海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 反喷了句 你们那么呢 你怎么不推回家 自己治去啊 我跟你们家属谈话的时候 就千叮零万嘱咐 他现在是个消化到出血 好不容易 我们才用要止住 你现在吃东西刚止住的血 不就又破了吗 再说了 我们已经给了静脉营养 不会有缺营养的问题的 那营养针 能跟我们亲手做的鸡汤比吗 食品营养针 都比不过我一碗鸡汤 他现在就是喝了你做的鸡汤 昨天晚上呕了一晚上的血 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期呢 你那些鸡汤 还不是全呕出来了 他吸收进去了吗 更奇葩的来了 老人听不懂死匠就算了 老人的儿女 看自己妈妈被医生说了一通不乐意了 反过来对陈海说 医生 我妈这也是为了我爸好 鸡汤多正常的事啊 也没听说生了病 喝了碗鸡汤就出事了的 不会是你们自己治不好病 反来赖我们吧 陈海摘了眼镜 揉揉揉太阳穴后回答 如果你们对我的水平和诊疗存疑 你们现在就可以签了知情同意书转院 我绝对不拦着你 或者你们有更信任的医生 也可叫来代替我 但是只要我一天是他的管床大夫 那你们就得听我的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么听我的好好治疗 要么你们签了知情同意书转院 你们自己决定 第114章 吃错药 第114章 吃错药 老人最终还是留在了医院继续治疗 陈海再次跟家属重申了一遍 消化到出血的注意事项 这次患者家属没有再反驳 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不过脸上的不屑与愤懑 明眼人都看得出 陈海也懒得与他们纠缠 毕竟自己是大夫 不是神仙 他们要怎么做自己也拦不住 因为这个事儿 陈海又不得不再发一次会诊申请 并且在病例里面更新一大段内容 大大增加了医生不必要的工作量 浪费了医疗资源的同时 还增加了家属的经济负担 这样一想 陈海是真的觉得可惜 查完房 陈海又回到了办公室待命 结果屁股都没做热 又送来了一个 陈海一边偷偷观察着分诊台护士的表情 一边暗自祈祷 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 很快 分诊台护士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陈海像是小时候 偷偷观察老师到办公室的小学生一样 假装没有再看 一边眼睛又不自觉地往分诊台那个地方瞟 陈海 过来收病人了 陈海无奈只好再次起身 临走前 不忘把桌上的笔别在了自己的胸口 要不然没两分钟 估计就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了 送来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性 腹痛被家人送来的医院 陈海先是简单地做了查体 一边查一边问疼痛的位置 性质 持续时间 加重或者减轻的因素 以及月经的时间 家族病史和服药史 患者自数 月经已经持了快两周了 且伴有阵发性的下腹痛 一周前因为腹痛和流感 曾经在当地的小诊所做了检查 被诊断为前表性胃炎 开了点假消错 头包和力巴为零 这几个药的名字一出 陈海当即便皱起了眉头 他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 为了以防万一 陈海先在床旁做了个急诊的心电图 排出了心梗的可能 随后开了检查和超检查 结果不出所料 孕妇是个先兆流产 陈海赶紧打电话 找了妇产科的医生来会诊 陈海刚跟患者和患者家属说 他怀孕了的时候 他和他的丈夫相拥而弃 孕妇也顾不上自己还在腹痛 直接和自己的丈夫抱在了一起 从他们表情和肢体动作 不难看出 他们应该已经期待孩子降生很久了 这让陈海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 但是孕妇现在很危险 陈海必须直接了当扫兴地说道 但是胎儿现在已经有了先兆流产的迹象 而且 你在孕气痴的力巴为零 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 你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建议先转到妇产科 让妇产科那边来评估 你们是否还能留得住这个孩子 听完陈海的话 孕妇眼里的光 像是黑暗中被风吹着的火折子一样 一点点暗淡了下去 已经开始啜泣了起来 那个丈夫连忙拉住陈海的手说 大夫 我求求你 一定要帮我们留住这个孩子 我们俩为了要的孩子 已经准备了好久 我有绍经症 为了要的孩子 我四处求一问药 他也是吃了不少的偏方调理身子 眼下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 大夫我求求你了 陈海不禁要问 当地大夫给你们开药之前 没有问过 你们有没有在备孕吗 你们吃药之前 没有看过药物的说明书和禁忌吗 立八为零是孕妇严禁使用的药物 已经经过实验证明会 导致胎儿严重畸形的 他们用力地摇了摇头说 那个诊所的医生没有问 他说 我们这个只是小问题的 吃点药就没事了 我们也觉得 只是个小感冒 也就没有提 这两夫妻的心也是够大的 明知道自己在备孕 吃药前都不问问 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虽然根据自己学过的知识 陈海已经基本可以断定 孩子留不住了 但他还是寄希望于 自己妇产科方面的病情诊断有误 等妇产科的医生 来纠正自己的判断 不过很遗憾 妇产科大夫给的诊断结果 和陈海的诊断基本一致 孩子基本是留不住了 孕妇已经出现了 先兆性流产的迹象 关键怀孕初期是 吃了假消措和立八为零 胎儿畸形的概率 本来就比一般的胎儿可能性大 夫妻还是不肯死心 抓着妇产科的医生的袖子 不停地追问 保留孩子的可能 希望医生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 妇产科的大夫 也没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概率 只能告诉他们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 胎儿的发育还正常 但是后续流产的概率很大 而且即便顺利生下 孩子也会有一定的概率 会是畸形的 即便是妇产科的大夫 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们还是指望 大夫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概率 帮助他们下决定 可是力巴为零至极 没有在人身上做过实验 更谈不上实验数据 即便是真的存在这方面的数据 对病人和医生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结果就是零和百分之百 没碰到就是零 碰到就是百分之百 你没办法指望大夫 根据你的状况和检查 预测一个几个月后的数据 其实更让人难过的是 陈海认为 这个孕妇的前表性胃炎 很有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两口子说的偏方吃出来的 当然这个无从考证 而且现在的意义 也不是特别大 甚至根据这个医生水平 前表性胃炎的诊断 都要打个问候 即便是真的诊断无误 诊所的用药也有待商榷 只能说 小诊所还是太不正规了 什么要都敢开 不管怎么说 这个医生在明确知道 孕妇严禁使用力巴为零的情况下 开药前 没有询问两个年轻的夫妻 他们备孕的情况 这个工作失误 是不争的事实 但陈海除了骂一句 这个医生水平不行 其他的没什么办法 只能为两夫妻暗叹一句可惜 磨蹭了一个上午之后 最终这对夫妻 还是听了医生的话 转到了妇产科 准备做营产 好好一切顺利 术中没有再出什么乱子 至于他们术后 打算怎么处理诊所医生的失误 陈海就不得而知了 第115章 胡语的邀请 第115章 胡语的邀请陈海 正在房间里赶着病例 电话又没完没了地响了起来 陈海等把最后一句话打完 才接起电话 看到来电 显示他还有些讶异 电话是胡语打来的 按理说 这个时候 他应该还在上班吧 怎么想起给自己打电话了 陈海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胡语的声音 海子 是我 你现在在忙吗 刚写完病例 怎么了 那就好 我还怕打扰你工作呢 是这样 我们公司晚上有场活动 是为专门答谢那些 和我们公司有来往的那些客户 和供应商们举办的 我们经理想让我问一问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一起来玩玩 你们公司答谢合作伙伴 我去了算是怎么回事啊 你帮我谢谢你们经理吧 我就不过去了 陈海一听 不是什么紧急的事 就用肩膀夹着电话 一边说 一边继续在键盘上 悄悄打打起来 别啊 今天晚上虽然是公司举办的活动 来拉近供应商和客户的距离 可是对我们这些药袋来说 那就是秀肌肉和客户的好时候啊 大家平日里名正暗斗 这个时候肯定都想秀一下自己的客户啊 你也知道 我这边没有什么大客户 你要不来帮我称称场面 那我多尴尬 我一个实习医生 能帮你称什么场面 再说了 我以什么名义区啊 其他来的 都是身价不菲的老总 或者你们公司的老朋友 我总不能舔着个脸 说我是你朋友就进去吧 我看还是算了吧 呼吁一听陈海不来 那可就急了 声调都高了起来 别啊 只要你肯来 我保证上下打点妥当 绝对没有人敢拦你 再说了 你一直医院宿舍两点一线 你不腻啊 就当时来玩玩了 反正你来了之后 我们两个网角落一缩 那不跟我们两个聚聚是一样的 吃喝还不用我们花钱 而且我们公司有的是 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我来给你介绍介绍 陈海脖子一直保持弯曲的姿势 换了一边肩膀继续说道 你自己留着吧 我用不着 你们公司这么多小姑娘 你怎么还单着呢 你什么时候脱单了 什么时候再来帮我介绍吧 我那是没有这想法 我要是想追 那不是分分钟手到擎来 行了 你就别吹了 我这边还有事呢 晚点再聊 等等 先别挂 我跟你明说了吧 你还记得 那天和你在饭店遇上的去总 你还记得吧 我们经理给他下请帖的时候 正好我也在 他就问了句 你来不来 我们经理问我 我们经理就顺嘴说你会来的 然后我们经理就给我下了死命令 他让我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叫来 我可是在他面前说了 我们的关系有多铁 你不来 那我不是在我们经理面前 成了满嘴跑火车了吗 你真会给我找事干 你就不能说我忙医院的活 没时间吗 你没听到 我一边在跟你打电话 一边还噼里啪啦 忙着写兵力的声音吗 那你可太小看 我们了 我们做药带的哪个医生 什么时候值班 什么时候休息 我们一清二楚 你想用这瞎话蒙我们经理 他一查不就露馅了吗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来玩玩吗 当然了 你要是觉得自己飞黄腾达了 不拿我当兄弟了 那就两说 这么明显的激将法 现在小学生都不用了好吗 好好 算我怕了你了 你把地址发我 晚上我下班就过去行了吧 没有什么着装要求吧 不用 你下班我去接你 这样才显得我们俩关系好吗 着装倒是没有要求 可你也别穿得太随便了 要不在人群中就太显眼了 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正式的衣服 我上次穿过的最正式的衣服 还是你借我的那套西装了 那还不简单 我去接你的时候 顺带买一件呗 反正你在医院迟早是用得上的 再说 你现在应该也不缺这点钱了才对 行吧 那我下了班给你打电话 我们晚上见面再聊 挂完电话 陈海又一次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医疗工作 说实话 他还真是对晚上和胡宇的聚会 有一点小期待 毕竟在医院这样紧张的工作氛围里待久了 难免会觉得枯燥 自己也确实需要找一点生活的乐趣 来调剂一下 终于等到了下班的时间 因为今天的急诊病人不多 陈海难得有一次提前做好了归档 准时下了一次班 走出急诊楼的时候 天居然还是亮着的 黄昏燃烧炽烈的晚霞 衬托的天空如同浅潭一般 轻盈袖彻 让陈海上玩一天般 焦躁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了下来 胡宇早早地在这等候着 接上陈海 两人一路聊天 就往路边的商场开去 下了车 坐着电梯上了六楼 这个商场 陈海和胡宇他们在大学时候 也来过几次 不过最多就是吃点东西 里面的商品陈海 最多也就是看看 光是上面的标签 就足以让之前的陈海 褪毙三社了 不过胡宇倒是对里面熟门熟路的 左拐右拐的 把陈海领到了一家专门卖西装的店 这店的门头 可真是挺下功夫的 非常复古的装修风格 具体是什么风格 陈海也说不上来 但就是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和陈海同时进门的 还有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人 戴着一副简单的金丝眼镜 手腕上还戴着一块表 一看就是这家店的常客 一进门 就有两个人 上前分别问陈海和那个中年人 你好 二位之前有来过我们店吗 有指定的师傅接待吗 胡宇摇了摇头说 没有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 一听是第一次来 又看了看陈海和胡宇的穿着打扮 再加上他们两个的年纪不大 接待的性质就少了大半 看陈海他们的眼神跟温神一样 二位需要定制西服吗 还是选择我们现有的款式呢 尽管这样 出于工作要求 他还是向征信的问了问陈海和胡宇 不过语气和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 尤其是和那个接待中年人的同事一笔 高下立判 现有的衣服吧 晚上就要穿了 我们自己先随便看看 我就知道 那个接待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不过陈海还是听到了 好的 二位需要喝点什么吗 我们店的花茶比较有名 点的客人也最多 就他吧 好的 第116章 视力眼 第116章视力眼等接待走后 陈海趴在胡宇耳边轻声问 你这是第一次来啊 那你就敢把我往这带 胡宇拍拍陈海的肩膀说 放心吧 我虽然是第一次 可我们经理不是啊 为了帮你找一身 适合你身份的衣服 我可是找我们经理和老业务员问了个遍 才选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做了这么久的西装 他们挑的店不会错的 你别那么切生生的 放轻松点 这边的衣服 你看看喜欢哪家 陈海一渐渐看了过去 除了颜色不同 同一个类型的西装陈海 看着也都差不多 说实话 真没看出什么区别 可能特别在意 细节的细节控会注意到吧 走到了一身身脏蓝瓶薄领的商务套 装前停了下来说 我看起来都差不多 就这身吧 我看着舒服 我看着这有点老气啊 感觉像是我们上一辈人喜欢穿的风格 你别把自己穿老了十几岁 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我看这套的配色挺新潮的 基本很少看到有人穿这种 胡鱼指着一件淡蓝色的西装 对陈海说 不会啊 我看着这件挺好的 你那件太花了 我还是喜欢低调点的 你好麻烦帮我拿一下这套西装 陈海转头对着那个刚端着茶水 放到桌上的接带说 那个接带放下茶水 冷着一张脸说 这件衣服你确定要吗 按照您的尺码 我得去里面找找 挂在外面这件你穿不了 这话反而把陈海问梦了 他回接带说 我不是怎么知道要不要呢 我们店的衣服做完之后 都是经过严格的清洗和消毒 才能收起保存的 您如果不确定 要我从仓库里找出来要时间 如果你不要我 还得重新清洗 运烫收起来 这样不是耽误时间吗 所以你们店的衣服 是不让是穿的吗 接带当然不敢说出这种话 否则被抓住把柄闹起来 自己可没什么好 他撇了撇嘴 到里面找起了衣服 陈海和胡宇气呼呼地坐了下来 喝起了茶 胡宇直接骂道 这接带不是明摆着狗眼看人低吗 看咱们穿的不怎么样 又年轻 就想把我们往外轰 什么玩意儿啊 还不止呢 你看看 坐我们旁边那大叔的茶和我们的茶 胡宇顺着陈海的提示看去 只见那个大叔湖里的茶汤清亮 一朵朵晒干的鲜花 在湖里舒展着 和茶水形成了精味分明的两层 反观自己这边 连朵完整的花都看不见 全是碎花或者梗 我去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 这不明摆着拿茶叶末子来对付我们的吗 而且连个滤网都没有放 这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 气死个人了 我去找他们领班去 去了大不了换个人接待我们 他最多被不痛不痒地骂几句 顶什么用 那你说怎么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不是来买衣服的吗 不多试几次 怎么知道要买哪件 你也别闲着 有什么看上的 尽管叫他去拿就是了 还是你有主意 我这就去 就这样试着试着 办了多小时过去了 陈海和胡宇每人试了十几套衣服 到后面陈海实在是试不动了 干脆进了试衣间 坐着不出来 等休息够了 再出来告诉接待衣服不合身 然后继续循环 陈海这边接待还没结束 他也没法去接待其他客人 他自己也因为找衣服 累得也够呛 到后面 他实在忍不住了 在陈海他们再次提出 要继续试衣服的时候 他居然恶人先告状去找了领班 说陈海他们故意找茬 领班听了情况 赶来对着陈海他们说 您好 二位已经试了这么久了 有找到心仪的款式吗 胡宇滩坐在椅子上 慢悠悠地回答说 还没有 感觉每件都差点意思 还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件衣服 再试试吧 你们这么大一家店 总能找到能让人满意的衣服的 我们有时间 慢慢来就是了 二位如果对我们的现有款式不满意 可以考虑试试我们的专属定制服务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样的穷人 是买不起你们的定制服务的 我们还是再慢慢试吧 我们不赶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能需要请两位离开了 领班渐软的不成 便直接开口威胁 估计也就是看着陈海和胡宇 年轻好欺负 只能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陈海见过那么多 蛮横无理的患者和患者家属 自然不会被一个领班一两句话给吓退 他从沙发上坐直身子 一边活动脖子 一边对着领班说道 怎么 你们店是不让多试几件衣服吗 还是你觉得 我们不配是你们家的衣服 自然不是 对于那些有需求的顾客 我们会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但是对于那些故意找茬的人 自然算不上顾客 我们虽然服务至上 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 你要怎么请我们出去呢 找人把我们扔到店门外边去吗 陈海双手交叉 至于胸前目光直视着领班 如果两位执意不肯离开 那我只能报警 并向两位索赔妨碍营业导致的损失了 好吧 你报警吧 我等着 陈海的火气也上来了 大不了今天晚上的活动不去了 跟他们耗上呗 不过这可苦了胡语了 眼看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自己到现在还在这纠缠 如果报了警 那赶过去的时间就更晚了 正当胡语思考着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坐在旁边和陈海他们一起 静电的中年大叔说话了 一点点小事 这晕倒到警察局吗 警察也挺忙的 不如我来做这个合适老爸 小伙子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也把人折腾够了 也当给我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吧 陈海回答说 大叔 不是我得礼不饶人 你也看见了 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的 他们难有一点 像是诚心道歉的意思 小刘 这事确实是你们 做的不地道在先 也不能怪人家生气 就当给我个面子 你给人家道个歉 这事就算完了 先自己被摆在风口浪尖 那个招待只好出来 陈海不情不愿地道了歉 陈海也不再为难 买下了第一套式的衣服 离开了店里 和胡语往活动地点赶去 第117章 抵达会场 第117章 抵达会场上了车 胡语恨不得把脚踩进油箱里去 差点把车子开出了飞机的速度 这趟车坐的陈海 差点心脏病没犯了 好在最终是有惊无险的 到了最终的目的地 不过陈海却是实打实的晕车了 差点没吐胡语车上 下了车 陈海还觉得脚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在车边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他对胡语说道 下次我再也不坐你车了 我宁愿自己打车来 哎呀 这不是为了赶时间吗 平时我也不会这样开车的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就进去吧 我们经理都催落好几次了 在胡语的搀扶下 陈海慢悠悠地进了酒店 路上胡语问道 你现在反正也不差钱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买辆车啊 这样自己上下班或者出门都方便些 买车 我连驾照都还没考呢 买什么车啊 再说我们宿舍和医院离得又不远 医院前面那条路又堵成那个鬼样 前车和后车恨不得粘在一起 我就算买了车也未必敢开 买了也是摆设 再者说 医院和宿舍那边停车也不好停 我买来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现在每天上下班打车方便多了 而且还不用找地方停车 堵车了还可以直接下车 你说我有买车的必要吗 那倒也是 你这样的土豪 也不在乎多花些钱去打车 也就是我们这样可怜人 天生的劳碌命 叫那点撒瓜俩早的 行了 可怜人 再大声点你经理就要听到了 陈海向右边指了指 顺着陈海手指的方向 胡语这才注意到 他们经理和那个区总正在 往他们这边走来 他尴尬的问陈海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陈海无奈的说 我哪知道 你会突然有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感慨呀 我想拉住 你得为不先知才行啊 不过我们离得这么远 周围又那么嘈杂 他们应该听不见我们说什么的 你还是赶紧收了你那副心虚的表情吧 否则别人会起疑的 胡语连忙收拾了脸上的表情 笑着跟在了陈海身后 两方人靠近后 曲总和那个经理小跑着 拉住了陈海的手说 陈医生 我们可是恭候大家多时了 还是小胡有本事啊 能请来陈医生这尊大佛 让我们这次的答谢宴 蓬毙升辉啊 您客气了 我今天来就是借贵宝地 和胡语须旧 顺便蹭点吃喝 你们能不嫌弃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陈医生说笑了 我们就先进去吧 不要在外面站着了 在刘经理和曲总的引领下 陈海走进了这次答谢宴的主会场 会场布置得有模有样的 会场中央的大屏幕上 写着红发医药有限公司答谢宴 正中央是一座香槟塔 旁边摆了一架钢琴 钢琴师的手指 在琴键上轻巧地跃动着 演奏出一段段和谐的乐章 答谢宴的老板们 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 谈论着生意 手上拿着一杯香槟 偶尔举起香槟喝上一口 随后又继续地讨论了起来 会场间不时有人穿梭着 或和老熟人打个招呼 或找机会认识些新的朋友 总之把会场的气氛 还是调动得比较热闹的 在宾客如云 满座丰盛的隆重场面 表面上看 人们兴高采烈 沉浸在一片高贵的愉快气氛之中 但通常 拘束 尴尬和无聊 才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因为他们无所求 众人聚合的地方 也就是世俗的面子 和各种场面化的集会之处 在这些围着交谈的人群中 有一个人群显得格外拥挤 看上去像是蚂蚁铸造的乙巢一般 一下就把陈海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 此刻 大家也顾不上拥挤和体面 愣是往一边挤在一起 像是狂热粉丝 追随在偶像身边一样 人群的焦点 是一个和陈海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 看他脸上质得意满的笑容 显然他对这样的场合 和众人的追捧很受用 陈海推辞了刘经理 给自己留的中心位置 转而找了一个偏僻的 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落坐了下来 刘经理和屈总向陈海告罪了一声 然后就带着胡宇到人群中交际去了 胡宇在经理的带领下 先去进了一圈酒 交换了名片 而屈总则是非常明确的 投入了刚刚那个最拥挤的人群当中 旁边的人问道 你刚刚上哪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屈总回答说 出去接了尊大佛 什么人啊 难道还值得让你抛下这边 特意出去迎接 你别说 如果真的要比起来 眼前这位恐怕还真比不了 人家肯帮忙 我在总公司不说横着走 至少一席之地是肯定有的 谁啊 能让你这么大口气 你怎么认识的 你帮我介绍介绍呗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现在跟他也还不熟悉 没他的允许我还真不能帮你引荐 等晚些时候 我再找机会吧 切 不说拉倒 陈海自顾自地吃着 喝着 因为职业习惯 他没有喝酒 而是让服务员找了一杯饮料给自己 正当他百无聊赖地看着手机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 碰到的那个大叔 没想到会在这碰上 他当即回答道 当然了 随便做 没想到 我们居然在这又碰上了 大叔儒雅地笑了笑说 是啊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碰上你 我们俩还真是挺有缘的 刚刚和你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呢 他去外边见几个朋友 一会儿就回来 你不去会会那些老板们吗 我又不是做这行的 而且我也不喜欢抛头露面的 这样坐着吃东西就挺好的 没想到我们这点倒是挺像的 都不爱热闹 也不喜欢往人堆里炸 第118章 宴会开始 第张宴会开始对了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陈海问道 我姓张 在大学里教书 我看你年纪不大 应该还没毕业 或者刚毕业不久吧 叫我张老师吧 我听着习惯些 我叫陈海 张老师的眼睛可真是老辣 我确实是刚毕业 今年刚刚开始实习 不知道张老师在哪高就 教授什么专业 我在京华大学 教医药化工方面的知识 我带的团队和以前的学生 都和这家企业有一些合作 所以这次的答谢宴 他们也邀请了我和我的学生 你刚刚说你不是干这一行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 他们又为什么请你来呢 陈海笑着回答说 看来张老师和我们的缘分 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我就是京华大学的学生 不过我学的临床医学 和您的专业方向不太一样 今年刚刚进入医院实习 您刚刚见到的那个 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他毕业后进了这家公司 在这家公司也算混得开 于是借今天这个机会 要我来这边聚聚 我就舔着脸来了 张老师眉眼一弯 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说 没想到 在这儿我还能看到 我们学校的同学 真是难得 不过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刚当你们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的那个室友 明显是以你马首是瞻 而且你为了这样一个活动 能也都不眨花上 一万多块钱买一套衣服 我虽然不是学医的 但是我对医生的工资水平 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更何况 你还只是刚毕业的实习医生 一万多对你这个阶段 绝对不是小数 综合看来 你绝对不是你口中那样 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才是真正的真人不露相 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 但我们学校的医药化工 专业排名和老师 是个什么水平 我是知道的 您绝对不是一个 大学老师那么简单 恐怕大学老师这个头衔 是您一连串头衔中 最无关紧要的那个头衔吧 而且一看 您就是那家西装店的熟客了 以我们学校那点工资 恐怕很难支撑吧 陈海和张老师 露出了心照不宣的表情 默契的没有再继续 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毕竟谁都有 不想为人所知的事 既然无关紧要 何必打破杀郭文到底呢 正好这个时候 胡宇也应酬完回到了这边 陈海于是借破下驴 借给胡宇介绍张老师的机会 打断了这个话题 胡宇 这是我们学校医药化工专业的张老师 我们刚刚在西装店见过的 张老师 没想到您居然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 真是实景 你们经理呢 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陈海问道 我们经理一会儿 要和老板上台致辞 他先去准备去了 怎么样 今天的酒水还不错吧 比你一个人待在医院 有意思多了吧 想听实话吗 算了吧 你这话的意思 我还能不明白 我要说的是 确实不错 至少比在急诊厅 那些小家店的声音好多了 也不会有人追魂夺命 再加上有免费的酒水和钢琴演奏 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我也确实好久没有出来散散心了 这次也算是开了眼界了 小家店是什么东西 医院还有这种东西吗 张老师不解的说 陈海摸了摸头 自己在医院待久了 把医生和护士间的黑话 不小心顺嘴就说了 还下意识地以为 大家都能理解 他回答说 小家店是我们对新店监护仪 呼吸机 输液泵之类的装置的昵称 算是大家工作之余的一个小调剂吧 您没在医院待过 不知道很正常 陈海 胡宇和张老师聊了一会之后 答谢宴也正式开始 大家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到了台子的前面 先是由主持人上台 介绍了一下今天的流程 然后就是公司的老板上台致辞 对在座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陈海没有兴趣听这些 便去了厕所躲了的清静 刷了会儿手机 等出来的时候 正好撞到了 那个人群焦点的年轻人 正在洗手 借着厕所的灯光 陈海才看清了这个人的全貌 这人四肢健壮 宽圆的肩膀 高挺的胸脯 再加上本就不算高的身高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倒放的墨水瓶子 再搭配上那身长款的礼服 显得整个人都有点莫名的滑稽 似乎是注意到了陈海的目光 他转过头 和陈海对视了一眼 陈海知道自己这样做不礼貌 于是冲他微笑后 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他似乎是有点生气 抑或是已经习惯了 这样审视的目光 扭头便往门外走 没有理会陈海 陈海洗完手 也往会场的方向走了过去 和他刚好是前后绞进了会场 此时会场的灯光 已经被人为的调暗了一点 好让台上的灯光效果能更好 就是因为这 陈海眼看着那个年轻人 撞上了前面上菜的服务员 等陈海想提醒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餐盘和碗叠落地的声音 将会场的目光 尽数吸引了过来 那个服务员立马上前道歉 并用自己的手帕 给那个人擦拭着衣服 这本身就是个意外 陈海也没觉得怎么样 谁知道那个年轻人 上来就把服务员推到了地上 并且骂道 拿开你的脏手 你什么东西 就敢往我这衣服上擦 擦坏了 你赔得起吗 你眼睛瞎了呀 上来就往我这儿撞 大家一看 这个骂街的人士 这个年轻人 于是纷纷上前关心起来 那关怀备置的样子 简直就差直接上嘴舔了 看完只叫人掉鸡皮疙瘩 但这么多上前关心的人 竟没有人想着 去拉那个地上的服务员一把 服务员被骂得满脸通红 但是又不敢反驳 只好坐在地上 任由那个年轻人 和其他羡美的人 骂骂咧咧 第119章 出头 第章出头 陈海看不过眼 在众人的目光下 伸手把那个服务员 给拉了起来 服务员轻声回了一句 谢谢 很快 酒店的经理就赶了过来 不由分说的 就对着服务员骂道 你怎么回事 刚上班就给我捅这么大的篓子 没等服务员解释 经理就转过头 对着那个年轻人说 真是对不起 您没伤着吧 要不要我们带您去医院 结果年轻人还没说话 身为东道主的老板的 倒是先跳出来了 你们酒店怎么回事 怎么培训的服务员 怎么能把菜撒到客人身上呢 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你们酒店拿什么赔 对不起 这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我向你道歉 您所有的干洗费和医药费 我们都会全部承担的 我们也会加强对 酒店内部人员的零培训 保证不会再出现 今天这种问题了 赔 你拿什么赔 我这套西装 是我专门去意大利 找人手工定制的 国内都没有卖的 保养和清洗 也需要送去意大利 你一个服务员 能赔得起吗 年轻人怒不可遏 脸上像抹了一层岩霜 眼睛像要喷出火来 众人都静若寒蝉 一句话也不敢说 服务员一听更是害怕 他也是刚刚才找 关系进的这家酒店 身上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怎么可能有能力 赔偿这样一件衣服 他一个人 也只能呆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经理一听这件衣服这么贵 也不再提赔偿 而是转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尽量满足 他也是刚刚出来打工 也不容易 您就发发慈悲 放他一码吧 陈海刚想说些什么 被一边的胡语给拦了下来 他冲着陈海摇了摇头 想让陈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陈海想想也对 便暂时按下不表 或许那个年轻人 会有所收敛 也说不定 可是陈海高看他了 刚刚还因为自己以貌取人 而有所愧疚的陈海 瞬间就觉得自己的愧疚 真是蠢到家了 只见那个年轻人 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递给了旁边的人 然后一副欠揍的样子 慢悠悠地走到服务员面前说 既然你赔不起这个钱 那就让我把气给撒了 打人是犯法的 我自然也不会用那么野蛮的方式 既然你瞎了狗眼 那就学几声狗叫来听听 我满意了 你就可以滚了 我去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明摆着 不把人当人看 胡宇在陈海耳边难难地说 其他人也是表情有些不自然 甚至有的也皱起了眉头 在下面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显然是大家都觉得 他的要求太过分 但是碍于这个人的权势 又不好说些什么 只好按下不表 静观事态发展 活动的主办方 更是不敢得罪这个人 毕竟这个人 他的背后还有一尊庞然大物 他们现在只希望能尽快解决 将一切流程回到正轨 酒店经理还想开口说情 被那个年轻人给顶了回来 经理 如果还想求情的话 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要不然我如果找你们老板 把今天的事情一说 到时候受影响的 可就不只是他了 经理一听这话 只好选择明哲保身 转过头去 等着服务员的答复 服务员攥紧了双拳 指甲深深嵌入了皮肤 他恨得把牙咬的咯蹦响 心里那股仇恨燃烧着 鼻孔和口腔 像灌满了浓烟式的辛辣 脑袋给血液充胀的 就要炸开来了 脸上却不敢有丝毫怨毒 因为他知道 一旦露出这样的表情 眼前这个人只会变本加厉 到时候 自己恐怕下场会更惨 家里人还等着他的工资呢 他不能连累家里 但是 为人的尊严 让他实在是 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样有辱人格的事 一时间责任感 做人的尊严 对结果的恐惧 整个人也像是没了指令的机器人 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见服务员久久没有行动 年轻人再一次施压 怎么了 菜端不稳 连嘴也生锈了吗 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 陪你在这浪费 你现在还有机会 弥补自己的错误 要是我的耐心被消磨干净了 你就算是爬到我脚下 求我 我都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了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我的律师团队 会和你好好讨论 一下赔偿 我再给你两分钟时间 如果还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我们就法庭上见吧 过分了吧 一件衣服而已 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而且 刚刚我是亲眼看见 是你撞上了他 如果非要说有人不长眼的话 恐怕这个人应该说 是你比较贴切 陈海拉开了 胡宇拦着自己的手 拨开前面的人 站到了人群前 众人看有人站了出来 还敢当面讽刺 马上把位置让了出来 更有怕被牵连的 人像是躲避洪水猛兽似的 直接远离了陈海 只留下了胡宇 和其他几个灵星的人 胡宇虽然不想惹麻烦 可现在这个情况 他肯定是挺兄弟的 不过老板和经理 向自己使的眼色 毅然决然地站在了陈海的身后 其他人在下面猜测起了 陈海的身份来历 这个会场大厅 顿时有种像是进了菜市场的感觉 唯独屈总心下一阵紧张 没想到这俩人还真就对上了 希望这个事情 不会搏击到自己 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敢这样当中骂自己了 年轻人脸上轻一阵白一阵的 一时劲也不知道怎么办 沉默了一会儿 后叫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来讽刺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要替别人撑腰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别没帮上别人 反倒把自己这根营养辣枪头 给折进去了 我几斤几两 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至于你是谁 跟我有关系吗 碍着你眼瞎心脏侮辱人了吗 本来我也没打算说什么 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 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得寸进尺 为了一件衣服 害得人家丢了工作不说 还要侮辱别人人格 我只能说你的爹妈 没教好你 才让你变成了 今天这幅目中无人的鬼啊 第120章 打脸 第120章打脸 你好大的胆子 连吴少的爸妈都敢骂 你知道吴少是谁吗 他可是青苗集团的少东家 他的大伯 可是青苗集团的老总 旁边的狗腿子 狐假虎卫的说 殊不知 这可是撞上了 陈海这块铁板上 陈海细写的笑了笑说 青苗集团的少东家 不是吴苗苗吗 什么时候 又从哪儿冒出来的你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苗苗三叔 或者二叔口中的那个 要继承家业的那个吴家子孙吧 你们家里人还没被赶出去啊 我还以为 你们早就被扫地出门了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会被扫地出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我们家的事 吴宗是真的有些害怕了 没想到自己这次参加 这么个小活动 都能踢上铁板 而且 他好像还对自家的事 知道了一清二楚 自从他大伯病好之后 他们家和二伯家 就在被逐渐架空和边缘化 现在已经基本连话都说不上了 公司的人 也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自己这次也是在公司不得志 才想借这次活动出来散散心 没想到变成了这样 要是闹大了 自己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看吴宗的反应 陈海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苗苗和吴叔 已经开始清理公司内部了 吴叔那个互独子的性格 怎么可能看着别人 欺负自己的女儿 而无动于衷呢 哪怕对方是 自己的亲弟弟和侄子也不行 他自信地说 我是谁你不用管 我就问你 今天这个事儿 你到底想怎么办 吴宗虽然知道陈海身份不一般 但是自己也不能在这丢了面子 否则自己以后哪还有脸出现 还是死鸭子嘴硬地说 这件事儿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必须给我道歉 否则今天都别想出这个门 虽然吴宗嘴上说的还是些威胁的话 但话里软下来的语气 大家都心知肚明 能让吴宗这样的大少爷 把姿态放低 这得是什么身份 于是大家伙又开始打听起了陈海的身份 不过陈海的真实情况 除了站在陈海身边的胡语外 连屈总和刘经理都只是知道些皮毛 其他人自然是打听不出什么了 站在屈总旁边的那个朋友 碰了碰屈总问道 老曲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尊大佛啊 他是谁啊 屈总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只是淡淡地回了句 我不是说了吗 没他的允许我不能透露他的身份 其实不是屈总要故弄玄虚 而是他真的不知道 陈海到底是什么身份 和清苗集团又有什么关系 酒店经理看吴宗的语气软了下来 急忙跟当时服务员说道 林冰赶紧道歉啊 这样这件事就完了 服务员这才回过神来 不过有了刚才那么一出 线下又有那么多人盯着自己 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能这样无伤解决他 自然是乐意见到的 他正打算道歉的时候 陈海拦住了他 该道歉的人不是你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不得已 但是你相信我 我会替你讨回公道和尊严 并且如果酒店辞退了你 我承诺帮你找一个不差于 现在这份工作待遇的工作 但是我不会强迫你 你自己决定吧 不用选了 我信你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你能站在众人的队里面出来挺我 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 即便是丢了这份工作 我也愿意 你叫什么名字 林冰 森林的林 文武兼备的冰 得到了林冰的许可 陈海转过头去对着吴宗说 原本这件事只是件小事 如果你刚开始 就只是要求林冰道歉的话 即便我知道 这不是他的错误 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服务行业 受点气也正常 但是你非要上纲上线仗势欺人 那就别怪我 不给你留情面了 今天这个事儿 我既然出头了 就不能只是这么就算了 我的要求也不高 当面道歉我就当没这个事儿 或者你也可以 打电话给吴家的人帮你撑腰 逼我松口 你自己选吧 要我向他一个服务员道歉 做梦 对 他是服务员 可那又怎么了呢 他不拖不抢 靠自己的劳动赚钱 养活自己和一家子人 怎么了 爱着你什么事儿了 而且他先是林冰 然后才是服务员 不过就算我跟你说了你 也不会懂 既然你不道歉 那好 我也给你两分钟时间打电话叫人 能叫得到人 让我稀释您人 算你有本事 吴宗一下子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方既然知道自己的爸妈是谁 恐怕是不会给这个面子的 难不成真的要打给大伯吗 可是他好像跟大伯也认识 而且大伯会愿意帮自己吗 以大伯的脾气 要是知道今天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恐怕大伯先会把自己骂一顿 再逼着自己道歉吧 在吴宗想着 怎么能让自己不丢面子的脱身的时候 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周围的人 刚刚还是一副替他出头的样子 现在一看情形不对 又开始了隔岸观火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一会功夫 仿佛全身的血液 都集中到吴宗的脸上来了 把整张脸涨得通红 陈海看了眼手机后说 两分钟时间已经过了 既然你不打这个电话 那就我来打好了 说着 陈海拨通了吴淼淼的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吴淼淼不等陈海说明 先开口道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情 要找我咨询啊 对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你之前不是问我 西装怎么选吗 我找了给我爸定制西装的师傅 你什么时候有空到家里来 我把师傅叫过来 给你做几套 这言语间的亲密程度 把所有人经得目瞪口呆 在大家心里 原本还以为陈海 是吴勇的私生子 现在恐怕已经把陈海 当成了清淼集团的准女婿了吧 要知道吴勇没有儿子 那清淼集团 将来不就是这个未来孤业的了吗 众人心里 此刻又有了自己的小九九 连胡宇和曲总 也没想到 陈海居然是这样的关系 又是惊讶 又是兴奋